父母去世后 豪门千金被人用五万块打发 连同他那脱油瓶的弟弟 也得一起滚出家门 然而女主顾芒却淡定地靠在沙发上 仔细擦拭着手里的玩具枪 只当舅舅说的话是放屁 不用了舅舅 你把妹妹带走就行 她根本就不在乎那些钱 因为自己就是披着十八层马甲的大牢 钱吗 自己有的是 然而她无所谓的态度惹怒了对方 绿茶妹妹赶紧来帮忙 舅舅 姐姐性子就是这样 你别跟她生气 顾芒丝毫没理会她的做作发言 直接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而绿茶妹妹还一脸得意 以为自己抢走全部财产 就能为自己嫁入豪门做准备 顾芒可不管这么多 她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去学校门口接弟弟放学 顾芒一抬腿 就跨上限量版机车 戴好头盔头也不回地离开顾家 五分钟后 她就来到了学校门口 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这才不到六点 门口堆满了嘻嘻嚷嚷来接孩子的家长 此时 路边停着的劳斯莱斯格外惹人注目 里面的人探头出来观望 她就是陆家三少陆成舟 母胎单身的她过来学校 只是因为找寻传说中的国一圣神 因为她的奶奶生病卧床 可到了学校后司机才告诉她 在一分钟前检测到圣神在这 但一分钟后就不敢保证了 陆成舟真想揍死这不靠谱的人 都过一分钟了才来 人早跑了 她不耐烦地摁灭了烟灰 视线不经意瞥向了窗外 目光恰好落在了孤芒身上 看惯了身边富家女的滋滋座态 偶然一位穿着帅气机车服的女生 让她不自觉多看了几眼 这样豪爽的类型恰好也是她喜欢的 然而一个小男孩朝着女生跑去 看两人的亲密关系 这估计是一对母子吧 她有些可惜地叹了口气 这么年轻就当妈了 随后司机传来了好消息 说打听到国一圣守明晚要去明城 陆成舟决定现在就赶过去 司机一脚油门赶忙开去机场 而另一边 男孩知道自己和姐姐被赶了出来 不但不伤心反而一脸兴奋 她期待着跟姐姐浪迹天涯 顾芒再次帅气跨上机车 抓紧把手说了一句 明城 豪门千金变成穷光荡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 竟是带着弟弟进入高级拍卖会所 一开口花五千万 只为能拍卖到一块能帮助睡眠的玉石 钱吗 老娘有的是 而顾芒这样豪横的行为 彻底引起了同样为了这块玉而来的男主的关注 陆成舟因奶奶患病昏迷 到处寻找传闻中的国一圣手 听说这块玉有安神助眠的效果 她更是准备了足够的资金 今晚必须拍到这块神玉 原本起拍价一百万的玉石 直接被她轰抬到一千万 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市面价格 可顾芒也同样是实在必格 让闺蜜帮忙举牌 加价到了一千五百万 此时 陆成舟突然觉得好玩了起来 财大气粗的她也不甘示弱 直接双倍喊价 价格抬到了三千万 到众人都以为这块玉 会落到陆成舟手上的时候 顾芒跟价出到了五千万 这种喊价方式惊呆了工作人员 别人都是十万十万的出价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几千万得往上价的 陆成舟当前不是钱一样 只见她轻轻排起喊价牌 六千万 这价格已经让全场的人 都不再跟她抢了 顾芒刚被绿茶妹抢走家里的台产 东听西凑也才只能搞出来六千万 她原本拍下这块玉 是为了研究神经方面的治疗 然而这次俩人的抢于大战 彻底让她和陆成舟结下了梁子 因为她就是那位身体马甲的国医圣手 陆成舟曾经找人给她下过单 希望她能出面帮她治疗患病的奶奶 她不是有钱吗 那以后她的所有声音 都直接按市场价十倍起步 而且接不接还全凭自己的心情 律师没拍到 顾芒也没有兴致在这里待下去 还没结束就带着弟弟离开了 她一路快步前行 弟弟紧跟其后 安慰姐姐别为了这件事生气 然而就在此时 顾芒的美貌被一群流氓盯上 几人迅速围堵了姐弟俩 妹妹 你一个女孩子回去多不安全啊 要不哥哥在隔壁开肩顶级套房给你 一起玩玩吧 面对如此状况 一旁的弟弟却有些幸灾乐乎 得了 又来几个送死的 非要招惹心情不好的大佬 是嫌弃自己死得不够快 只见猥琐男伸手就想扒拉顾芒 以为自己今晚能快活一下的时候 下一秒 她竟被人一个过肩摔了个狗吃屎 女人长得太美 就容易被流氓惦记 作为身体无数马甲的第一妹 顾芒正在被几个男人围堵 看着她就带着个小孩 以为是一个好欺负的 小妹妹都这么晚了 就让哥哥送你回酒店休息吧 哥哥的跑车很舒服 要不要过来试一试 但他们的骚操作 恰好撞上了顾芒的枪口 她今天的心情极其不好 因为父母留下的千亿财产 不仅被绿茶妹和舅舅继承了 就连想拍卖的棉玉 也被男主抢了 刚开始她只是不耐烦 说了巨滚试图赶走对方 然而流氓却依然挑衅 还伸出了万恶的贤猪手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她反手一个过肩摔 将男人按在地上 流氓的同伴见顾芒不好惹 想要耍无赖集体群殴她 但顾芒可并不是什么柔弱女主 一个伸手扼杀男人的咽喉 紧接着再来一个膝盖踢 正中男人未步 魔鬼 这个女人肯定是魔鬼 顾芒的伸手下的男人直打哆嗦 想要赶紧逃亡 却被她一脚踩在脑门上 学学做人吧 懂 紧接着她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然而顾芒在线交扎男做人的事 被二楼的男主陆成舟给看到了 身旁的几个大少爷看了直打哆嗦 纷纷表示这样的女人不敢惹 但这成功引起了陆成舟的注意 其实拍卖的时候 陆成舟就已经留意到了她 一想到这个女人能跟她近拍 她便多了几分敬佩 现在更是看到了她的伸手 不经意已对她产生了好感 然而她们的缘分可不仅于此 出来逛的街 也就等红绿灯的时间 她们都能再次相遇 可是一想到她身边那个小孩 陆成舟却怂了 以为人家顾芒是有父之父 可本怪兽觉得这男主应该是瞎了眼 这么年轻的小姐姐 却以为人家带娃海礼仪 拍卖还把人得罪了 坐等她追欺火葬场 破产的豪门千金 在菜市场抢着三十块一件的便宜货 可转眼间 她就带着弟弟来到顶级餐厅 龙虾鲍鱼点满一桌 顾芒这样的豪横行为 瞬间吸引了霸道总裁陆成舟 女人 要不是你带娃海礼仪 现在你就是我的人 可面对这群公子哥的搭讪 顾芒一言不发 却沉默地赚起了手中的刀 弟弟年纪虽然小 但也察觉到这群人的不怀好意 这搭讪的对话也太老套了 而且竟还怀疑自己是姐姐的儿子 陆成舟看出了顾芒的不愿 趁着他手中的刀没砸过来之前 赶紧带着朋友先离开了 但他俩的缘分可不仅于此 今天是顾芒和弟弟分开的日子 父母去世后 他和弟弟被赶出豪门 顾芒一个人游荡社会并不打紧 可仍然得雇着弟弟的学业 幸好他认识了一位好心的叔叔 由他介绍 帮弟弟寻到了一个好学校 姐弟俩依依不舍地告了别 这时 好心叔叔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是自己的母亲病危了 必须要做开颅手术 他知道顾芒就是传闻的国医圣手 就在他还没开口询问之时 顾芒直接答应帮他救人的事情 因为时间紧迫 俩人乘坐直升机飞回了京城 顾芒 我不方便回家 但我找了一个人带你进去 麻烦你了 顾芒本没有多想什么 然而看到车上那人的时候 他竟有些傻眼 同样震惊的还有陆成舟 年纪轻轻的女孩 想不到就是他找寻多日的国医圣手 而且自己还三番两次的错过他 然而医术高超的人找回来了 可陆家家里的人 却一点都不希望把人救活 毕竟家族的家产丰厚 只要老太太一死 大家分道的那点都够活三辈子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陆成舟的姑姑 直接拦着不给人进去 可陆成舟并不管这么多 强行带人闯进奶奶的房间 而这个人是陆家二爷的女儿陆希薇 也是陆老太太的主治医生 她年纪虽轻 却是业内的脑科权威专家 陆希薇主张给老太太做开颅手术 身旁的一群医生都非常认可她的判断 然而顾芒看了一眼床上的老太太 脸上不经意多出一抹笑影 陆希薇看着自己失去众人的关注 只能夺门而出 反正一个小时后奶奶没醒过来 她肯定要让顾芒做一辈子劳烦 而半小时后顾芒从房间出来 陆希薇赶紧问老妈子奶奶有没有醒 得到老夫人还在昏迷的答案后 她暗自窃喜认为女主那是在丢人现眼 一小时内让瘫痪病人清醒 陆希薇觉得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时陆家的其他人跳了出来 纷纷呵斥顾芒是个庸医 然而请她过来的陆叔叔却极力维护她 双方争执之下 陆希薇还把警察叫来要将她关进公安局 可一旁的顾芒却一句也没有辩解 只是在内心默默倒数 三二数到一的瞬间老夫人的房门开了 男主陆成舟从里面出来 奶奶醒了 这样的结果显然跟众人内心期待的不相符 各个目瞪口呆不可置信 陆希薇更是直接冲进房内 用她最相信的西方科学对着老夫人各种检查 奶奶清醒后陆成舟就更加信任顾芒了 霸气护气驱赶警察 顾芒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 只是低着头冷笑了一声 随后在口袋中掏出纸笔 刷刷的在上面写下几位给老夫人调理的药材 写好后直接递给陆成舟 这是药方 是一周调理身体即可 看着顾芒的字 陆成舟心里还觉得这写的也挺有个性的 见她背起书包准备离开立马叫住她 顾小姐 请问下一次的针灸 我们约在什么时候 身体无数马甲的破产千斤 通过扎手指就活了瘫痪的脑者 然而恶毒女配却叫来警察把她抓走 只因自己的西方医术没人家中医针灸厉害 可女主不忙根本就不想搭理这种无聊的人 即使男主开口挽留 他头也不回直接走人 带他过来的陆叔叔也一脸无语 这样一个医学大佬啃住家里给老太太治疗 这群蠢货硬是把人给赶跑了 男主陆成舟从没见过这样医学高超的人 他上前跟陆叔叔打听女主的信息 然而陆叔叔不左右而言他 就只说是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可不敢随便抱女主的马甲 说完赶紧屁颠屁颠的跑了 而离开的女主接通了好友打来的电话 俩人虽然已认识八年 可却从来没有见过面 因为他们都隶属于传闻中的一个白狐组织 八年前白狐创立成功 里面聚集了国际顶尖的黑客 无数人想破解组织里成员的信息 却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白狐成员互相交流全靠语音 且都会用变声器掩盖自己的声音信息 而这次一把手云铃给顾芒传来消息 听说有人要花一个一找博弈胜手 此人的针灸十分厉害 但秃顶且有口臭 顾芒听后没有惊讶却只觉得无语 把自己的形象传成这样他也没生气 只是问这个任务是谁下打的 一听是陆成舟 顾芒果断拒绝他的这笔交易 刚才还默许警察抓他 现在又花重金找回 再理他一次才怪呢 电话挂断后他上了一辆汽车 无视一身轻的顾芒决定来疗养院找闺蜜 此时闺蜜金阳正在小花园打理他的绿植 抬头看到顾芒的到来欣喜若狂 金阳拿出自己种的芒果和草莓给他做甜点 坐下后欲言又止的直直盯着他 我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 让我出去和你一起赚钱工作吧 然而顾芒表示他的身体还没好 而且未成年还不能出去赚钱 毕竟他是身披马甲的大佬 靠打架和制人就能赚到几个亿 可金阳什么都不会 自己身为他的闺蜜 受伤疗养的钱全是顾芒帮他支付的 欠着他这么大一个人情 金阳始终觉得过意不去 顾芒看出他内心的愧疚感 于是提出给他找个学校好好学习 靠自己考取好大学之后出来能赚得更多 然而面对同样为顾芒考虑的闺蜜 金阳想着顾芒也能一起到学校上课就好了 毕竟他也只是刚成年的花季少女 于是他果断发出邀请 顾芒 不如我们一起考大学吧 如果给你一个亿你会拒绝吗 这位身价千亿的马甲大佬 竟然想靠知识改变命运 立志考上大学后出社会996 宁愿放弃治病救人就能赚到的一个亿 也要参加高考上好的大学 然而从前经常打架的履历 让所有学校都不敢收这位祖宗 于是顾芒只好带着闺蜜另外找关系 陆叔叔 您能给我安排个学校吗 我和金阳准备去上学 陆叔叔听后一脸茫然 在他眼里顾芒一身绝技非凡的针灸手法 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上学 更何况他不太相信以顾芒的性格 能安稳在学校好好学习 然而顾芒却已经做了决定 这个学他上病了 陆叔叔见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下来 可他却提出了条件 上学可以但千万不能搞事情 顾芒知道他的顾虑 淡定喝着咖啡保证自己会当个好学生的 陆叔叔的一对儿女都在明城中学 之前顾芒带着弟弟到他家住的时候已经见过 他决定把顾芒和金阳也安排在那儿 顾芒出来的时候偶遇到陆叔叔的女儿 可对方似乎对他充满敌意 以为顾芒是个穷酸刁民 跟同学们吐槽他一天到晚在自己家蹭饭的事 然而在别人眼里的不良少女 转眼就来到了一处高档小区 因为以后顾芒就要和闺蜜一起上学了 为了方便照顾金阳 顾芒不打算住校而是住在家里 而这个小区是这个地域最贵的地段 除了高官子弟和超一线明星会住在这 普通人根本连路过都不敢 金阳好奇为什么他会带自己来这 而顾芒只说最近入手了两套将警方 一套给自己 一套给金阳 两人说说笑笑到了小区门口 正打算进去之时却被保安拦住 保安看到顾芒穿的都是便宜活 便以为他是不知道打哪来的穷 然而顾芒不慌不忙 把手伸进裤带使进一个掏 直接拿出小区黑卡亮出身份 而这举动着实给保安吓得不轻 因为整个小区只有两张黑金门卡 这代表这里最最尊贵的业主 他立马转换态度 毕恭毕敬地朝着顾芒弯腰道歉 可顾芒才不想理会这种人 只是建议他多吃饭养养脑子 随后便拉着闺蜜的手 大摇大摆地进门去了 女孩白天是父母双亡的破产千金 晚上却成了身披无数马甲的顶级黑客 既能为了三十块跟大妈到菜市场 抢地摊火 又能独自夜床守卫森严的绝密机法 今天晚上 女主顾芒趁着夜飞风高之夜 悄悄潜入男主的高级会所 只为了偷一张疑似是他的照片 根据影盟组织传来的消息 男主入城周围了 就自己重病卧床的奶奶 出一亿重金悬赏传闻中的神医 如今更是掌握了神医的照片和资料 顾芒并不想男主知晓自己的身份 虽然那只是他的一张背影照 他也必须冒险删除信息 只见顾芒动作利落 刷得从三十八层的高楼纵身一跳 他迅速赶往机房 独自一人干翻了男主派来的十八个安保人员 他在其中一个人身上搜到了照片 那正是他十五岁出现在中东时被人偷拍了 路程周 你想找到神医可没这么容易 随即他走向电脑 噼里啪啦在键盘上敲了几个代码 关于神医的所有资料立马销毁 临走时 顾芒还特意敲响了警银 光明正大的通知路程周他的机房被人闯 听到警报声的男主立马赶来 却只得到神医资料被删除的坏消息 路程周的机房保密系数极高 是不可能被一般黑客所入侵的 而短时间内能破解的 只有世界顶级黑客组织隐萌 他立马让人给隐萌加价 找到神医赏钱两利 诊经也可以再加仪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要找的神医正是女主 而他同时也是隐萌组织的成员 顾芒听到这桩生意的时候都快无语死 出嫁让他自己找自己可真有趣 第二天 顾芒如妻带着闺蜜来到学校 是早前拜托路叔叔帮忙找的 然而当校长看到俩人的成绩单时 他脸上的表情差点绷不住了 一个幼儿园还没避议 一个劣迹班班全零分 要不是这位路叔叔是教育局厅长的缘故 校长会见他俩一面才怪 顾芒也不是真心过来学习的 他的目的只是陪伴闺蜜读书 于是只说自己去最差的班级 闺蜜去最好的班级即可 关大一击压死人 校长为了不得罪人 只能把两个班的班主任都叫我 然而路叔叔一想到自己的子女 也分别在这两个班 即使是教育局厅长也怕见老师 于是借口有事赶忙开溜了 十分钟后 两位老师分别看了他们的成绩单 一班班主任看到顾芒的成绩 一个劲得嫌弃他 还死活排斥他插班到自己的班 然而二十班的班主任却十分好奇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生 竟能完美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 毕竟考全科满分和全科零分的难度不相上下 然而面对校长已全压人 两位老师到底又会如何选择呢 马甲大佬第一次去学校上课 凭借绝美神言瞬间俘获各路直男的芳心 这把气洒翻天了气场 就连校爸看了都迷得亚麻呆住 要不是为了陪闺蜜念书 顾芒是这辈子也不会再踏入学校半步 他本想让闺蜜去一班 自己去二十班 可当他听到一班班主任说 这周都要让闺蜜罚站着听课时 不独自心切的顾芒立马向校长提出要求 让他安排自己和闺蜜到同一个班级 虽然闺蜜听话乖巧 可这样欺负人的行为 即使上了他的班门考清华 顾芒却一点都不稀罕 看着一班班主任骂骂咧咧地走出校长室后 他更是觉得自己的决定没有错 俩人选好了班级 二十班的班主任带着他们到宿舍收拾东西 还给了半天时间让顾芒置办生活用品 休息过后再带他们去班里上课 于是俩人在车站等待着公交车 准备去商场买一些必需品 这是一辆豪车停在他们面前 原来男主打听到顾芒转校过来读书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过来找人了 媳妇要求买东西 那肯定得让自己专车接送 然而顾芒虽接受了他的好意 可一路上却不想搭理他一句 直到陆成舟提起上次他救人的事 那天顾小姐救了我奶奶 走的时候还没收枕金呢 顾芒正玩着一款手游 慵懒的抬眼看了他一下 你打算给多少 文言陆成舟立马亮出二维码 表面上说这只是为了转枕金 实际上他只想拿到媳妇的微信 财大气粗还直接给人转了二十万 顾芒的财产虽然被绿茶妹妹拿走了 可他丝毫不在意这些钱 转头就打给闺蜜当学费了 下午 俩人由班主任带路来到班级 绝美插班生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学校 这位小胖子更是走到哪宣传到哪 说自己早上翻墙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两位插班生都特别漂亮 还有一位长得就跟仙女一般 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校霸却不以为意 称自己早就见过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嘈杂的声音让班主任不满 进门就赶紧整顿班风让大家安静 当闺蜜走进教室时 学生们一口同声的嘘声一片 纷纷吐槽小胖子的眼光 虽说长得还可以 但绝对没有到仙女的级别 然而当将衣服披在身后的顾芒进来时 原本还在吵闹的学生瞬间安静 顾芒正藐视一切的眼神震慑全场 只是简单的一句自我介绍 已经让在场所有人纷纷折服 老师安排闺蜜坐在中间的空位 而顾芒则被安排到了校爸旁边 其实两人早已见过面 他就是陆叔叔的儿子陆阳 只见他正经微作眼神都不敢乱飘 双手紧握期待着顾芒的到来 女主随意撩拨头发的动作 都让他心脏蓬蓬直条 同时还身兼学渣的他 竟第一次主动地分享出自己的卷子 今天讲的是化学课 我 我把卷子接你看 马甲大佬第一次去学校上课 凭借盛是美颜一举夺下最美校花的称号 撩撩头发就能把钢铁直男都迷得神魂颠倒 害羞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然而不是冤家不拒头 不曾想夺走女主家产的绿茶妹妹 竟然也在这里读书 下午 故忙转校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位转校生到底有多漂亮 同学们的举动引起了绿茶妹顾英的注意 上个月 他凭借舅舅的帮助成功入读明城中学 乖巧柔美的模样让他成为了新一代笑话 身边更是围着各种男生为他献殷勤 音音 你这么聪明肯定能考年纪低 那个转校生在二十半 成绩差在漂亮也没有用 笑话肯定还是你的 顾英虽然内心不爽顾忙的到来 但表面仍需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大家不要这么说 也许他学习也很好 而同样竞选笑话的还有陆叔叔的女儿陆毅 上次顾忙带着弟弟到他们家借宿时 陆毅早就不满他这样的人 他们可看不起这种不许无数的人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妈妈 果然 陆妈妈当晚就到陆叔叔的书房大闹一场 你安排顾忙进明城中学我不反对 可是不能跟陆阳坐在一起 陆妈妈将成绩单甩到桌子上 顾忙打架闹事的事情我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 我可不想让他带坏我儿子 然而刚回到家的陆阳听到父母的这段对话 立马表态自己不会换座位的 说自己就喜欢这样有个新的女孩 甚至当他看到顾忙全科林分的成绩单后 对他的欣赏之一一预言表 这全科林分可真整齐 比我还牛 然而这件事的主人公却对此毫不知情 现在正在和好闺蜜在酒吧喝酒聊天呢 闺蜜的每次出动都是因为组织里的任务 而这次也毫不例外 可顾忙却说自己最近很忙 要忙着考大学呢 闻言闺蜜犹如吃了一个大瓜 世界第一黑客竟然要考大学 这是什么新世纪黑色笑话吗 闺蜜称这次自己实在搞不定才找他的 他这次的任务是黑掉天鹊的监控系统 而金额可以给他一成 顾忙觉得有利可图 他淡定擦擦嘴 伸出两根手指 两成 闺蜜看在他目前需要钱的份上也就同意了下来 顶级黑客说干就干 当晚 顾忙躲在天鹊的厕所实行黑客侵入计划 只见他在虚拟屏幕上随意敲了几下代码 仅一分钟时间就连接上了天鹊的内部系统 当监控显示黑屏的时候 技术人员才发现有黑客入侵了 不好 系统出现异常 快向路上汇报 此时 完成任务的不忙拿出手机给闺蜜分享情况 随后淡定离开天鹊大门 然而一把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顾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 天才少女才第一天上学 告白情书就被塞满了抽屉 她绝美的容颜更是男女同吃 霸气的抚摸让少女都害了羞 可她偏偏对情爱不感兴趣 面对同学们给她评选的校花头衔 她更是一点也不在乎 自从昨天顾芒转校来到了明城中学 她绝美的容颜就被全校师生讨论了个遍 被人偷偷拍的一张素颜照 都能登上学校论坛的热搜 然而知道她是二十班的学生后 嫉妒她的人更是拿她的成绩说事 可顾芒丝毫不在意别人的酸言酸语 早上 她听着音乐回到班级 恰好在班门口碰到闺蜜金阳 顾芒 我给你带了早饭 顾芒一把搂住金阳的肩膀 小生在耳旁问她有没有帮自己写作业 我用左手写的 你的字这么丑 我保证不被人看出来 这样的话语在顾芒耳中是调戏 她宠溺地敲了敲金阳的脑袋 你现在都敢嫌弃我了吗 早自习即将开始 顾芒拿着早餐回到座位 刚准备坐下却发现抽屉被塞满了情书 她看上旁边的同桌 路阳随手指了一下 应该是昨天晚自习偷偷被人塞进来的 然而没等她的话说完 顾芒哗了一声将情书全倒进了垃圾桶 正准备拿出去倒掉 月薪长的路阳赶紧接了过来 王姐你做 这种事情吩咐小弟我就可以了 然后他接过垃圾桶 兴高采烈地往垃圾场去了 一旁的小胖吓得目瞪口呆 这笑霸什么时候转性子了 情书虽然已经被处理掉 然而顾芒被评为笑话的事持续发酵 就连学校老师都对其做出评价 尤其是一班的班主任 当初顾芒和闺蜜插班进来时 闺蜜本该进一班的班级 然而就因为一班班主任过于严苛 顾芒不想闺蜜受委屈才改为二十班 因此得罪了这位老师 于是他在自己班里大发雷霆 你们一天天的跑二十班看人都很闲是不是 是嫌我不知的作业太少了是吗 此时班里的人一声不吭 谁也不敢反驳 班主任继续内涵顾芒 知不知道什么叫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一个从小到大都是零分 被前学校退学的人也值得你们追捧吗 他的这些话语句句针对顾芒 把他数落的一文不值 刚倒完垃圾的陆阳经过操场 本想给顾芒买点好吃的 一旁的小胖子紧随其后 也想着当顾芒的小跟班 就在两人前往小麦布时 身旁路过的两个女生正说着顾芒的谣言 那个顾芒学习这么差 原来还被学校开除过呀 这种事情罗老师应该不敢乱说吧 煞时间 顾芒是关系户进来的这件事传遍了学校 这些话全被陆阳听了进去 他提顾芒名不平 仗红着脸朝着小胖蛋蛋问了一句 罗宋华的办公室在哪里 天才少女第一天上学 隔壁老师就公然诋毁他的名声 说他不学无数就是一个废柴 光脸但长得好看一点用处没有 老师这么做 只是因为当初少女没有选择入读他的班级 然而这些诋毁让校爸偶然听到了 本就喜欢女主的他 直接冲上去找老师算账 陆阳怒气冲冲 一脚踹开了办公室的门 里面办公的老师们都惊呆了 虽然有些惊慌 但谁也不敢说什么 因为陆阳是教育厅厅长的儿子 只见他双手插都直接质问 就是你在外面散播不忙的谣言 罗老师对自己的行径虽然不否认 但他却用道德绑架反击陆阳 你这样是想为他出头 一点尊师重道的规矩都不懂 然而陆阳本就是隔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几句糙话就让罗老师露出了真面目 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就直接开骂 呲牙咧嘴的嘴脸 甚至还要求让他公开向顾芒道歉 否则这件事就没完 俩人的怒火直线飙升 眼看就是控制不住的场面 此时这件事间的主人公到达现场 就连二十班的班主任也急忙赶到 见到他们后 罗老师不仅没有收联 反而当着他们的面就骂了起来 一边说顾芒是连鸡脚嘎拉学校都不要的学生 又吐槽其老师带的学生是全校的垃圾 他甚至还把校长搬了出来 陆阳撸起拳头准备跟他开战 然而却被身后的顾芒拦了下来 陆阳 先出去 罗老师以为他们是怕了自己 于是草草结束刚才的骂战后 又将矛头指向习老师 你就只配教这种差等生 不止学习差还败坏道德 然而面对他的指责 习老师却并不认同 他并不认为学生的成绩能代表他们的一切 何况当时他收雇盲进自己的班级 也并不是迫于校长压迫才收的 考全科零分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考全科满分 可习老师说的这些话 在这个老巫婆眼里就是在找借口 他直接提出班级打赌协议 只要他们班有人超过自己班的倒数第一名的成绩 那么他就给顾芒低头 甚至公开向他们整个班道歉 见到习老师面露难色后 老巫婆更是得意了起来 以为他们就是不敢应战的脑主 然而一把霸气撒翻天的声音从办公室外传出 顾芒再次推开办公室的门 你这个打赌 我接了 天才少女第一次参加考试 就跟老师签下了对赌协议 可老师却一脸瞧不起的样子 扬言若少女能考过自己班的倒数第一 就立马跪舔她的脚趾头 因为她不相信一个全科零分的不良少女 能考得过自己无比优秀的尖子班学生 然而她却小瞧了女孩 因为她是吉尽州最年轻的顾家少主 世界极受人膜拜的顶级黑客 过来读书也只是给闺蜜作伴而已 可当这件对赌协议在学校传开时 所有人都不相信顾芒能赢 就连校长听后 也急忙打电话给陆厅长报备 当初是陆厅长把人推荐到学校的 也算是背后有教育局局长这么一座大山 可万一顾芒输了受委屈 她可不好交代 然而陆厅长却让她放宽心 称顾芒的事情会自己处理 校长只能冒昧地问一句 其实顾芒档案上的成绩应该是假的吧 她的这句话 其实已经猜出女主的身份 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高中生 可陆厅长并没有名言 只留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让她期待赌约结果即可 而另一边 作为顾芒最忠实的粉丝陆阳 她回到班就给各位同学打鸡血 让他们为班级争口气 可是一向没把学习放心上的二十代 又怎么会因为一个对赌而奋发上进呢 陆阳健说服不成 她眼睛不由地偏向顾芒 看到她拿着纸笔一顿输出 以为她这就要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了 然而走近一瞧 纸上画的却只是一只狐狸 她只能无奈坐下 想着还是回去找她的学霸妹妹 补习功课比较靠谱 零零零 二十班的同学艰难地度过一节自习课后 纷纷跑到操场舒缓身心 然而闺蜜却找到顾芒 怕她因为随便答应别人的对赌协议 到时候面子下不来她会吃亏 可顾芒却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称自己会给她准备最好的复习资料 晚上 作为顶级黑客的她在电脑上哒哒哒写着代码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侵入了清水中学的系统 这里的资料库是所有学校里最全面的 她准备将这些全都送给闺蜜 让她成为自己对赌协议的王牌 为了让她更好的学习 顾芒特意还换了座位 亲自给她讲解重点题目 到了月考 原本过来监考的老师却换成了一班的班主任 为了防止他们迎对赌协议 她决定过来亲自监考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今天监考你们的是我 我看有谁敢作弊 我一定让她的档案比现在还漂亮 她的一顿狠话让在座的学生都下了一身冷汗 然而面对老师的考前挑衅 顾芒却一脸淡定 因为她的王牌选手 此时正信心满满地打着考卷 从没上过一天学的少女却考了全校第一 而她的成绩还是学渣娇的 排名出来时每个人都认定他们做了比 先考老师更是扬言 如果他们不是靠作弊考第一 她立马倒立掏粪坑 这件事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 早前女主顾芒答应了老师的对赌协议 称自己班的成绩必定能超过他们班的第一 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顾芒能赢 认为二十班肯定就是垃圾班 可他们全都小瞧了女孩 因为她可是吉尽州最年轻的顾家少女 隐藏无数技能的马甲大佬 她早就在考前帮闺蜜将题目复习了个遍 尽管兼考老师换了谁来 她依然保证闺蜜能考全校第一 面对作弊门事件 他们的班主任习老师第一个反对 罗老师 你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我学生凭实力考出来的成绩为什么要污蔑他们 罗老师一脸坏笑 他根本不信这次考试这么难 连他们班的学霸都没做出来的题目 二十班的学渣能做出来 他甚至怀疑西老师为了赢当初的对赌协议 冷嘲热讽他有份帮助学生作弊 这话激怒了西老师 你们只要看过他们的解题过程 就知道他们的做法跟标准答案有很多不同 可这三位劳股板就是不相信 没有证据还颇多歪领 罗老师坏心又起 既然你这么相信自己的学生 正好本周周考试卷还没拆封 那你就让学生当着我们的面再考一次 我们这样做对你们很公平吧 西老师一口硬了下来 并通知学生重新考试 顾芒听到此事后也赶了过来 他并不担心这次会有什么意外 只是很想亲眼看看罗老师的打脸瞬间 此时 闺蜜恰好考完从会议室里出来 兴高采烈跟西老师说了自己的成绩 接近满分的分数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顾芒更是上前捏着两位小学员的脸大 真给我们争气 闺蜜本以为自己考完了就能回去上课了 可顾芒却不打算稀释宁愿 这事可没完呢 紧接着西老师气势十足回到会议室 再次为学生讨回公道 其他老师纷纷道歉 称自己不该对学生带有偏见的 然而只有罗老师还一脸不可置信 死死盯着考卷还想找出什么错处 此时陆阳也赶了过来 嘲笑他没有做老师的资格 随随便便就诬陷学生作弊 原本胆小的闺女也站了出来 要他履行自己提出的赌约 罗老师骑虎难下 他只能咬牙切齿说了声对不起 而这一切被绿茶妹知晓后 心里闪过一丝度议 他来到饭堂直奔顾忙的方向 当着所有人的面温柔地打个声招 姐姐 好久不见 帅气爸总花二十万给少女买珍珠奶茶 只为了能多和他说两句话 可少女拿到奶茶后无奈怂怂肩 对不起叔叔 我还未成年 听到这句话 让陆佳佳主陆成舟第一次吃了个哑巴亏 可他还是屁颠屁颠跟了上去 哎 谁让自己就那么稀罕他呢 自从女主顾忙救了自己的奶奶 男主陆成舟便渐渐对女主芳心暗讯 后来又知道他是跟自己近拍棉育的人 更是欣赏他洒脱的性格 然而每次的相遇 顾忙都故意跟他保持距离 就算耍小聪明家到媳妇的威信 却一直没聊过天 他越是对自己爱达不理 就越是想朝他靠近 这个点已经接近中午了 陆成舟顺势提起吃饭的事 上次见你喜欢在天下剧吃饭 不如我们去那里吧 可顾忙根本不想和他有过多的牵扯 害怕他的故意接近 是为了调查自己国一胜手的身份 一直请了一节自习课的价位 又拒绝了他 顾忙今天是和同学陆阳一起出来的 俩人买完东西准备回学校 而陆阳恰好是陆成舟的堂弟 男主不明白 为什么顾忙这么冷漠的一个人 宁愿跟陆阳玩也不搭理自己 今天他一收到顾忙在星光广场的信息 就迫不及待赶来了 本以为能制造跟他相处的机会 陆成舟不禁有些怀疑 难不成是因为陆阳这小子 才对自己这么冷淡的吗 于是他私底下敲蜜威胁了陆阳一下 以后你可要跟顾忙保持距离 没啥事可别靠近他 陆阳一脸困惑 我跟顾忙是同桌呀 这可怎么保持距离呀 但面对陆成舟对自己的上下打量 即使他在学校是校拔 也不敢随便违抗堂哥的意思 此时公交车恰好到站了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跟着顾忙上车 顾忙一路上的沉默不履 高冷的气场让陆成舟满脸星星的 他小作了一口奶茶 不禁感叹道真甜 而他这样花痴的状态 被身旁的好友吐槽了个遍 造孽啊 陆家三少不对劲了 天才少女第一天上学 就帮助学渣闺蜜考上了全校第一 然而不主动挑事的他 却偏偏遇上总喜欢挑事的绿茶妹妹 上个月绿茶妹转学到了现在的中学 靠着美貌得到学校新一代校花的头衔 却因女主的到来 校花和全校第一的荣誉都被抢走了 他表里表气来到学校饭堂 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公开自己的身份 姐姐 我们好久不见 陆阳有些疑惑 他只知道顾芒有弟弟 却从不知还有一个妹妹 顾芒不满他的做做行精 拿起餐具转身就要离开 然而顾因不格应一下女主不自在 直接跟上前去 你是怎么找到金阳的 他都失踪十几年了还能过来正常上学 顾芒咬紧牙紧高道 嘴巴不会说话 我不介意替你缝上 闺蜜如今好不容易能过点平静的生活 他不希望现有的状态被绿茶妹打破 麻烦你管好你的嘴 不然你知道后果 然而这样的威胁却让顾因外心另起 晚上顾芒收到陆叔叔的电话 称陆老太太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只能拜托他再去医治一遍 此时男主陆成周已经在学校门口等待 准备接他到陆家老宅 顾芒看到他就觉得犯难 陆家错综复杂 他实在是不想烫这趟滚水 可以这父母心 又不能不对老太太见死不救 陆成周看出顾芒的不爽 觉得还是得拿些什么东西哄哄他才是 于是在后座拿出一盒精致的点心 顾芒认得这是限量版的巧克力 这一刻都价值不菲呢 陆成周在路上讲述了老太太的病情 顾芒吃着点心随意回复了一句 那就要问问你那位陆希薇了 聪明的男主立马猜到 应该是陆希薇自负狂妄并没有用顾芒的药方 才导致老太太病情恶化 此时老宅屋内 用错药的陆希薇紧急查书找解法 他不相信自己的西医会被顾芒的中医打败 也绝不能让人知道是他改了女主的药方 可当顾芒跟着陆成周进来的那一刻 陆希薇彻底慌了 迅速收起书本 怕顾芒过来偷尸 可顾芒直接无视他走到老太太的病床前 他看了一眼后大概了解了状况 这次我没把握 陆希薇像是抓到了顾芒的把柄一样赶紧告状 三哥 上次这个女人给奶奶治疗 现在你看他把奶奶搞成什么样了 陆希薇以为陆成周会惩罚顾芒 谁知他竟让仆人把自己关了起来 顾芒给老太太准脉查看 这次的病情来势汹汹 已经到了必须做手术的地步了 他转头看向陆成周 让他找来脑科第一人的预重剂 要做手术 顾芒需要他的协助 而目前只能用针灸先稳定病情拖延时间 可作为脑科元老级别的预重剂 又是否会甘愿给顾芒做帮手呢 全球顶尖的脑科专家 居然给才上学一天的女高中生做助手 而他们的任务是完成只有六成把握的开颅手术 今晚 因为恶毒女配布满女主的医术比自己高超 随便用药导致陆老太太的病情恶化 女主再次给老太太诊卖后 由于西药与中药相撞导致气血亏损 这下不进行开颅手术都不行了 顾芒拜托男主陆成周掌来顶尖的脑科专家 只有他才有资格给自己做助手 可脑科专家的徒弟正是恶毒女配 此时他被男主派人抓了回来 我学生陆西威不是在看病吗 你把我抓来干啥子 他不太满意陆家的态度 正准备发火之际 却看到了坐在病床前的少女 我滴乖乖 这不是国医圣手吗 师父的狮子还没说出口 他便被顾芒眼神击杀直接闭嘴 玉老先生 我奶奶现在身患重病 希望您能出手相助 郁仲景走近看了一下病人 这脸色苍白的都快升天了 顾芒瞥了一眼 我开的中药方本可以让老太太痊愈 这多亏了某人乱用西药才这样的 郁仲景看完老太太的病例后更加汗颜了 这开颅手术是必然的了 可年纪这么大 他也只有一半的把握 陆成洲请求玉老先生一定要救救奶奶 还让他给顾芒做佩服了 文言玉仲景就不干了 立马眼珠子抱青筋 我可是脑科第一人 你竟然让我配合一个小女王 气人太甚了 然而陆成洲立马开出五千万的条件 用于投资玉仲景的研究项目 有钱自然好办事 这种小事一点都不麻烦 我立马配合顾小姐准备手术 陆成洲出去后 玉仲景还为老不尊业了一下 我的演技还可以吧 顾芒看了一眼老太太 你看看你收的好学生 把人都给弄成什么样子了 玉仲景怕顾芒生气赶紧解释 她也是看陆西威天资不错 这才收她做自己的徒弟的 真是师门不幸啊 不过老太太目前的状态不容乐观 做手术又风险太大 万一倒在了手术台上 她一世英明就得毁了 顾芒让她定定神 一会儿只要护住心脉即可 房间内在如火如荼进行着手术 而陆成洲则在房外等候 此时她的父亲赶了过来 手术进行了多久了 进展得怎么样 陆成洲回答已经做了两小时了 可里面还没有什么动静 她向爸爸吐槽陆西威的不是 如果不是她给奶奶换药 根本不需要做开颅手术这么严重 再过了两小时后 顾芒终于从手术室出来了 一脸疲惫的样子 似乎花费了所有精气神 陆成洲赶忙上前查问情况 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可顾芒累得不想回答 欲重景让他们少折腾老太太 现在只需要按时吃药就可以 陆成洲早早就在外面 给媳妇准备好了咖啡 喝点吧 是你喜欢的焦糖味 看着她眼睛搭了 很没精神的样子 陆成洲忍不住对顾芒说 要不去我房里睡会儿 因为恶毒女配的自不量力 把本该痊愈的老太太弄成脑瘫 女主只能再次试真出手救人 而给她当助手的人选 竟是全球顶尖的脑科专家 经历四个小时 才终于完成只有六成把握的开颅手术 脑科专家预重景出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去处理试门败类 为了避免恶毒女配打扰手术 她早在几个小时前就被绑了起来 听到门外有了动静 她还以为是自己的救星道 看到来人后 她泪眼婆娑询问情况 老师 我奶奶是不是已经脱离危险了 郁仲景表情严肃质问她 西威 还记得你当初入我门下的第一条规矩吗 陆西威默默低下了头 克 克首一德 精益求精 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 她内心越来越心虚 面对郁仲景的提问她开始慌了 甚至都不敢看老师的眼睛 随后立马又想甩锅到女主身上 她认为肯定是顾芒在背后 嚼舌跟老师才骂她的 然而她并不知道 顾芒实际是传闻中的国一圣手 更是郁仲景崇拜的师父 郁仲景自知陆西威没有医德 于是毫不留情将她赶出师门 随后果决地走了 陆西威文言彻底崩溃 她之所以在医学界有这么高的地位 完全是依仗脑科第一人清传弟子的身份 如今却因为顾芒失去了一切 她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的 然而另一边 顾芒做了一整晚手术都快要虚脱了 陆成舟心疼媳妇 带她来到卧室让她好好休息 你去床上睡一会儿吧 我待会儿再送你回学校 顾芒拒绝提议 说自己睡沙发就可以了 病人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叫醒她 陆成舟给她拿来了干净的被子 于是她脱下帽子放好书包 准备在沙发睡一会 经历高度集中的手术 她一躺下就睡着了 看着少女甜美的睡眼 陆成舟心中泛起了爱的涟漪 离开留给二人单独的空间更为妥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顾芒被打进来的阳光给叫醒了 摩索着眼睛有些疑惑 哎呀 我怎么跑到床上来了 一个未成年的女高中生 却完成了一场难度细数五颗心的开颅手术 凭借着一根银针 就让全球顶尖的脑科专家都对她折服不已 这样拽炫酷的女主 男主的心脏就被她收入囊中了 经过昨天一整晚的手术 老太太的病情好了许多 休息了一下午的顾芒被照进来的阳光唤醒 她奇怪为什么自己睡在床上 明明刚才不是躺在沙发上吗 抬眼看了一下旁边熟睡的陆成舟 她并没有叫醒对方 只是轻声地下床 又跑到阳台打游戏去了 或许是听到了动静 陆成舟很快醒了过来 看着阳台这个样貌娇好的女人 她的心又再次沉迷沦陷 饿了吗 小朋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吗 我带你去吃东西吧 宠溺的眼神真的怎么看都看不够 饭后 顾芒还是担心老太太的病情 于是再次来到病房给她做针灸 熟练的技术无论看多少次都觉得震惊不已 可当众人都在看治疗过程时 观察力极为敏感的陆成舟 却留意到了顾芒的表情 治疗结束后 她忍不住询问老太太的病情 所有人都期待顾芒的答案 而女主却写起了药方 保养的好就三五年 保养不好就随时命丧黄泉 她心里暗自吐槽 针灸又不是什么宪法 可不能每次都能救下老太太的命的 随后她将药方私下递给陆成舟 要她按照这个方子给病人做调养 可递出去的只有立马被她抽了回来 心里暗暗想起之前的一笔糊涂账 陆绍 这次的枕筋我要的可是棉玉 陆成舟才想起来之前在拍卖会 两人出高价抢压轴品的事情 倾笑一声后让助理马上拿过来 心想媳妇可真记仇 得到棉玉的不忙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既然现在病情稳住了 她可不想在这里多逗留一分钟 于是直言自己高考要努力学习 让陆成舟有事别找她了 这话让男主听了汗言 学习 她貌似记得顾盲是高三倒数第一 哎呀 罢了罢了 不管怎么低 自己的媳妇怎么高兴怎么来呗 回到学校的顾盲一脸疲惫 从抽屉拿出枕头就要休息 啪打一声栽了下去 闺蜜走到她的身旁 这周六是家长会 我们俩可怎么办呀 顾盲本就不想参加什么家长会 打算到时候跟班主任请假得了 可闺蜜看起来忧心忡忡的样子 似乎十分看重这件事情 她并不想让闺蜜失望 于是起身从枕头下掏出手机 哒哒哒敲下了几个字 放心 家长会我已经有了适合的人选 从没上过一天学的少女 却考了全校第一 而她的成绩还是学渣教的 一次考试让她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可总有这么一两个恶毒的心机表 不想着怎么提高自己的成绩 而是想尽办法翻出别人的黑料 这天 女主顾忙因学校家长会的事出了趟远门 因为两人没有父母的缘门 她便直接找了自己的老熟人 此人是京城第一金牌律师江慎远 之前负责闺蜜负商一案的辩护律师 也是顾忙的好朋友 今天我来是想拜托你两件事的 第一是把之前伤害金阳的罪犯再次上诉 再关十年 第二是拜托你参加一下我俩的家长会 江律师本就不会放过那些罪人 早就着手准备二次上诉的事 如果不是他们的故意伤害 金阳也不会从小到大都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直到最近才能上学读书 江律师顺便问了一下家长会的事 以为他只是说笑而已 可顾忙斩钉截铁地表示 自己要陪着金阳一同考大学 江律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什么 以你的能力 我随便安排你去全国最好的法学专业即可 何必这么辛苦去高考呢 顾忙没有接受江律师的好意 说完正式就准备离开了 处理好一切后 他打电话给闺蜜报平安 还把江律师会参加家长会的事告诉他 闺蜜的心情顿时变好 他期待顾忙的回校 然而刚挂电话 他的麻烦就立马找来了 绿茶妹顾英自从被人抢了学霸的头衔后 就对金阳和顾忙怀奋在心 恰好顾忙今天不在 他便直接上前假意关心 真没想到你还能来学校学习 我以为你发生了那种事情 就再也没办法回学校了呢 这些话被身后的同学听到了 纷纷凑过来打听八卦 顾英表面拒绝闲聊别人的秘密 可他说的话却句句都与金阳有关 这样的做法让同学们更加好奇了 音音 你姐姐跟你的成绩也相差太大了 你爸妈真应该去验一下DNA才对啊 金阳不满他们在背后说顾忙的坏话 面对他们邀请他转到一般学习的事 他毫不客气的直接拒绝了 金阳不想再搭理这些无聊的人 抱着盆栽准备上楼去 然而顾英怎么会错过这样一个挖苦他的计划 于是假装扭伤了脚 直接朝着金阳的方向扑去 他跌坐在地揉着脚踝 金阳不好意思啊 我没碰到你的排便带吧 最后三哥自由为用力地强调 脑海中噩梦般的记忆席卷而来 金阳顾不得摔碎的盆栽直接逃跑 顾英见计谋得逞 于是有意无意地向同学们传递着关于排便带的秘密 金阳被刚才的插曲吓到了 他躲在卫生间瑟瑟发抖 从前的害怕再次涌上心头 那个漆黑无助的夜晚 那是他怎么样也忘不了的 此时手机传来顾忙发来的信息 他忍住哭泣打开微信 金阳 于是立马擦干眼泪整理情绪 我要坚强 不能让我的事情拖累了顾忙 绝对不能 身披无数马甲的黑客大佬考了全校倒数第一 不仅没有被人瞧不起 反而引得各路霸总都争相抢着要去他的家长会 丝毫没有觉得倒数第一很丢脸 这天顾忙带着金阳出校吃饭 迎接专门从京城赶过来开家长会的江律师 等一下我们就能见到他了 在天下局好好拒绝 两人刚走出校门 就撞见了专门等候在门口的男主路程中 他这次过来是想约顾忙出去吃饭的 顺便也能聊一下奶奶的病情 然而顾忙却表示自己今晚已经有约了 如果不介意也可以一起吃饭 路程周好不容易才能见顾忙一次 他肯定不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然而他们的每次见面都会被堂弟路阳给搅和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了出来 死皮带脸的也要跟着一起吃饭 路程周看了一眼车上的座位 表示已经满座没位置了 其实他就是想提醒路阳别跟着去 然而路阳就是个缺心眼的 没事 俺自己打车就行 晚上 大家在天下拘定了一个包间 路程周首先拉开凳子 把顾忙安排坐在自己身边 刚坐下又赶忙递上媳妇爱吃的甜点 这样的举动惊呆了路程周的兄弟们 这体贴的路少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高冷巴总吗 晚饭期间 众人不知怎么就聊起了成绩的问题 紫毛听说路阳这次考试进过了 居然还上升了一名 这样的祝贺差点没淹死他 路叔叔见儿子这样的反应 还嘲笑到底是谁比儿子还要差 此话一出众人都不说话了 顾忙插起一块甜点 倒数第一啊 是我呀怎么了 文言路叔叔知道自己闯祸了 他知道顾忙国一胜手的身份 这样厉害的人 成绩怎么可能会插成这样 于是赶忙转移话题也是尴尬 一旁的江律师扑痴笑出了声 这才知道原来顾忙让自己一个人 参加家长会是有原因的 一个全校第一 一个倒数第一 这脸面刚正回来就能丢掉 路程周早前不知道家长会的事情 一听到顾忙拜托了别的男人 心里顿时有些不悦 一个人给两个人开家长会多麻烦了 我明天刚好有空 我可以去参加你的家长会 此话一出惊呆了众人 就连见惯风波的顾忙也有些疑惑 怎么还有人上赶着要去帮倒数第一开家长会 然而路程周的态度非常明确 你的家长 我当定了 他是身披无数马甲的破产千金 却被亲人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就连如今买杯稍微贵一点的奶茶 都被舅舅指责不要脸傍上了富豪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女主顾忙只是一个不学无数的街头混混 而这里是名城最奢侈的商场 舅舅认为他绝对没能力消费得起 就在刚刚 吃完晚饭的路程周带着顾忙到商场买东西 因为女主答应让他作为家长出席明天的家长会 他的心情格外的好 倒数第一的话 作为家长应该会被老师叫过去谈话 那他以后就可以用成绩当理由 郑大光明去学校见媳妇了 然而就在结账之时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突然跑出来 对着顾忙一顿责骂 小贱人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种地方也是你能消费得起的吗 顾忙忙着玩游戏 根本不想理会来人的挑衅 见他无所谓的态度男人气愤极了 上前就想动手打人 他的这一举动惹怒了顾忙 称再惹自己 他是不会客气的 说完带着金阳转头就走 可男人依然不打算放过他 想要问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帮大款了 然而手还没碰到女主 就被男主抓住甩到一边 麻烦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 我在哪里跟你有关系吗 我的消费也不需要你担心 舅舅不相信顾忙自己有能力赚钱 他自以为是的认为男主肯定就是他的拼头 男人的态度让陆成舟不得不怀疑 这人真的是顾忙的舅舅吗 毕竟两人的人品相差的也太多了吧 我想了想 上次给你的二十万报酬也太少了 给你加多一个零 凑够二百万好了 他的话不仅肯定了顾忙赚钱的能力 也直接打脸了舅舅的小肚鸡肠 顾忙不想在这多待一秒 只想赶紧离开 临走前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对舅舅告诫一句 舅舅 人呀 往往却什么才会强调什么的 这话无一在讽刺他刚才嘲笑顾忙棒大款的事 舅舅想要再次冲上去教训这个不听话的外甥女 然而陆成舟直接拦住了他的去 你的嘴巴如果还是这么不干净 下次就不是摔一跤这么简单了 帅气霸总第一次追妻 镜尚赶着要先给媳妇当爹 倒数第一的家长会投衔 自降身价也要挤进去 他双手插都站在媳妇身旁 这超高的颜值羡煞旁人 本次高三的适诗大会 按照成绩名次进行排队 京阳作为全校第一 示意顾忙自己先带着将律师到前面排队去 而他和陆成舟则慢悠悠排到队伍的最后面 今天的安排比较简单 家长和学生需要一起走红毯过红色拱形门 然后签名写上理想的大学名字 见很多学生都是挽着家长的手 陆成舟心里的小算盘力马打的劈啪响 然而顾忙直接无视他的提议 闷着头继续往前走 要追欺哪有不吃苦 这时候不主动啥时候主动 于是他没有征求顾忙同意 直接上前牵上他的手 虽然不抗拒但总有点奇怪 陆成舟见他没有甩开他的手 便知道自己的判断没错 于是将手改为食指向口 牵着小娇膝继续往前走 他们的动作被远处的舅舅和绿茶妹看到 惊讶顾忙什么时候跟陆家人关系这么好了 男主的六叔是教育局的厅长 他曾多次想邀请他吃饭都被拒绝了 舅舅之前将顾应塞到明城中学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陆厅长的儿子 如果他攀上了这层关系 自己的地位也就有了这一般的飞跃 顾应早就对此布局好了一切 要毁掉顾忙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 他知道灰发女喜欢陆阳 而陆阳总跟在女主身旁 他只要激起了灰发女的极度心即可 果不其然 灰发妹趁着校长在讲台演讲之际 跑到了演播室打算作妖 他撑自己的眼睛丢了过来找 成功地把工作人员骗了出去 呵呵顾忙 这都是你逼我的 只见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U盘插入电脑中 此时校长的演讲准备结束 接下来是回顾学校的历史环节 趁此机会宣扬教学理念 然而画面中却赫然出现了顾忙小时候的影片 他周围的环境和身上的伤痕 瞬间引起家长们的大声议论 正义感爆棚的马甲大佬 却被人诬陷成不学无数的街头混混 不仅让舆论逼迫他转学 还让他承认自己曾经做过的恶行 要不是为了陪闺蜜读书 顾忙是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要踏足学校的 而这次他依旧为了闺蜜 认下别人对他的冷嘲热讽 照片一经放出来 在场的家长掀起了一顿热议 扬言这样打架斗殴的学生必须退学 有人认出来这是二十班的固忙 陆阳看不惯大家的指质点点 指责他们这是道德绑架 然而一旁的陆叔叔却劝他别多管闲事 这样的情况越是吵闹 就越会激起家长暴躁的情绪 陆叔叔表明了自己教育局厅长的身份 并保证会跟校长一同调查这次事件 一部分家长听到了厅长的保证也冷静了下来 然而还有一部分家长却想将此事闹大 趁此机会偷拍顾忙的照片 男主陆成舟见状赶紧阻拦 并通知公关团队处理此事 让所有传媒网络无痕迹的瘫痪一小时 他虽然不知道内情到底如何 但陆成舟相信顾忙当初被教育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安慰着顾忙 称自己会尽全力把事情压下去 顾忙对他非常的感激 但其实他根本没将这件事放在心里 金阳担心顾忙的情绪 赶紧跑过来询问情况 顾忙 毕竟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还是由我来解决吧 可顾忙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金阳好不容易能过上一点正常的生活 他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将他内心的伤疤再次揭开 江律师认为如果不诉说实情 那么要将伤害降到最低就只能转学了 然而还没等顾忙开口 陆成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不希望顾忙受到一丁点的委屈 可顾忙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宁愿和金阳转学 也不想对此做出解释 可金阳实在忍不了这口恶气 这些年顾忙因为自己已经背负了很多了 他没有交代的话 那自己就站出来给一个交代好了 而他是真正的受害者 勇敢面对一切 自己才能真正的跨过这道看 于是金阳勇敢的走向舞台 大家好 我是高三二十班的金阳 早前顾忙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 他不是坏学生 如果他那天没有打人 我想我应该早就死了 因为一个变态的强奸犯 五岁女孩从此就要与排便带相伴一生 本以为努力生活就能淡忘过去 没曾想因为两个绿茶的阴毒算计 将过去的痛苦再次展露在众人面前 为了不让各位家长误会 顾忙是打架斗殴的不良少女 金阳勇敢的站在舞台上面对大家 坦言自己肚子里的钢肠器官全都是人造 过去的十一年里 自己一直都要与排便带作伴 在金阳五岁的时候 一次好心的帮助让他成为变态强奸犯的玩物 不仅对他拳打脚踢 还非人道的破坏了他所有的钢肠器官 如果不是顾忙的及时出现 他或许早就被那个人给杀害了 听到这里 顾忙闭起眼睛不忍看金阳的发言 因为只有他知道 当时五岁的金阳眼睛里到底充斥着怎样的绝望 顾忙只希望他能好好度过余生 可社会对弱者并不包容 幼儿园里的同学都因此事嘲笑他 如果不是顾忙一直保护着 或许自己再也没有勇气站在这里 对于金阳来说 顾忙一直是自己阳光般的存在 说完了这一切 金阳感觉心里终于舒坦了 这是他第一次有勇气站出来面对自己 江律师让他不要害怕 他会准备好所有的保密协议 今天的事情绝对不会传出去 可金阳觉得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他才是那个受害者 有错的应该是那个罪犯才是 既然现在我们的事情解决了 那么他们也应该有所交代了 此时校长和班主任也闻声感来 今天突然出现的影片非常古怪 顾忙需要到演播室查看情况 校长在出事后就已经派人检查了影片的情况 才发现电脑中了病毒 想关都关不了 顾忙平静地坐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敲着键盘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病毒就被他解开了 而此时他轻易得就能找到对方的定位 借助隐萌的资源 他很快找到了黑客的身份 黑客当初收到了一个女高中生的请求 让他做了这个病毒 但事后又怕麻烦 于是在交易的时候偷拍了这个女生的照片 软轻轻 这笔账我们慢慢算 世界隐萌组织的黑客大佬竟遭人算计 有人试图用黑客技术毁他一生 谁知他反手一个定位追踪 仅一分钟时间就将幕后黑手翻了个底朝天 当顾忙知道陷害者是他时有些疑惑 因为他平日里跟软轻轻并无交集 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他了 软轻轻当面对质 软轻轻 你自己看看这照片上的人到底是不是你 照片中人虽面戴口罩和帽子 可眼角处的黑质却十分明显 软轻轻内心忐忑 他知道自己这回闯下祸事 但此事他只要死不承认 就没人能坐实这件事 可一旁的顾忙冷声一笑 称自己手上还有另外的照片 是露脸的 随即便打开手机做出查看动作 软轻轻立马慌了 一气之下竟说出了当时自己根本没摘口罩的事 顾忙本来就是炸他的 那位黑客其实只拍了一张照片 软轻轻这才反映过来是中了顾忙的奸绩 而他万万想不到的事 顾忙刚才竟把他所说的事都录了下来 这下证据确凿他再也不能抵败 顾忙希望校长能按照校规秉公办理此事 今天本是高三的动员大会 软轻轻在学校大型活动制造恐慌 情节严重 需要开出学籍 一旁的江律师似乎不太满意这样的结果 他伤害了顾忙和金阳的名誉隐私权 不打官司官橘子里势不罢休 软轻轻已经吓得泪流满面 祈求大家放过自己 他根本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于是贵求顾忙希望他能原谅自己 顾忙知道事情虽然是他做的 但肯定还有另外的帮凶 因为他不可能查出来十几年前发生的细节 软轻轻这才想起来有顾应这回事 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 他把所有事情合盘托出 称是顾应告诉他的 因为顾应极度顾忙抢了他的笑话头衔 极度金阳抢了他的年纪低 并把当时在楼梯间 顾应故意泄露金阳有排便带的事情说了出来 只因当时自己暗恋陆阳 而陆阳总跟在顾忙身旁 他心生极度这才想出要曝光他们黑料的想法 顾忙听后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软轻轻在学校全部师生面前澄清此时 将前因后果交代清楚 顾应和软轻轻之中总得走一个人 顾忙给了他半小时考虑清楚 是他自己走还是顾应走 可一个做错事的人总是想把惩罚降到最低的 顾忙原以为半小时后会等来软轻轻的决定 然而来校长似的竟是自己的舅舅 原来软轻轻找了舅舅求情 让他帮忙说服顾忙放过此事 舅舅为了得到软家一个承诺 这才气冲冲过来威胁顾忙 可这是关金阳 伤疤已经再次被人揭开 那么做错的人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面对舅舅的咄咄逼人 顾忙还是坚持之前所提出的处理方法 看他由言不尽的样子 舅舅还试图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攻击顾忙 顾忙是你的亲妹妹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 然而在顾忙心里亲人就只有弟弟一个 他丝毫不肯松口 舅舅 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落在我的手上 就得遵守我的规矩 因为一个童年痛苦的噩梦 五岁女孩便摘除了所有的钢肠器官 本想平静生活重新开始 却又因绿茶的极度再次掀开此事 如今证据确凿绿茶妹还死不承认 还利用家族的关系威胁女主平息事件 可顾忙是吉尽州最厉害的顾家家主 他又怎会松口放过恶人 要么顾应走 要么阮青青走 你让他们自己选吧 舅舅之前答应了阮家帮忙求情 可顾忙愣是阮应不吃 本以为他会顾着大家的亲戚关系给点面子 如今却被他搞了一身骚 因为没完成阮家的任务 舅舅彻底把这个家族给得罪了 顾忙知道舅舅不会不管顾应 那走的人肯定就是阮青青了 他就是要两人狗咬狗 第二天 学校就此时发出了通报 所有同学都知道了阮青青的恶行 在背后窃窃私语讨论他的人品 阮青青本就觉得冤枉 如果不是顾应的蓄意挑唆 他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心里的怒火盖住了平日的冷静 于是冲上前一巴掌扇了过去 顾应 这是你欠我的 打完人后就怒气冲冲离开了教室 同学们不满阮青青的做法 而本就在追求顾应的男同学就更加义愤填膺了 觉得顾应被打实在太过冤枉了 顾应趁机将柔弱形象贯彻到底 主动承认是自己的过错 称自己不应该向阮青青提起姐姐的事情 没想到他竟心生歹念去查过去的事 说到此处还泪眼汪汪的 随后还装作心痛不已的样子跑出教室 这番操作让所有的同学都替他布置 然而跑出去的顾应立刻就换了一张嘴脸 刚才被打的那一巴掌他总是要讨回来的 于是快步赶上了出去的阮青青 他的一声也还了他一巴掌 你最好搞清楚情况 我舅舅既然选择得罪你们家 你就应该知道我们是你惹不起的 阮青青真后悔听信了顾应的话 被他利用完现在还被开除了 可人家却开心的当了甩手掌柜 脏事全是别人来干 看着他这得意洋洋的样子 阮青青却突然冷哼一笑 呵呵顾芒可不是好惹的人 他肯定也不会放过你的 顾应听后背后一凉 要不是顾芒不肯放手 舅舅也不会因为此事大骂他一场 既然顾芒惹不起 那金阳他还是搞得定的 既然顾芒最在意的是金阳过去的事 那他就更要传扬出去 于是他联系了全市影响力最大的几家媒体 将事情一五一十全交代了个遍 于是半小时后 所有的热搜榜全是当年侵害案的相关报告 不仅把当年的所有细节再次刻画 就连金阳就读的学校和他的样貌全部被曝光 这下真处碰到了顾芒的底线 顾应你这是在找死 熟读律法的少女却知法犯法 不仅单手掐紧亲妹妹的脖梗 更是将人半截身子都推到了栏杆外 只因妹妹恶意散布了闺蜜的传闻 要不是老师们的及时感到 顾芒是真敢动手处理了顾应 上次金阳事件在全校面前曝光后 江律师已经让在场的人都签了保密协议 可恶毒女胚却不满这次害人的结果 反手就把事情报给了媒体 打得顾芒猝不及防 如今当年女童虐待案再次闹得人尽皆知 让金阳的生活不断被扰乱 顾芒知道这次不给顾应一点教训 这样的脚屎棍就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他凌冽的眼神盯得人害怕 温生的语气说这最甚人的威胁 今天若是再不吸取教训 那以后世上还有没有顾应这个人 那可就另说了 顾应满眼透出无尽的恐惧 紧张的苏玛感遍布全身 他是真相信顾芒会做出那种事 尽管事后面对老师的训斥 他也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转身潇洒地离开 金阳的案件本就是江律师负责的 得知案件被曝光后 他立马打电话给顾芒商议对策 原本顾芒只打算将施暴者再判个五年 可事情既然已经闹大了 那也不怕再大邪 引起社会的关注越大 法官判刑时才会更加慎重 顾芒知道最新法律有所修订 在新法律条例中 有精神并不可成为杀人犯保护伞这一条 他建议江律师可以从这一点直接切入 这一次顾芒要的结果 是施暴者的死刑 一周后便是开庭的日子 江律师开局就用新法律打投证 有律可疑自然也就料想到结果 等审判长最后公布施害者判处死刑后 这个案件才有了最圆满的结果 今天陆成洲也参与了开庭听审 他专门为了这个案子提前找好了媒体 等官司结束后再在媒体上澄清案情 这位是京城电视台记者宋涵 属于顶级记者的级别 不轻易为普通案件做跟踪报道 可不曾想送记者竟然也认识顾芒 这让陆成洲不禁感叹小姑娘的真实身份 我只给你半小时 我还要回去做乖学生上课呢 好的大佬 我马上给您做专门采访 看着两人不客套的对话 陆成洲起来要再次调查顾芒身份之心 这里离自己的住所不远 于是打算先安排他们到那里做采访 当顾芒和金阳得知去的是喜宫时 他们有些惊到 小茫茫 你被人偷家了吗 为什么陆总的家 也在喜宫 高冷霸总化身舔狗追妻 妻还没追到就把人往家里拐 更是一番体贴后照顾到了自己的床上 顾芒万万想不到 他的新邻居竟然是暗恋他许久的陆成洲 当他听到要去的事喜宫时就已经十分诧异 毕竟以他的身份 肯定要住喜宫里最贵的房 可那都在自己名下 而唯一的可能就是如金阳所说 他的家被人卖了 一番了解后果然如此 原来之前顾芒把其中一套房子给了好朋友 而朋友刚把房子拿到手就卖了 可当时他是真不知道买主是陆成洲 早前为了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顾芒已好几次故意梳理他 谁知道现如今进城了邻居 喜宫内 金阳与宋记者在客厅做着采访 顾芒则站在落地窗前 前两天你班主任给我发成绩单了 这成绩得继续努力啊 可顾芒看起来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陆成洲以为他是因为不喜欢学习才这副模样 顾芒看向金阳 看样子应该还要等一会 他称自己有些累了 于是向陆成洲借了一间房间休息 男人拖着塞盯着他看了很久 看着田径安睡的女孩 心中不由产生了一个想法 回想起之前顾芒的舅舅对他的态度 以及金阳事件曝光后 不忙就忙前忙后的 年纪小小却要如此坚强处理这么多事 他的心不由空了一秒 于是拿起手机联系兄弟帮忙做点事 多给雷家十点半个 他们也就没心情搞这么多幺蛾子 于是兄弟很快落实了他的计划 下午雷舅舅被通知等待了许久的职位被人抢了 上头称空降过来的是京城的一个小辈 这位置早就已经内定了 这时候来人 莫不是你得罪了秦家的人才会这样 舅舅实在想不出自己做了什么事 况且他不认识秦家的人啊 怎么得罪啊 得知舅舅收到惩罚后 陆成舅心情都好了不少 他趁晚上的时间回了一趟京城 经过顾忙的医治和调理 奶奶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多 已经可以坐起来看书了 可奶奶却抱怨起陆成舅来 不满他为什么这么久才会来看他一次 陆成舅健壮也调皮起来 做出一副要我走那我就立刻走的模样 吓得奶奶立马呵斥 你给我坐下来 见奶奶这次让自己回来应该是有事要说 可他没想到奶奶说的竟是顾忙的事 原来之前虞书在奶奶旁边吹耳旁风 说了顾忙不少的坏话 不仅打架都还进了劳教所 成绩还是全校倒数第一 陆成舅这阵子总往那丫头身边跑 奶奶就猜到了他的心思 然而陆成舅并不是好人的 这种在背后说人坏话的行径 他最是不满 于是吩咐仆人以后 都不准虞书再踏进陆家一步 奶奶原本以为孙子跟虞书感情很好 还等着抱他们的曾孙子 可陆成舅却表示不着急 并告知奶奶顾忙的一些事迹 虽说这小姑娘背后有这么多的曲折 可人家毕竟是她的救命恩人 况且陆成舅的袒护之心已经很明显了 奶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男人看着天上的满天星 才分开了一下午 她好像又开始想念顾忙了 然而被思念的人却丝毫没有这样的苦闹 回到宿舍到点就洗洗睡了 只见顾忙单手抓着床梁 一个跳跃就翻上床去 这行云流水的动作 看得小迷妹一愣一愣 哇我的偶像 旁边的白衣女孩却提醒道 你的偶像不是圣天王吗 她最近好像在筹备新歌 下部的人正在热烈讨论着天王偶像的八卦 而上部的人看着消息略显胡闹 这位天王的邀约要不要抽空去一趟呢 学校倒数第一个女高中生 竟是全球顶尖脑科专家的师傅 而曾经跟自己叫板的恶毒女孩 还得叫她一声失足奶奶 可如今却为了医学研究经费 不得已重出江湖跨行做编舞老师 连震惊娱乐圈的标舞天王 都对她五体投地甘拜下风 女生宿舍内 室友在热烈地讨论着圣天王出新专辑的娱乐八卦 而顾芒则在苦恼拒绝这位天王的邀约 正当芒子马上发出知识 却收到了闺蜜喊群的信息 小茫芒你的徒弟来找我要钱了 说是研究经费已经燃尽 这话让顾芒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死老头用钱怎么那么快 之前给陆成舟奶奶做手术 不是赚了五千万的吗 闺蜜一顿解释她才知晓 原来之前因为恶毒女故意给老太太换药 郁仲警觉的丢脸 就把她踢出自己徒弟名单之外 现如今没了那个挂名徒弟 金主爸爸自然也就不给投资了 这早的顾芒一个头两个大 眉头都不眨一下 就给徒弟赚了一个亿过去做经费 现如今轮到自己没钱了 这不怎么情愿干的活也得接了 于是她答应了给盛厅做编舞的事 一周后 顾芒按照要求飞往京城影视城 她早就替盛厅的新专辑编好了舞蹈 原本她打算在路旁栏个低事再过去 可鹿承舟突然出现在了顾芒旁边 今天鹿承舟刚下飞机就看到了媳妇 还以为是她的错觉呢 虽然不知道顾芒为何突然在这儿 可秉承着时刻要将媳妇耳管回家的心 鹿承舟邀请她可以到老宅休息 并用给奶奶做副茶当借口让她留宿 没曾想顾芒却一口拒绝了 称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等办理好了再给老太太做检查 没等到媳妇满意的回答 鹿承舟肉眼可见的没心情了 想知道媳妇的行踪却又不敢开口 下午顾芒独自一人来到京城的摄影城 一进门就看到盛厅与助理在门口等待 这两年不见你越长越漂亮 顾芒称自己赶时间 拍完了还得做自己的事 于是盛厅热情地给顾芒待遇 有你这位顶级编舞师出马 我这回的编辑肯定能大卖特卖的 摄影棚内 编导演正在指挥着棚内的设备搭计 盛厅热情地给编导介绍着顾芒 一听说眼前这个小女孩竟是盛天王的编舞师 编导的下巴都要惊掉了 早就听文顾大编舞的舞感超于旁边 不仅野心带感热辣不断 爆发力还十足的强 当年盛厅就是凭借顾芒的编舞一举成名 一跃成为一线唱跳天王的 可自从顾芒有意隐退后 他鹤立鸡群的风格就再也没有人能超越 众人一提起是盛天王的编舞师 大家都立马get到了顾芒的舞蹈实力 倒是一点吹牛逼的成分都没有 我顾姐的实力可扎实了 就在两人讨论曾经的传说之时 顾芒早已换好了衣服来到摄影棚 这冷冽的眼神和热情的红唇 冰与火的碰撞让气质本就高冷的顾芒 增添了些许的距离感 当心爱的媳妇穿着演出服务与情敌和拍恩力 曾经清心拐欲的霸总是正面夺妻 还是低头认输呢 陆成舟万万没想到 顾芒除了真酒出神入化外 就连舞蹈都这么令人陶醉 曼妙的身姿 勾人心弦的眉眼 陆成舟恨不得自己冲上去跟她跳 今天在京城的机场偶遇不忙后 她就整天心不在焉魂不守舍 一直微信顾芒什么时候结束 得知媳妇要她六点在京城理事城接她 陆成舟提早了三个小时就到达了现场 可看到的却是顾芒跟娱乐圈舞王盛厅的MV拍摄 自从顾芒由陆叔叔推荐给奶奶看病后 她就意识到媳妇的本领并不止于真酒 可没想到就连舞蹈都跳得这么淡然 响彻整个摄影棚的音乐律动 张弛有力的手部动作 对看的眼神极致拉丝 让他们看起来就是一对项链已久的爱人 舞蹈最终定格在顾芒回头的那一刻 众人纷纷感叹顾神的实力 这效果太完美了 盛厅这次的MV没买断 我的名字就到着写 可面对夸耀 顾芒还是那个冷漠非常的样子 小芒芒 你帮了我一个忙 我今晚请你吃饭怎么样啊 顾芒拍摄后就看到鹿承舟了 于是他拒绝了盛厅的约饭邀请 鹿承舟见媳妇穿得有些凉爽 体贴地给他盖上自己的大衣 临走前还忍不住给盛厅甩了一个挑衅的眼神 示意自己的圣者姿态 盛厅不禁有些落寞 而小助理在他身后吃着瓜 忍不住对比了一番 就连他也觉得鹿承舟好像跟顾芒更加相配 而这件事的女主角却对此毫不知情 我不是很冷 你把衣服拿回去吧 话落的下一秒 你怎么接上娱乐圈的活了 是缺钱了吗 顾芒不以为意地甩开他的手 称只是帮一下盛厅的忙而已 自己顺便赚点外款 他把衣服还给鹿承舟 大不留心地前往更衣室换衣服 独留鹿承舟花痴地看着自己的手 媳妇的小手可真软 晚上顾芒到鹿家老宅给老太太复查 正经工作的样子着实迷人 这让初次见他的老太太也一改之前对他的印象 并让他今晚留下来吃饭 一个白衣女子突然闯了进来 承舟我错了 上次这女人背着他在奶奶面前说顾芒的坏话 他已经下令让他不能再踏进入家一步 陆承舟没有给他好脸色 甚至当面下了逐客令 老太太皱眉不悦 瑜伽是专门带他过来缓解关系的 可这小子却绷着个臭脸 顾芒见情形不对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于是称自己要赶今晚的飞机 现在就得走了 陆承舟见媳妇要走 他也不想待在这儿 两人回到机场的时候已经凌晨了 陆承舟觉得太晚就没有送顾芒回学校 你们老是说你这次又考零分了 以后每周末过来喜功补习功课 我亲自教 顾芒觉得他有些以功谋私的意味 又给我补习 又接送拉手 现在还给我你家的卡 于是心里有了一个猜测 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媳妇前一秒才跟顶流武王和拍MV 下一秒又给富二代情敌的妹妹看着 曾经无欲无求的爸总也瞬间着急了起来 趁着两人在机场独处的时间 就赶紧向媳妇表白 我喜欢你喜欢的不能自拔 喜功是我名下最贵的房子 以后主卧的房间只留给你 可少女接过房卡后无奈怂怂间 对不起叔叔 我才17岁 听到这句话 让陆佳佳主路成舟第二次吃了个哑巴亏 可她还是愿意当这个备胎 毕竟顾芒迟早会长大的 自从见过媳妇穿着演出服跳热辣舞蹈后 她的脑子里全都是顾芒的身影 忍不住每分钟就发一次微信 询问媳妇正在干什么 凌晨三点 顾芒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 又接到了陆成舟的连环夺命口 我才刚洗完澡 又有什么事情吗 衣柜里早就准备了你的浴袍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好的我知道了 你赶紧休息吧 老茶党怎么跟我爸一样 那人家想你了能怎么办 记得关好门窗 晚上做梦也只能梦到我 次日清晨 顾芒好不容易睡着 又被一通未知来电吵醒了 她本来就是一个有起床气的人 于是不耐烦地接听了电话 你最好有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 不然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打电话的人是秦放的堂帝 曾经听说顾芒的医术很好 还治好了陆家的老太太 这次打电话是希望能请她帮忙 整治她妹妹的 而报酬方面肯定管够 挣钱的事顾芒从不会耍性子 毕竟她还要给她那位 七老八世不争气的徒弟搞研究经费呢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秦家老宅内 顾芒被带到了一位少女的房间中 秦老夫人指着床上的人破口大骂 你看看你妹妹根本就是沉迷游戏 生病什么的就是借口而已 你直接把她绑到学校不就得了 秦瑞并没有理会母亲的话 只是转头对顾芒说 自己会带着母亲出去 让她放心给妹妹治疗 然而床上的少女依旧沉迷看着手机 顾芒并没有跟她说一句话 只是先观察她的行为 随后拿出手机休闲地坐在沙发上 也玩起了同款的游戏 只见她的手机传来游戏胜利的特效音 这才引起了网瘾少女的注意 为什么你的级别能这么高 能不能带带王 于是两位网瘾少女在房间里开黑了三小时 少女对顾芒的技能佩服的五体投递 这才向她打开心扉 说吧你想问我什么 顾芒看她的样子就了解了个大概 你最近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焦躁 熬夜失眠 而且大姨妈也不是很准时 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少女有些惊讶 可这种私密的事情应该也不是她猜出来的 她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 坦言自己的大姨妈已经半年没来了 而现在这副鬼样子也因为长期吃药导致的 她觉得人生非常枯燥没有意义 母亲的控制让她感觉到窒息 不仅偷偷看她的日记 就连兴趣爱好 也要按照母亲的喜好来准备 少女称自己的偶像是舞王盛听 她的舞蹈劲爆充满活力 她追求的就是那样的生活 可母亲却觉得盛听的舞蹈是混混才会跳的 听到这里 顾芒就已经找到了治疗少女的办法 她拿出昨天跟盛听一起跳舞的视频递到女孩面前 这是你偶像还没发布的新MV 就先给你一堵为快乐 这澎湃的律动瞬间吸引了少女的眼球 里面跳舞的那个女孩是你对不对 全科满分的学霸小天才 却因有一个极强控制欲的母亲沦为了网瘾少女 每天玩游戏17小时不肯上学 还因为母亲不给她跳舞而自杀了86次 可这样极端的问题少年 却因跟女主顾芒玩了一把吃鸡就彻底治好了 不仅乖乖听话吃药界网瘾 还配合女主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针灸治疗 自从上次顾芒治好了陆家老太太的病后 她高超的医术水平被个大豪门所得知 京城豪门之一的秦家不惜花重金 都要请到顾芒来给网瘾妹妹看读 谁知顾芒却带着少女先在房间里开黑游戏8小时 经过一番了解后才得知 原来秦家妹妹这副精神微米的样子 全因为她那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不仅经常偷看日记还限制她的爱好 甚至还剥夺了她喜欢明星的权利 而顾芒刚好就是她偶像的好友 为了能让少女配合治疗 她拿出前几天自己跟圣廷拍的MV 这热辣的舞蹈和强有力的律动 瞬间吸引了少女的眼球 更是让她直接粉上了与圣廷合拍舞蹈的女孩 少女开始疑惑顾芒的身份 你到底是明星还是医生啊 告诉你也可以 但必须先配合我治疗 文言少女乖乖地伸出手臂 可上面却展露出一条条猙獰的伤疤 有些已经结痂愈合了 可有些伤痕的边缘还呈现红肿 顾芒答应她只要配合治疗 就给她送一批圣廷的签名专辑 经过一小时的针灸 顾芒下楼开好单子递给秦放 一日三次肩服两天即可 哥的立马应下称会监督妹妹喝药的 可一旁的秦母却对女孩的病情毫不在乎 一来就问女孩什么时候能上学 在她的眼里 女儿的成绩似乎比健康还重要 顾芒没有给出好脸色 而是质问秦母是否知道女孩自残倾向的事 秦母立马否认 怎么可能 就是不让她跳那种奇怪的舞蹈 这就有轻生的念头了 顾芒并没有多说什么 临走前好心提醒道 我只得了毕竟干支不了自杀 你们要不想她死 那就管好你们自己该管的 放手你们该放的 为了第一时间能够磕偶像的CP 全科满分的天才学霸 竟给成绩吊扎的不良少女当跟班 不仅为了她转学到了差生班 还戒掉网瘾从此不在义 而他俩的相遇 只因学霸探了少女的一条舞蹈视频 顾芒没想到自己帮人看个病 还能收获一个小名妹 一周后的二十班 迎来了一位从未跌落过神坛的学霸 大家好 我是秦瑶芝 她是京城豪门孙辈里唯一的女孩 从小就是个公主 却没有公主病 她这次转学就是因为顾芒才来的 这个让她对生活重燃希望的人 芒姐 这是我给你带的好吃的 你看你都饿瘦了 一旁的路阳有些疑惑 为什么两人会认识 前面的小胖子也加入了群聊 杨哥 你之前认识新同学的吗 路家与秦家在京城 都是数一数二的豪门 两家在生意上也有往来 所以小辈们也都基本认识 路阳深知秦瑶芝的学霸体制 这次她转到差班生 下次考试肯定就有好戏卡了 因为秦瑶芝是连她那学生妹妹都考不过的学霸 今天下午是班里的自习课 同时也是盛听新MV发布会的日子 大家都趁老师不再关起门窗偷看直播 专辑的效果如盛听预测的一样 顾芒的舞蹈实在是太过惊艳 主持人果然提问到了MV中女主的身份 其实大家对她的舞蹈并不陌生 因为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就是由她全权创作的 虽然她上次没有露脸 但却是让圈内人都纷纷赞叹的顶级编舞师 谢谢你顾芒 你永远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盛听的这句话瞬间引起了班内同学的热议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告白呢 顾芒的身份被曝出后 引得其他班的同学都过来围观 天啊 咱们明城中学也太有排面了 顾芒跳舞居然这么厉害 之前她处事也太低调了吧 一时间顾芒差声的风评瞬间扭转 旁边的小迷妹更是疯狂暗示 上次治疗的时候答应我的签名 啥时候有呀 顾芒get到了她的心急 于是指了指后面垃圾桶的快递箱 路阳 你有空就把那箱子里的东西拆了分给大家吧 路阳以为是顾芒买来的零食 然而当她拆开后才大为震惊 我去 这竟然是盛听的新专辑 而且还有亲笔签名 这简直不要馋死隔壁班的同学们 反正都是签名 先多几分手也不会废掉 就当她敌我那些辛苦废好了 小迷妹兴奋得都快哭了 甚至带头磕起了顾芒和盛听的CP 然而传闻还未传起来 这对CP的头号黑粉就已经出现了 作为顶约舞王的情敌公开向媳妇表白 就算是无欲无求的霸总也瞬间坐不住 一旁的朋友还幸灾乐祸 称赞两人新拍的MV称得上郎才女貌 刚看到绯闻热搜的第一时间 路程周就赶紧给媳妇打电话关怀备致 小茫茫 哥哥给你准备好吃的巧克力怎么样 他舔狗式的追击方法惊待了一旁的好友 崛起手机赶忙调侃 你怕不是看到热搜 担心某人被顶流明星抢走吧 朋友故意朝着路程周电话的方向大声叫喊 被电话那头的顾芒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刚才给我打电话 又是关心我睡眠情况 又是送明牌巧克力的 我可以当作这是你吃醋的行为吗 路程周推开八卦朋友 直接承认自己确实吃醋 顾芒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回答 沉默片刻后还是路程周自己打破尴尬 你记得好好休息 过两天周末我接你来喜功帮你补习 巧克力等周末再吃吧 一番甜蜜通话后终于挂断电话 子发男认真询问路程周 看到盛厅跟顾芒传出绯闻 是不是真的不会吃醋 路程周回想起当天他们拍摄MV的情景 虽然他不确认顾芒是否喜欢自己 可看他当时对盛厅的表现 他也能笃定顾芒肯定对盛厅没有好感 另一边 顾芒挂断电话后准备回教室上课 然而突然传来弟弟的微信提示音 姐 我这周休假回来找你玩 顾芒淡淡一笑 这段时间他被顾芒送到一个地方进行魔鬼训练 每天都得控制饮食 实在太过痛苦了 顾芒赶紧给他夹肉 那你吃多点补补吧 路程周早前就听说军区来了个小屁海 人狠话少实力还不赖 他真没想到竟是顾芒的弟弟 顾四看到路程周的脸就嫌烦 上次就是他们一堆男的过来搭讪 你到底过来是干什么的 两人见状一起回答 一个说是偶遇 而另一个却说补课了 路程周见状赶紧找他 称自己是过来给顾芒补习 顺便中午一起吃饭 路四一惑极了 姐姐啥时候成绩差的需要人补课了 话说这男的怎么老现殷勤 难道他的姐姐被人偷嫁了 当高稳爸总遇上了姐姐空 追妻之路又是否能一帆风顺呢 路四回归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姐姐顾芒聚餐吃饭 没曾想却遇到了路程周这个电灯泡 不仅对姐姐关怀被指 还明目张胆当着他的面签小手 这怕不是姐姐被人偷嫁了吧 回到洗工后 顾芒第一时间脱掉帽子 准备到浴室先洗个澡 路程周露出浅浅一笑 顾芒终于对他不再这么客气 他告知柜子里有准备好的干净衣服 见姐姐离开后 顾四蹭的一下胯上沙发 霸气将手插在腰间 坐下 我们谈谈 他的语气非常霸道 势必要捍卫姐姐的所有权 路程周坐到茶几上 视线与顾四平齐 你想谈什么 我的年纪虽然小但不妨碍我保护我姐 以前拎包买东西都是我出面的 从来都没让我姐受过泪 她双手还凶一脸质疑的样子 所以我并不觉得你们配得上我姐 顾四虽然长期在兽营训练 但她也知道路程周的身份 虽说是一个权力极大的豪门世家 可姐姐在她心目中胜过攀附任何权贵 她一口气说了很多话 路程周都只是默默听着 等她说完她才回复一句 所以呢 顾四下马威下完了 她这才提出要求 让路程周不许欺负顾芒 要给她知道姐姐受欺负 那就等着被她揍吧 路程周非常欣赏顾四的说话风格 并保证以后肯定会好好对待顾芒 按照顾四以前的性格 路程周今天坐在顾芒身边的时候 她肯定会揍她 可看到姐姐也默认了 这个男人的牵手行为 她这才把这口气忍下来 路程周把一杯果汁递到她的面前 关心顾四在兽营的训练 然而顾四对这种普通难度 挑战的训练营放在眼里 路程周提议她可以安排一个 比兽营更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路家的红蝎训练基地 此时顾芒已经从预示出来 红蝎训练基地是出名的魔鬼部队 能进入里面训练的人 都是拔尖的作战人才 想要变得更强大 那红蝎肯定是不二之学 路程周一提红蝎 顾四就被她收买了 并表示自己会帮小舅子安排好一切 明天就可以到训练基地报道 顾芒看弟弟一脸兴奋的样子 便默认了路程周的提议 殊不知小宅子心中有着另外的盘算 等我变强之后 路程周要是敢欺负我姐 那就揍死她 一个从没上过学的女高中生 却是神秘且有实力的国际荣誉设计师 然而低调不显山路水的她 却被恶毒女配偷了设计 这个月 因为班主任接下了学校圆档往会的任务 必须在班里选出一对人马 与隔壁实验中学进行才艺PK 此消息一出 班里的同学纷纷表示不干了 这不是送上门给人羞辱吗 隔壁中学的学生不仅成绩优异 就连艺术班都是国家级别的 实力如此强大 这可怎么比 然而班主任无奈摇摇头 表示已经向校长极力抗议过了 奈何学校也需要看教育局的脸色 看来这个任务必须得接了 于是纷纷想起前几天盛听MV的事 连顶流武王都认可顾芒的实力 如果这次能由顾芒担任负责人 那他们还有赢的机会 顾芒本不想掺和这种事 可同学们一个个凑到跟前 又是捏肩膀又是拜托拜托 王姐 请你救救孩子们吧 顾芒无奈只能答应下来 下课后 他们找了一个一体中心准备排练 顾芒早已编排好舞蹈动作 练习了一下午 终于赶上了元旦晚会的进度 同学们都瘫软在地喝水休息 可是陆毅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们的舞蹈虽然是排练好了 但没有准备服装 而且听说隔壁队伍 还找了整个专业的设计团队 来设计演出服 你说的是那个周新唐吗 听说他实力强大到 被皇家艺术学院破格录取了吗 天啊 年纪轻轻没高考就保送了 那他设计出来的服装应该很好看吧 秦瑶之摸着下巴提一刀 如果能请到蓝亭的设计师来设计对付 那他们绝对赢定了 但陆毅马上否决了这个建议 毕竟对方是国际级别的咖位 又怎会屈尊过来做学生晚会的对付 一旁的顾芒突然啪的打了一个响指 没问题 蓝亭由我来联系 这言论惊到了同学 不敢相信顾芒说的是真的 晚上 顾芒拿着铅笔在画本上比划了许久 但依然不满意上面的礼服样式 生气之下就把他撕掉扔进下铺的垃圾桶 此时手机响起了提示音 是邀请顾芒参加年末系列设计师大赛的通知 顾芒看了一眼手中的对付设计稿 这还没画完呢 这次就不参加了 一旁的马维女经过门口 在垃圾桶留意到了一张画由礼服的草稿 上面的设计令他产生了些许心动 于是赶忙拍下图片发给了某位设计师 唐姐 这个设计稿比我们设计的要好看多了 周星唐对比了一下自己的画作 这完整度和设计水平都比自己高了许多 于是心中产生了另外的想法 既然被扔进了垃圾桶 那他真正的设计者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神秘且有实力的国际荣誉设计师 竟然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女高中生 然而低调从未露过面的她 却被恶毒女配超习了设计 事后被揭发还死不认证 反而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殊不知披上马甲后的顾芒 才是她跪地求饶都来不及的存在 时间很快来到了联欢晚会的这点 各大名校的学生都聚集在明城歌剧院 这场小小的校园比赛 不仅吸引了国际设计师协会会长的目光 更是连顶级造型师都清零现场 而他们过来的原因 全都是来给女主顾芒称场面的 此时教育局厅长连同协会会长 已经到达了现场 因为顾芒多层身份的原因 陶会长并没有称呼他为巨神 而是简单的打了声招呼 顾芒立马一回 谦逊的低头说了声陶会长好 可这样的举动引起了陆成洲的注意 再次对顾芒的神秘提起好奇心 突然一声明亮的叫喊打断了众人的对话 小芒果 我在这儿 他是娱乐圈顶级造型师萧涵 这次是专门过来给顾芒的团队做装造的 马上就要到演出时间了 顾芒将衣服递给陆成洲后 就跟随萧涵到后台准备化妆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背景 某人的醋坛子打碎了一地 一旁的好友瞧了一眼他的神情 小芯一询问道 人家萧涵只给顶流明星做服务设计的 这会儿你不吃醋吗 陆成洲神情恢复如常 该是我的 一个也跑不掉 随着会场的人越来越多 陆成洲也都赶紧如常找好位置 然而一旁的绿茶妹又嫉妒了 刚才聊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 凭什么不忙能让这么多大人物陪着他 我一点也不比他差 顾英极度不甘心出风头的人 是自己从小的死对头 于是作为钢琴伴奏的他 趁大家在布置舞台时 悄悄从兜里拿出一把工具刀 如果他的手受伤了 那就弹不了钢琴 顾英宁愿自己的手受伤 也要破坏顾芒节目的完整性 可这个想法很快被人发现了 顾芒双手环胸严肃警告他别再惹事 要是你小动作还这么多 我不保证你这次的伤 会是永久性的 顾英也是个实时务的人 奸绩被揭发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主持人上台介绍 学校晚会正式开幕 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 有舞王盛听的御用编舞 是给我们带来的动感舞蹈 大家掌声欢迎 只见顾芒身着一身亮片 露齐景深服出现在C位 充满律动感的节奏 扇子卡点式的张合 让整个团队散发着青春活力的气息 引得台下的学生纷纷变成星星人 大喊老公做应援 开场舞结束后 接下来的节目是另一个 有看头的人物所带来的 随后舞台音乐变得柔和 一群模特身着滑服 从替台缓缓走来 台下同学们的评论瞬间反转 周星堂的设计也太酷辣了 之前看的什么舞蹈 瞬间成了渣渣 本在休息的顾芒也瞬间愣了神 而他并非因为服装的出色所惊艳到 陆成周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此时设计师协会会长 匆匆跑过来询问 我还以为这是你匿名参加放上去的设计 怎么会被人偷了 那晚设计的不太满意 就随手扔到宿舍垃圾桶了 陶会长深知顾芒的设计能力和风格 他都无语死了 那你现在的手稿都被人偷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看着舞台上高谈阔论发表感想的小偷设计师 顾芒只是淡然一笑 能怎么办 当然是砸场子了 这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恶毒女配 偷了别人的设计还反咬一口 自己没有实力还要上台装逼 面对原作者的当面质问 静口口声声说原作者才是抄袭者 只因随手丢弃的一张设计惨导 没想到引发出国际最严重的抄袭事件 顾芒刚比赛完学校的舞蹈演出 就发现自己的设计作品竟被人偷了搬到台上 而同学们都纷纷赞叹恶毒女配设计的服装 才是这次联欢晚会最令人瞩目的存在 此时他正在台上发表设计感言 我一直觉得国风元素非常优美 所以尝试了把12张文的元素放进设计里 想不到会有意外的收获 顾芒雄鹰般的眼神盯着上面的人 他犀利的目光让周星堂不可忽视 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逐渐失去心中的底气 顾芒从来都是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性子 他直接戳穿恶毒女配的恶性 没想到我扔掉的稻子 竟被女误出这么大的道理 此话一出 狗仔记者瞬间秀出了八卦的味道 赶紧咔嚓咔嚓记录撕逼大战的开端 顾芒的话虽然简短 但让人瞬间明白他想对峙的目的 不是吧 周星堂可是最有潜力的新人设计师 刚才的服装怎么可能是他偷来的 底下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 唯独周星堂一言不发 这稿子的确不是他的原创 可抄袭并不是小事 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悬崖 况且手稿在他的手上 就算顾芒是原创 也没有办法证明 他直接否认自己是抄袭者的事实 这份设计稿是我耗费几个月才完成的 你凭什么说我的设计是偷来的 顾芒依旧淡定非常 双手环胸指出了设计的来源 这正是蓝亭新季度的12万项传说系列新品 刚才设计的风格跟这个系列的新品是互相呼应的 这个系列还未上市 仅仅是因为最后一件作品还未完成吧 众人都知道蓝亭品牌在国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可顾芒随口就说出了蓝亭的秘密 这不禁笑掉了学校领导的大牙 想都没想就直接判定顾芒在说谎 陶会长在一旁为顾芒打包不平 周新唐的实力根本设计不出来这样的风格 可顾芒反倒安慰陶会长不要生气 见他不着急的样子 周新唐再次果断否认抄袭门 甚至嘲笑顾芒冒充他人都没做过功课 凡是设计界的人都知道 蓝亭品牌的设计师是位年轻男性 然而说曹操曹操就到 他口中所说的男人进清零现场 男人是蓝亭的执行总裁 他的到来并不是来指正顾芒冒充的 而是来揭发恶毒女配的谎言 只见男人弯腰说着抱歉 巨神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就在踢场子之前 顾芒早已给对方发了信息 让季恒把那前11件衣服的设计稿发给他 可季恒不放心顾芒独自面对 这才亲自过来证明身份的 他把iPad递到顾芒手上 顾芒拿出设计稿件和海报 这铁证如山的证据一出 不用再过多解释都知道谁在说话 周新唐在台上无话可说 内心忐忑不安煎熬不停 狗仔立马拍下重磅的营误 过曹 顾芒原来真是蓝亭的设计师 而原来季恒只是代替出面的一个工具人 事情真相大改后 秦瑶之第一个站出来给顾芒撑腰 要求刚才诬蔑顾芒的孝领导出来道歉 这狗障人士的人最会见风使度 看情况不对 孝领导连连朝着顾芒鞠躬道歉 瞬间忘记刚才恶言相向的嘴脸 而周新唐也在众人的要求下公开承认恶行 他心有故干 可奈何证据已然百出 就算不情不愿的也还是到了钱 可顾芒看穿了他的态度 光道歉可不够吧 周设计师 马术高超奇数精湛的女高中生 却被恶毒情敌的一根针给算解了 而对方还卖惨妆柔弱谎称只是个意外 殊不知追求女主的男主角向来都自带见察眼睛 多看你一眼 就算我陆成周永远只配做顾芒的舔狗 结束学校的联欢晚会后 马上就进入了元旦假期 而顾芒因为学习成绩差的原因 被陆成周明里暗里说要补席的事坑进了喜功 处理完上次抄席门事件后 陆成周第一时间就想带顾芒出去放松 秦放在明城西郊买了一个马场 明天才开业 去玩的都是平时大家认识的 说话间还不忘牵起了顾芒的手 自从两人住在一起后 这陆成周就时不时的凑过来 还越来越喜欢动手动脚 顾芒最是怕麻烦 听他说明天人不会很多 他也就勉强答应下来了 明城西郊马场外 秦放作为东道主在门口迎接宾客 首先过来的是瑜伽小姐虞书 他之前就因为在陆老太太面前说顾芒的坏话 被陆成周知道后发了好大一顿脾气 这回他过来庆祝自己开业 等一下碰到顾芒 真不知道两个女人会摩擦出个什么火花 虞书奉上贺礼后 就不自觉跟秦放聊起了陆成周和顾芒的事 昨晚上我都听说了 那位周星堂设计师的前途被顾芒直接给毁掉了 听闻只要蓝亭品牌在设计界一天 周星堂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日 这顾芒可太狠了一点 秦放都对他无语了 这明明就是周星堂先抄袭才造成的呀 自己没实力还诋毁顾芒 这应该叫自食其果才对 秦放本想替顾芒再解释一番 抬眼就看到陆成周和顾芒已经到了 于是就没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虞书这次本想着趁这个机会 能好好跟陆成周培养感情 谁知一转眼 就看到他牵着别的女人的手 这可把他内心的嫉妒心给勾了起来 瞧着顾芒也只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女高中生 根本就配不上千亿豪门的陆家 既然已经来到了马场 又怎能不给秦迪下一个下马威呢 顾小姐会骑马吗 既然来都来了 不下场比一下都没什么意思 顾芒本来就是个马术高超的人 他自然是不屑于直接开大碾压别人了 况且他也不想在陆成周面前过多暴露技能 于是称自己只是灰一点 婉转地拒绝了虞书的比赛邀请 然而虞书怎么会放弃这个羞辱秦迪的机会呢 只是玩玩而已吗 这有什么的 旁边的琴放一脸的吃瓜表情 他跟于书也算是青梅竹马 知道他从小就跟着他爸爸生活在军区 最擅长的就是骑马和射击 这怕不是要在陆成周面前争口气才这样做的吧 于书见顾芒对自己提出的比赛不感兴趣 提出了加注比赛踩头的建议 顾小姐 不如这样如何 我用市值一个亿的限量级马沙拉币限量款作为踩头 如果我赢了 那我就将这辆车送给你 怎么样 顾芒本来对这种小儿科的比赛提不起兴致 但听到赢了有跑车 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他选了一匹毛色鲜艳的唇鞋马 于书一看他选马的眼光 就自以为顾芒是个马术的门外行 内心疯狂窃喜 这种唇种马虽然很贵重 可也性也是大的很 呵呵 如果马在比赛时突然发疯了 那段一条腿也算是给他的一场教训吧 媳妇上一秒爆出国际荣誉设计师的马甲 下一秒又奇数精湛让人大开眼界 将曾经高冷看不上女人的霸总也顺利收入囊中 然而女主的高光时刻总有绿茶药作药 同样暗恋陆成周的于书急于在马场上战胜情敌 竟不惜一针刺马 可偏本是不大御马技术又差的要死 最终落得个万人弦的下场 西郊马场内 于书应看不惯顾芒被陆成周捧在手心 他到底哪里好了 一个乳秀未干的臭高中生 不仅能让堂堂陆家三少为他出头 现在还亲自带他选马 于是恨一生 打算在接下来的骑马比赛时压一压顾芒的风头 由于顾芒一眼就相中了那匹毛色纯正的纯鞋马 陆成周内心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他让人取来手枪 打算在马比失控之前立马将他放倒 他那位七沙马的架势下的情放差点尿不失都要湿透 大哥 那匹马我花了一千万买回来的 射死了咋办 陆成周冷不丁地瞥了他一眼 我说的是麻醉枪 比赛正式开始 规则是绕马场三圈 谁先回到这个位置就算谁赢 他们找来了马场工作人员作为裁判 只见哨声一起 两匹马同时蹦出 于书本以为自己赢定了 谁知顾芒的马跑在外圈都能掀他一个头 而且对方的表情游刃有余 丝毫感觉不到慌张是个新手 我去 顾芒的骑术怎么那么厉害 这马也姓南逊 我上次骑他都差点把我摔死 他一边赞叹顾芒的技术一边又偷瞄陆成周 陆成周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可手上发颤的举动暴露了他的内心 顾芒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骑马了 距离上次出风头还停留在上一次 而他已经把于书甩出了八百米开外 丝毫没把这位从小在军区生活的专业人士放在眼里 可于书是不可能认输的 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根银针 直接刺入马的后臀以刺激马的神经 刺入的瞬间马匹速度立马提了十倍 然而受伤的马十分难控制 导致顾芒的马匹也受到了惊吓 陆成周见情况不妙 他已经举起麻醉枪做射击姿势 可顾芒毕竟是隐蒙组织的人 有着极强的临时危机处理能力 只见他扔掉头上的帽子 一个跳跃翻身跃于马匹上方 在利落的落于马背上 他边骑马边俯顺马的心情 乖乖 我们继续完成比赛 只见他抓紧缰绳一个跳跃 随着哨声再次吹响 比赛结束 然而于书却被落在了后面 因为突然受伤的缘故 马匹不受控制 将他整个人甩到了地上 他这回真切地知道死字怎么写了 大声呼喊陆成周救他 殊不知男主都是自带绿茶 鉴别系统的 他丝毫没有理会于书的求救 转身就去追随媳妇的身影 于家毕竟是交好多年的试驾 于是秦放简起路成周扔掉的麻醉枪 对准马匹碰了一下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看到顾芒手心已是通红了一片 他心疼得不要不要的 一把搂过媳妇就要带人去医务室包扎 可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 顾芒还是想要在这事上 为自己讨回公道 于书躺在地上装柔弱 顾小姐 成周 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顾芒可不容许绿茶在他眼底下不停蹦的 他走到马匹身旁拔出银针 刷的一下扔到了于书身旁的空地上 于小姐 玩不起就不要玩 马的命也是命 想死也有很多种方法的 少女一夜之间成了娱乐圈 令人赞叹的顶级编舞师 凭借绝美的样貌 和强硬的实力征服顶流舞王的幸福 更是引爆出国际荣誉设计师的马甲后 没有证据就造谣女主是潜规则上位 被爆出来的身份全都是没有实力的营销丑 可顾芒从来不是好惹的人 立马急招舞王本人当场辟谣 强硬要求造谣者公开道歉 连旦小假期结束后 顾芒和小伙伴再次聚集畅聊近日去世 情瑶之叽叽喳喳分享着偶像近期的动态 卧槽芒姐 我们内部粉丝群说梦听今天在隔壁中学拍戏 等会放学我们也过去搓热闹呗 然而顾芒上次在马场伤了手后 鹿承舟就千叮万主让他别随便乱跑 而且盛听是自己多年好友 他在隔壁拍戏又有什么好看的 可作为盛听头号粉丝的情瑶之又怎会放过这个机会 你去的话我包你一年蜜唐芳的甜点怎么样 一听是包年 顾芒立马做出OK的手势 答应得比谁都快 放学后 实验中学的门口堵满了不同学校校服的学生 还有的同学边跑边抱怨老师今天下课下的晚 顾芒吃着雪糕在门口观望 情瑶之首吃百万战姐必备摄像机 然而看到人满为欢的校门口后 他感觉就算拿千万级别的摄像机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青阳担心顾芒的手会被人群挤到 建议今天还是先回去休息 反正盛听会在这拍一个月呢 然而正当他们都打算回学校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刺耳的嘲讽声 呦吼这不是顾芒吗 传闻不是说你就是盛听的御用编舞师吗 怎么今天被人抛弃了 得低声下气过来排队观看 绿毛和棕毛嘲笑顾芒人设崩塔 纷纷觉得他编舞师和设计师的身份是营销捏造的 两人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棕毛甚至还拿出手机直接在网上发微博内涵顾芒 两人一唱一和说的跟真的似的 顾芒忍无可忍 直接将手上喂吃完的雪糕精准投射 啪的一声甩到棕毛脸上 道歉 我手滑 两人恼羞沉默 更加大声地谩骂顾芒不要脸 秦瑶之认出绿毛是上次的抄袭者周星堂的未婚夫 这次的针对恐怕就是蓄意报复的 顾芒瞬间一回 呵呵 要骂人就直说吗 听你的语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抄袭的人是我吗 绿毛被顾芒的话气得心肝疼 压制不住内心的火气想要冲向前去揍人 然而一旁的棕毛按住了他的肩膀 全哥别理他 你看微博的热搜都炸了 微博上的人都在说顾芒当上盛厅的御用编舞师 全靠的床上功夫 那些不正当交易得到来名头 我们才不在乎呢 绿毛认为未婚妻的名声被顾芒毁了 这次自己也要用舆论毁掉他 顾芒淡定看了一眼他们所说的热搜 思考片刻后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两个挑逝的人还插着腰不怕是大 呦吼还想打电话叫金主来打我吗 真的好怕怕 然而下一秒 当圣厅本人出现在两人面前时 他们立马耸得跟两只包了壳的乌龟似的 你们不是很多问题想要问吗 现在我的金主都来了 你们不说话是怎么回事 低调隐藏实力的少女被爆出多重马甲后 竟被有心人造谣诋毁他天才设计师等 龙玉都是靠钱规得上位才得到 更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微博进行抹黑 事后不仅没有真心悔改的歉意 还口出狂言说不怕女主找人来打他 然而当造谣的正主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却一个比一个的怂 我跟顾芒师认识了三年的好朋友 他的确是能力极强的天才 当我的御用编舞师都是委屈他了 网上的谣言你们不澄清也没关系 我的律师团队会跟你们号到底 有了盛厅本人亲自证实 一旁的同学们也都清楚了 微博上的事都是谣言 纷纷录持绿毛和综毛思想不道德 拿起手机就要将两人拍到网上进行曝光 周边不断的声讨让他们感觉到了压力 要是他们再不道歉 怕是真要被警察给抓走了 无奈之下绿毛不情不愿的说了声对不起 随后扭头就走 急匆匆的消失在了人群中 盛厅好不容易才见到顾芒一次 知道他最近缺钱投资 于是来钱给导演看过他的照片 让顾芒客串一个角色赚点零用钱 然而顾芒有些迷茫 毕竟他没有演过戏 盛听称这次拍摄只在周末 而且是个白月光形象 其实只要他本色出演就行 时间很快到了周六 导演组的人聚集在了学校的天台 顾芒身穿一套深蓝色学生短裙 泪眼婆娑神情委屈 嘴里不停喊着求饶的话 你放过我吧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黑发男子 怪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只相信死人才不会说半句话 随即男子将顾芒一把推下了门 少女眼中充满着绝望 嘴里救命的旧字还没说出口 就已经掉了下去 随着顾芒啪哒一声落在了安全气垫上 导演立即竖起拇指大声赞叹 实在演得太逼真了 我都看不出来他这是第一次演戏 简直是天才 盛听的助理赶忙跑去扶他 嘴里都是对他的赞美之词 一旁的盛听有些好奇 你之前不是对演戏没兴趣吗 刚才那架势连我都感动哭了 顾芒拍了拍粘在衣服上的灰尘道 现在我也没什么兴趣 只是答应了我就肯定会做好了 他把发布摘了下来 自顾自的整理着头发 丝毫没有留意到一双深情的眼睛在背后凝望着他 盛听的眼神无法落开分毫 因为顾芒努力工作的时候实在太过要远 他就像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 吸引着他不断靠近 盛听想趁这次相遇再次邀请顾芒吃饭 然而在看到不远处的陆成洲后 顾芒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 反而走到陆成洲的面前分享着今天的拍摄情况 看着两人像一对恩爱情侣聊日常的画面 盛听的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说话的语气是这么温柔 是从未对自己展露过的一面 难道他真的是来晚一步了吗 顾芒因拍摄的原因穿的是夏季校服 而今天的天气有点冷 陆成洲特意给他拿了一条棕色围巾帮他围上 两人之间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产生点粉红泡泡 男人宽厚的手拉着顾芒离开 你这几次又是拍MV又是拍戏 是想进入娱乐圈吗 顾芒很直接的说出自己只是因为没钱 才过来赚点生活费 一听到钱 陆成洲心里乐得跟开花似 因为他穷的只剩钱了 你要不要考虑当我的私人医生 工资随你开 说完还真拿出自己的手机 并告知顾芒手机转账的密码是930930 顾芒拿着他的手机倒过了几个数 一年一个亿怎么样 本以为陆成洲会拒绝这个金额 没想到他没有犹豫片刻还真转账了 这操作也是没谁了 顾芒似笑非笑感叹道 您可真是平易近人了 少女一举成名曝光了设计师和编舞师的马甲 不料她的成功却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人前不仅诋毁她靠钱规则上位 人后还聚众唯独想要动用私刑 上次阴盛厅出面当众辟谣 绿毛诋毁顾芒不成功反而心生怨怒 她本想替失去设计资格的未婚妻报仇 没想到被顾芒当众侮辱 事后她不仅不服气 还打算在顾芒独自回宿舍的途中 找人将她教训一顿 此时几个男的拖着铁棍朝她走来 顾芒先是环顾四周查找监控 当看到来人后 她挂掉电话打算独自解决问题 呵呵顾芒 你不是很牛逼吗 我看你今天被打断手脚 还怎么做设计师 怎么在台上跳舞勾引人 顾芒看这架势就知道他们准备做什么 可脖子上还围着上次路程中送给自己的围巾 这可不能弄脏 于是她把书包和围巾都放在了一旁的空底 顾芒时刻都做好备战姿势 她本来就是隐蒙组织最厉害的成员 对付这种毛都没长齐的高中生 简直是绰绰有名 绿毛再也接受不了顾芒对她的挑衅 扔起棍子就朝她回去 然而棍子还没碰到对方 捧火就先吃了顾芒一记高梯头 绿毛让紫毛赶紧拿出武器跟她一同对付 结果抡出去的棍子不仅被顾芒死捏住 就连紫毛的刀也被她顺利挡了下来 顾芒抽出棍子给了绿毛一拳头 三两下就把三人打得趴到地上 皎洁的月光照在顾芒的脸上 她却没有一分的害怕 可这却吓坏了刚才还嘴硬要教训她的警人 她本想收手不再追究 然而学校的保安文生及时赶到 看到顾芒手里拿着棍子就先入为主 以为是顾芒先寻衅姿势为欧同学 于是保安将一行人都带到了警局 绿毛的父母是区里有点权势的集团老总 她指着顾芒的鼻子不停谩骂 还扬言自己肯定会把她告到牢底坐穿 然而顾芒却双手还凶悠然自得 对于这种小场面她根本话都不想再多数 警察在一旁安抚着女人不要生气 证据还没查出来就说要将顾芒拘留积压 然而班主任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警局 几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你觉得事情还能有什么反转 况且现在监控拍到什么还不一定呢 证据没有就想关人吗 可是警察就是一个墙头草 直言重伤的学生就已经能证明是她先打的人 绿毛母亲还得理不饶人 趁此机会还要让顾芒赔偿他们巨额医药费 反正附近的监控她早就派人毁掉了 这次罪名 这个女还是肯定跑不了了 顾芒看她们一副嚣张的样子就猜到了情况 于是她扯了一下班主任的手 小夕 把你手上的电脑给我一下 班主任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着什么料 只见顾芒一拿到电脑就霹里啪啦一顿操作 原来她直接黑掉了实验中学的安保系统 复原了被删除掉的监控录像 她拿起电脑对着众人 这样的证据 你看是否能定罪啊 绿毛母亲根本想不到顾芒居然真能找到证据 此时陆成舟恰好赶到 手里还拿着一袋子东西 警官 这东西可是我跑了老远才找回来的 上面肯定是有伤人者的指纹吧 然而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 警察依然觉得是顾芒防卫过大 就算不是她先寻衅声势 但把人中伤也还是不对的 顾芒淡定一笑拿起其中一样武器 警官 看看这把凶刀 你觉得我有没有资格 告他们一个杀人未遂呢 男高中生带刀霸凌同学 竟得到警察开口维护 路锦把受害人抓进了橘子 还要诬陷女孩防卫过大 以权谋私要把罪名全推到别人身上 幸好贴心霸总找来关键性证据 顾芒拿起那把锋利无比的凶器 你说 故意杀人未遂 要做多少年劳呢 市立家长本想删掉监控 就能逼迫女孩认罪赔偿 殊不知他竟是令国际文风丧胆的顶级黑客 电脑上一顿操作恢复事发监控 啪啪打脸狗腿警察和男孩家长 杀人未遂情节严重者 是要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现在证据确凿 你儿子就洗好屁股准备坐牢吧 男孩家长瞬间慌了神 刚才还止高气昂 一副要吃人的架势 现在就耸得跟吃小狗似的 这只是几个孩子矛盾打架 这跟杀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陆成舟本来就看不惯一家的所作所为 这可是道 谁能保证你儿子用来干嘛的 这件事还是由法官来定夺吧 此时将律师火急火燎赶到警局 刚进门就拿出一份律师函 直接起诉一撑等三名学生杀人未遂 不忙在刚进警局就给将律师打了电话 一得知消息的他紧急从京城飞到了这里 刚准备走的不忙 瞥见一夫人还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他顿住了脚步 对了 听说你儿子是全市第一市吗 那又怎么样 这可不是你这种学生能相提并论的 顾盲冷哼一笑 放心 他很快就不是了 随后转头跟班主任说道 小夕 全国优秀教师评选 今年记得填报一下 我这次给你拿一个第一让你威风威风 除了警局外 陆成舟的醋坛子终于忍不住打碎了 你怎么把江慎远从京城叫回来了呀 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来找我 他在看见江律师的第一眼就已经极度心爆棚 明明自己就在他的身边 可顾盲出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他 这让他感觉自己在顾盲心中的地位岌岌可危 顾盲似时察觉到了他的情绪 解释他只是下意识想靠自己解决问题 而他每次有法律上的事情 都是让江慎远出面处理的 我只是习惯依靠自己罢了 顾盲认真解释着事情 希望陆成舟不要误会他和别人的关系 看着他语无伦次说了许多话 陆成舟心里瞬间不弃了 他轻抚着顾盲的发丝 我知道了 我们回家再说吧 他贴心地给顾盲拉开车门 顾盲也礼貌地给他道了声谢 你跟我的关系是不需要说些的 陆成舟认为自己提顾盲做的所有事 他都可以理所应当地接受 第二天一早 顾盲照常回到学校后 可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趴在桌子上睡觉 竟然破天荒地拿出卷子完成作业 这一怪异的举动引起了校霸的担忧 盲姐 你不会是被打傻了吧 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你在写作业 没什么 就是这次争取在联考考个低 为报答小习对我的知欲之恩而已 然而说曹操曹操就到 习老师站在班后门呼叫顾盲 小茫茫 一辰的爸妈找到学校来了 说要见你 不过你不想去我也可以帮你解决 可老师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盲打断了 这肯定得去啊 送上门要谈条件的小肥羊 不载他们一些可惜了 世界隐蒙组织的黑客大佬 竟被人聚重群殴 不仅扬言要将他打成残废 还要让他身败名裂 没曾想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反被打成重伤 还要背负杀人未遂的罪名 不想受苦的三人更是找来了父母祥谈和解 希望能够以一千万的赔偿让盲姐撤诉 一千万就想买断杀人未遂的罪名 这三个人的前途也未免太便宜了点 你们还是用这些钱请个好律师吧 说完盲姐转身就走 一称父母立马就慌了 询问顾盲到底要多少钱 才肯放过他们的儿子 毕竟自己儿子的前途跟钱比起来 还是儿子更加重要 顾盲也是快人快语 直言要求对方给出三家公司市值的五分之一 一手交钱 一手撤诉 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跟他们慢慢好 但是市值五分之一的金额过于庞大 这也不是一称父母一家能决定的 他先给另外两家父母打去电话 得知顾盲都已经把法院传票寄到家里了 这一看就是想要跟他们应到底的结封 他也就一个儿子 是不可能让他前途近乎的 看着顾盲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他无奈只能答应他开出的条件 早答应不就没事了吗 具体事项我会让律师跟进的 处理完围殴事件 顾盲终于能腾出时间来好好复习功课了 距离联考只有十天 他叮嘱金阳专心复习 不用担心自己的事 一旁的子发女告知 这次全国联考不仅规格可以比你高考 还会特招一批偏科特长生呢 消息引起了顾盲的兴趣 这次定要好好考试 争取给小夕拿下优秀教师的荣誉 很快来到了全国联考的那天 所有学生面对考试都严阵以待 唯独顾盲闲得在考卷上画乌龟 本次考试时间为两小时 可顾盲竟然在拿到试卷后的十分钟内全部写好 还因为实在做着无聊提前交卷 这次联考的难度实在太大 考完出来的学生纷纷开启了吐槽模式 有人欢喜有人愁 金阳只希望这次千万不要考杂 等他看到成绩公布的时候 他一直绷紧的闲才松了下来 顾盲看到闺蜜考了这么高分也很替他高兴 然而绿茶妹又来作妖了 刚得知成绩就炫耀自己的名词 盈盈你可真厉害 能考这么高分 男同学瞥了一眼正在吃饭的顾盲 阴阳怪气的说道 我们盈盈一直都用好成绩说话 不像某些人 只会在窝里哼 顾盈直接顺势走过去意图挖苦一下顾盲 姐姐 要是你查到成绩了记得跟舅舅说一声哦 不过你只要考上三本 应该也就够了 反正能考上三本应该也是你的上限了 顾盲看见他就不耐烦 就像只苍蝇一样嗡嗡叫 顾盈看他眉头紧撞 内心不知道有多开心 你不会是因为爸妈把遗产全给我 所以才对我心怀嫉妒吧 他本想再继续稀落不忙 可下一秒竟被他摁到了桌上 嘴里还被他塞了一个大鸡筒 遗产那点子钱就留给你买辣条好了 我不稀罕 还有 谁说你那成绩就是连考第一了 难道妹妹没听说过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吗 少女遗考成名曝光了自己全科学霸的身份 连考满分创下全国历史新高 瞬间啪啪打脸曾经嘲笑她是学渣的狗头 然而她的成绩却遭到了全校失声的质疑 极度新顿是促使绿茶妹妹实名举报 尹德警察和教育局纷纷到学校进行作弊调查了 殊不知一项考试零分的盲解 竟是多年前就隐藏身份的满分大佬 全国联考结束后 明成中学校园论坛全被有关分数的帖子占了榜 更是有人八卦顾英顾盲两人的分数对比 同学们都认为顾盲即便是武王盛厅的编武师 但常年零分始终还是比顾英略低一筹 而状元竟是他们一直看不起的顾盲 绿发男立马质疑教育局刚公布的成绩 就连刚听到此消息的顾英也吓得手滑扔掉了杯子 音音你别担心 顾盲这肯定是作弊才得的满分 我这就实名打电话举报他 绿发男花了大价钱请营销号将顾盲以前零分的成绩发出去 制造出舆论压力让官方过来调查 顾英装作一脸担忧觉得这样子太过分 实际上内心已经窃喜了上万遍了 这种级别的考试要是被查出来作弊 后果不是进考就是坐牢 然而作为这件事情的主人公却还在悠然地趴在桌子上睡觉 校爸真没想到空分大佬竟是自己的同桌 此时班主任满脸忧愁地出现在了教室 顾盲你出来一下吧 我有事情找你 联考检查组的人过来说要查你的成绩 但老师一定是相信你的 可顾盲反倒安慰班主任 你放心 我说过让你拿国家优秀教师 说到就会做到 学校会议室内 联考组的人反复观看着顾盲考试的画面 认为考试十分钟就交卷 这答题速度远超于旁人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就判定顾盲就是作弊 此时顾盲来到了会议室 校长给他介绍了坐在前面的两位联考组人员 联考官指着屏幕上的监控录像质问顾盲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答题速度这么快吗 因为题目太简单了 可联考官根本不相信 拿出了顾盲往年的考试成绩 认为他之前一直都是零分 这次全科满分的水分非常大 多少分得看我的心情 联考官觉得他这个说法很不可靠 直接认定顾盲在全国联考作弊 听到这话顾盲就不干了 作弊可是要拿出证据的 证据呢 联考官已经怒火中烧 你以前的卷子就是最好的证据 两人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着谁 一个没有证据 一个不屑于解释 习老师劝顾盲把卷子重做一遍 这样就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可顾盲直接拒绝了习老师的提议 认为自己已经考过了 而且他们的确没有证据 他是不可能再考第二次的 顾盲不肯再考 让联考官更是印证了心中想法 他双手还凶冷笑一声 我看你是不敢再考吧 一个零分学渣也敢装满分学审 他轻烈的语气激怒了顾盲 刚想上前硬刚之际 教育局的陆厅长竟然带着上一任 全国教育部部长闪亮登场 天啊 这位也可是引领全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跨时代人 校长认为他的出现也是来调查顾盲作弊事件的 然而谭部长倪进会议室 居然先跟顾盲虚寒问暖 小茫茫 这大半年不见就不认识我了吗 紧接着顾盲毕恭毕敬地朝着谭部长鞠躬问好 老师好 女孩七岁就已经学完大学的课程 参加高考一举拿下全科满分状元的名头 多年来他一直伪装成学渣 然而一次实力展示再次夺下满分的他 却赢考试只做了十分钟考题就提前交绝 被无信是学渣作弊充当学霸 引得联考官和警察纷纷对他展开作弊调查 幸好教育局部长挺身而出为他证明 当众拿出十年前存档的试卷 这是顾盲之前的满分存档 大家可以尽管查验 这份试卷一出 啪啪打脸考官和校长 全国唯一一个考满分的状元 当年竟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而这个人竟然还是被他们死咬质疑的作弊学渣 考官对比了两份试卷的笔记 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于是提出质疑想做时顾盲的作弊案 然而顾盲却淡定表示自己会写三十种不同的字体 平时作业都要看心情洗 当然字体也要看心情换老 他将要拿起七岁时的那份试卷 这种字体可是满分专用 下午经过教育局严格调查和教育部大佬的证明 立马发微博还顾盲的清白 还公布了全国的两位满分大佬 都是同一个人的爆炸信息 盲姐的威名再次传遍全校 校爸看着自己同桌竟是学霸也没告知他 内心有些郁闷 盲姐你怎么开挂了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这么厉害干嘛还要当学渣呢 只见顾盲淡定拉开椅子坐下 因为对的答案只有一个 错的我们慢慢变 这霸气的发言引得校爸更加异议 秦瑶芝看着偶像洗脱作弊罪名 蹦蹦跳跳抱着临时过来庆祝 明天就是个大学校过来提前招生的日子 顾盲询问金阳是否已经选好 然而金阳却意外地让班主任 把自己面试资格给删掉 只因他一心想选的导师是江慎远 而他是出了名的分属严苛 校爸不禁感慨学霸的世界他不理解 江慎远的课程都是本硕连读的 而且他是法律界有名的律师 每次选学生都只会选择省状元 所以报读他的课程需要十分优异的成绩 金阳如今虽然分数很高 但是距离省状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顾盲安慰他不要慌 表示还有时间能准备高考 这期间自己也会全力以赴帮他上分的 很快到了第二天 是个大名校到校选拔学生的日子 然而作为全国第一的顾盲却关掉手机 躲在校园的角落默默站着 秦瑶芝表示顾盲可以多看多学 反正全国第一也不愁去除 此时一个中年男子朝他们走来病地上人一天 他是京城大学医学系的教授 过来只是想认识一下顾盲 并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顾盲看他为人和蔼可亲并未拒绝 他本就对医术针灸很感兴趣 表示自己以后也可以跟他一起探讨中医学术 然而此时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 突然也朝着顾盲的方向走去 有人认出他们是有名的医学组织 这气势汹汹的看样子也是想招揽顾盲 可来人开口就是一副很不爽样的 你就是传闻中的全国状 顾盲吗 女孩全科满分拿下两次全国第一 联考创下历史新高一举成名 刷新同学对他学渣身份的另一个认知 各路大学都争相抢着给他递上保送名额 然而某些医学组织却骄傲领来 一副觉得这个人才必定会求着自己录取他的感觉 你就是这次联考的全国第一 不错不错 有资格得到我们医学组织的录取 顾盲肯定也会选择最优秀的医药大学 可唯独女孩本人不这么认为 拽什么拽呀 一副你一定会答应他们的样子 秦瑶之非常不爽医学组织的态度 相比之下 京城大学教授的态度可比他要好多了 很快到了各大学校面试的时间 顾盲作为官方认证了拿过两次全国第一的学生 他简直就是各大高校眼里的香波波 然而顾盲心中早已有了决定 自己本来就有一项高超的针灸技术 以后肯定也要往医术方面再钻研的 目前来招生的学校中只有两个是医药大学 一个是国外的医学组织 一个是京城大学的中医专业 刚才杨教授已经在学校门口跟顾盲打过招呼 他早就听闻顾盲针灸技术两得 小小年纪就用针灸术救活了瘫痪的陆家老太太 更是治好了秦家小姐的厌世症 可旁边的医学组织的确名誉上都比自己的大学要好 但杨教授仍想再争取一下这个人才 顾盲 我们大学有著名的医学圣手玉仲景院士坐镇 你来的话可以享受到最好的中医学系体系 话一出立马引来了医学组织招生员的嘲笑 你说的玉仲景本就是自己的学生 跟他在一个大学也未尝不可 玉仲毫不犹豫拒绝了医学组织的邀请 转身答应了京城大的录取 医学组织招生员怒火直冒 根本没想到顾盲竟会当众拒绝他 差点都想当场翻桌子 顾盲冷眼看了他一下 随后望向杨教授 今天我就可以签合同 你们带合同了吗 顾盲的突然答应让杨教授喜出望外 立马兴奋地拿出早已准备的录取合同 保送名额确定后 杨教授还是忍不住问出心中疑惑 他很想知道顾盲为什么不选择医学组织而选择京城大学 然而女孩给出的答案却十分简单 原因是单纯看他们不爽 顾盲离开教学大楼后 秦瑶芝第一时间跑上前来问他的保送结果 却意外得知顾盲拒绝了医学组织的事 招生员很不爽地来到外面跟顾盲炫耀 男人指着不远处的顾音道 你不选择我们肯定会后悔 你就等着你们学校的第二名超越你吧 因为只有我们这种先进的医学组织才配医学低 招生员立下flag想要正视顾盲 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女孩一句轻飘飘地回答 好呀 那我等着 帅气爸总老牛吃嫩草第一次给媳妇过生日 就随便买下了还没上映的300个S级电影 只为了今晚能和媳妇甜蜜地度过18岁的生日 可女孩不解风情直求拒绝 声称自己今晚跟她另有安排 此话一出让男人立马浮想连天 以为纯情花季少女今晚就要折在自己手上 殊不知她才是少女口中的猎物 周末便是顾盲18岁的生日 路程周提前一周就想把媳妇的时间给预定下来 询问她想怎么过生日 可顾盲觉得生日这种事都是可有可无 自己打算随便度过 然而这可是路程周第一次给心爱之人过生日 这怎么也得好好表现吧 她提出周六风雪大 可以去野外滑雪 然而顾盲对这种多人的运动不感兴趣 随便说了句可以在家打游戏看电影 路程周把她的这句话放在了心里 还是把人拐到自己的别墅比较好 周六一早上 顾盲就收拾好的东西从宿舍出发 每次生日都是金阳给自己过的 她看到顾盲要走心里有些落寞 金阳拿出自己编织好的红绳给顾盲替换上 她每年都会给顾盲编织一条红绳 祈求她能平平安安 今年你有陆先生陪你 以后应该不需要我了 顾盲瞧出她有些吃醋 跟她打趣道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可替代不了你了 喜功内 顾盲脱下外套坐在地上喝着暖乎乎的饮料 路程周抱着一箱东西走了过来 这是还没上映的电影 听说都很好看 她把箱子递到顾盲面前 让她挑选感兴趣的电影 顾盲没想到路程周把自己的话听进去 可她也只是随便说说的人 看这里面的电影起码有上百部了吧 而且还是没有上映的 路程周见她有些不喜欢 于是把箱子放到另一旁 改为投食策略 她知道顾盲喜欢吃草莓蛋糕 于是贴心地切成小块递到顾盲面前 顾盲觉得她这个的表现 看着并不像是第一次给女孩过生日啊 这熟练程度该不会有练习过吧 顾盲随手拿起一颗草莓递到路程周嘴边 这是奖励给你的 当她的手不小心触碰到路程周嘴唇的那一瞬间 四十时间都放慢到了0.5倍速 这暧昧的气氛已然烘托 两人相互对望 路程周的眼神饥渴的想下一秒就将人扑倒 然而当她想做什么推进进度之时 一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打进来 是路上紧的电话 顾盲紧急缩回了手接听来电 顾盲你快出来啊 我们已经给你定了场子过生日 18岁的生日可不能过得太随便有 顾盲听电话的时候 看了一眼一旁害羞的路程周 好的我知道了 今晚我们会准时赴约的 当有钱有盐的情敌给媳妇送生日礼物 曾经不尽女色的爸总是主动宣示主权 还是默默让媳妇自行选择了 路程周万万没想到 自己除了要打败亚洲武王和江律师这两个情敌外 居然又冒出来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的获值 而对方不仅跟自己长得相似 就连背后隐藏的实力都这么深不可可 随随便便就能让手下的人抢他们红些部队的货 今天要不是顾盲生日他突然出现 路程周差点就疏忽了这个特殊的存在 顾盲18岁生日这天 他本想着在家和媳妇独自度过 可是两人这么清汤寡水的在家看电影实在无聊 于是他又默默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生日宴 召集了顾盲各种好友和导师 就连最难请到的前教育部长都给邀请过来 朋友们欢喜地布置着生日场地 看到这一幕的顾盲心中是无限的欢喜 我可是亲自给你选了一份大的 猜猜这是啥 此时一个特殊的身影从身后窜躲而出 姐姐我回来了 原来路程周为了这次生日 还特意把顾四从红蝎部队里接了出来 他本来还想着给顾盲一个惊喜 谁知这小子竟然忍不住窜出来了 路程周知道顾盲已经很久没见过弟弟 有亲人在身边陪伴着过生日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这也是顾盲内心所期盼的 朋友在一旁吐槽着路程周是个恋爱吗 这辈子都肯定会被顾盲吃定吗 路程周并没有否认 被自己喜欢的女生吃定一辈子 不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吗 宴会中 顾盲抛开自己隐蒙组织老大的身份 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天 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单纯的18岁少女而已 此刻是他最最放松的时候 身旁有解惑授业的老师 有喜欢的朋友和弟弟 还有一切以自己为主的男人 这个生日他觉得过得很有意义 宴会结束后 三人终于打到回府 顾四还沉浸在派对的欢乐中 一路上叽叽喳喳与顾盲分享着自己想法 可一直没得到姐姐的回应 他往后坐一看 这才知道姐姐已经累得靠在路程周肩膀睡着了 哎 这狗粮被喂得猝不及防 恋爱的酸臭味还是被弟弟闻到了 回家的路上 路程周询问刚醒过来的顾盲 等一下要不要吃蛋糕 顾盲表示要吃蛋糕 生日是一定要吃蛋糕的 路程周提议吃完还可以一起看个电影 而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外卖小哥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这是您的快递 麻烦签收 顾盲每年都在这时候会收到一个精致的包裹 可自己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次 只是签上名字后就把包裹送给外卖小哥 然而这次对方还送来了一封信 霍先生说让您先看看信的内容 顾盲只能无奈接过 只见信中之人明显带有恳求的语气 请求顾盲不要再扔掉他选的礼物 顾盲看完却将纸条随手一扔 一副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 然而这封信和礼物却引起了路程周的高度警惕 原来顾盲身边还有一个霍先生的存在 盗女一五成名被誉为最会跳舞的编舞师 引来各路美男道自己跟前献殷勤 作为最有望成为男友的男主路程周 不仅要紧急秀恩爱赶走总连在媳妇旁的顶约舞王 还要防着从小陪伴在女孩身边的江律师 本以为一切就绪能将媳妇收入囊中之时 却突然冒出个别的地方的霸道 作为配角的货值不仅长得比他还帅 更重要的是还与自己的财力相当 就连在他名下最厉害的红蟹部队都即将要遭他毒手 路程周在看到对方给顾盲送来的生日礼物之时 就默默将此人认定为追妻之路的最大阻碍 幸好顾盲没让他失望 直接将对方写给他的信随手扔掉 还强硬拒绝了外卖小哥送来的礼物 信我已经看完了 礼物送你 你可以拿回去交差了 随后头也不回膨地关上家门 回到家后顾四才找姐姐询问情况 问他是不是信货的这段时间都来找过他 顾盲称货值曾送过几次礼物 但都被他扔掉了 而自己也没将这个人放在心上 路程周立刻转移话题 贴心地从鞋柜拿出拖鞋放在顾盲面前 冰箱还有巧克力 你想吃甜的还是蛋糕 然而还没等顾盲回答 他又立即补充了一句 巧克力好还是花好了 路程周的问题无疑是把货值送的花放在心里 顾盲明知道他在吃醋 却顽心大发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当然是选巧克力 毕竟我不能把花给吃了吧 弟弟看穿了姐姐的小心思 因为从小到大他深知姐姐 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男人的礼物 但路程周给了 姐姐却照单全收了 夜晚 喜工小区外停着一辆黑色劳斯莱斯 身穿黑红色西装的男人 神色黯淡的坐在后座 此人正是暗恋顾盲的男人之一 霍之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送花送信顾盲都拒绝 就连他费尽心思 给他找来的中医宝典都退回来 快递小哥原来是他的手下装扮的 回来时把刚才顾盲的一举一动尽数汇报 最近他是不是跟那个路程周走得挺近啊 霍之其实早就跟路程周结下了梁子 上个月他的货就是被红蟹部队的人抢走的 西装男提一把货给抢回来 称自己知道红蟹交接的时间和地点 霍之随口应下 生意上的事他都没这么烦心过 而顾盲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女人到底什么时候能属于自己呢 然而让他烦心的女人 却早就将霍之这个人抛之脑后 因为顾盲又有一段时间要忙了 闺蜜给他打来电话称 黑国总统给他们隐容下了一个大班子 总统夫人因为得了怪病治了三年都治不好 所以开了大价钱请他过去诊治病人 顾盲因为想安心学习度过高三 但一想到徒弟没日没夜年的自己要研究经费 他还是无奈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顾盲回到学校后立马给教导主任低了请假条 因为病症复杂 所以闺蜜昨晚建议他请一个月的假 以前顾盲是绝不会写请假条的 毕竟自己有的是办法逃学 但现如今的情况不一样 教导主任觉得一个月时间太长 这必须得到家长的同意 于是顾盲无奈掏出电话 给自己的家长打去电话 陆家长 教导主任找你 当有着黑社会背景的情敌追求自家媳妇 表面上装作千千君子送生日礼物 暗地里却派人围剿你的声音 更趁着媳妇不再安排狙击手解决自己 你是打算跟对方硬碰到的 还是软弱服输呢 昨天晚上 由于顾盲收到闺蜜说可以国有患者聘请他过去治病 于是今天一早就来找老师请假 可一个月的请假时间不太合理 于是教导主任要求得到家长的同意 无奈之下 顾盲只能打电话给男主陆成舟 然而离开的时间太长 陆成舟总是心里不放心的 而且今晚就急着要走 所以面对陆成舟说晚上要送自己去机场 顾盲也并没有拒绝 挂断电话后 陆成舟赶紧找人查了闺蜜的信息 并且提前安排人手到K国帮顾盲扫清障碍 他绝不允许他的顾盲 在国外出现任何的闪失 朋友提议出个拆棋时派一两个保镖也就妥当了 没必要安排这么多的人手吧 一旁的金发男突然插嘴道 他闺蜜的资料已经查出来了 可是这个人的信息太过完美 像是刻意提前准备好的假资料 陆成舟思考了片刻后 还是决定不再调查 因为他相信顾盲的为人 他做事从来都很谨慎 他相信的人我也相信 晚上陆成舟把闺蜜和顾盲送到了机场 称自己已经安排了人在K国接应他 顾盲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总觉得等一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陆成舟突然说话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凑到他的耳旁轻声说道 我猜你应该练习过射击 我在包包里给你准备了一把手枪 反正万事千万不要逞强 保护好自己人生安全最重要 顾盲第一次感受到非亲人给自己带来的关爱 他让陆成舟不用担心 自己会随时跟他保持联系的 两人的叽叽歪歪被闺蜜看在眼里 一整个背地里吐槽 哎呀呀 这狗粮管保一个月 马上到了要登机的时间 闺蜜和顾盲暗点上了飞机 陆成舟将自己大部分的主力 都放在顾盲身边保护他 然而却没料想到自己也会有遭遇危险的一天 自从上次情敌或只给顾盲送生日礼物被拘收后 他便因爱生恨将过错放在了陆成舟身上 暗地里派人搅和陆成舟家族的生命 情状给他打来电话通知货品被盗的事情后 陆成舟立马赶到了现场 而这件事总归瞒不了世界第一的隐蒙黑客组织 顾盲作为隐蒙的头头 第一时间就知道了陆成舟和霍职即将开火拼杀的事 他立马拿出电脑黑镜卫星网络观看情况 看到实况的那一刻 就连闺蜜都震惊了 霍职竟然还安排了狙击手 想要对陆成舟他们改进杀局 顾盲看到这里他再也不忍了 拿起行李就要过去救人 尽管空姐告诉他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顾盲也是毫不犹豫开门跳下的机舱 陆成舟 你再坚持一会儿 我马上就到 女孩狂飙飞车赶往飞射回约架现场 悄无声息走上天台准备解决杀人无数的狙击手 一手捏碎敌人骨节让其不能动感 再一记过肩摔将人撂倒在地 告诉你的老板霍职 不要随便动我的蛋糕 随后开枪碰的一声干净利落将战局结束 顾盲原本已经在前往K国的飞机上 可以蒙组织传来消息 说霍职竟然派了大批杀手抢劫男主陆成舟的火 而且还下了死手 而陆成舟竟然把他的贴身保镖全派到了自己身边 保护他的安危 虽然没有正式接受陆成舟作为自己的爱人 可顾盲早已将他放在了心上 于是没有理会飞机立马就要起飞的规矩 直接跳下机舱赶到现场救人 闺蜜早就帮他定位到了天台狙击手的位置 就藏在了废弃工厂里头 顾盲用嘴咬下手上的皮筋 头发一扎 有我没他 他从机车坐垫后掏出手枪 陆成舟 你再坚持一会儿 我马上就到 废弃工厂的顶龙 狙击手早已把枪瞄准了陆成舟 此时他正在跟上级汇报情况 他娘的我肯定将他的胳膊飞也 然而这句话清楚地落在了顾盲的耳朵 只见他刚做好瞄准姿势 下一秒竟被人捂住口鼻 接连手腕骨直接被捏碎 一记过肩摔就被按倒在地 顾盲用脚将人踩在身上 狙击手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已经被人去掉了武力指 想要拿枪反抗 可手骨已经断了 顾盲拿枪指着狙击手 告诉你的上级 不要惹他们惹不起的人 随后砰的一声打费了狙击手的肩膀 顾盲伸之等下可能会遇到陆成舟 现在还不是暴露马甲的身份 于是掏出手机给陆上锦发了一条短信 称今天陆成舟被困的消息是他告诉自己的 而对于这种背锅事件 陆工具人上锦也是非常熟悉了 顾盲准备好一切后从天台下来 这被货植的手下看到 心想楼上的狙击手应该玩完了 陆成舟躲在后面的货架 也看到了从天台下来的顾盲 他紧急将人拉到自己身边 着急询问着为什么顾盲会出现在这里 太危险了你快回去 陆叔叔告诉我的 我不放心就来了 顾盲的这句话顿时让陆成舟内心蓬蓬乱跳 这是他第一次透露出喜欢自己的迹象 然而现在的情况并不允许他们浪漫 大批的人员被对方枪击受伤 这里太危险 我让人送你回去 可顾盲直接拒绝 称自己要在这里等他 陆成舟劝了他几次他都倔强的不肯妥协 我说了我不会回去的 我要跟你一起对付敌人 女孩单枪匹马飞车到男友干架现场 扶手解决身披百战的顶级狙击手 一记美就英雄把冰山霸总感动得不要不要 在霸气强吻拿下情侣间的话语权 你要是再说话 我可不担保会发生什么事 这一艘操作简直将男主迷的意乱情依 原本顾盲解决掉天台的狙击守候 打算独自去跟霍职当面谈判 没想到被躲在货架的陆成舟一把拉了过去 因为实在担心他的安危 两人在顾盲的去留下争执不停 一个不肯走 一个不放心 就在二人僵持之际一个二愣子举起木棍朝他们打 顾盲和露成舟都是专业的打手 反应过来后男人用手肘直接撞击敌人的太阳血 顾盲更是精准捏碎对方血位 三两下就把人弄到残废 而这也做到了杀鸡紧猴的效果 剩下不成气候的人也都光速逃离现场 这时露成舟心里还是十分后盘 然而顾盲没有察觉到他的兴起 一副刚才只是出门逛个街的态度 甩着车钥匙称现在危险解除 自己要回家睡觉了 然而刚要走就被人夺去了钥匙 露成舟把东西扔给了手下 女孩子骑机车太危险了 我送你回去 十分钟后 露成舟牵着媳妇的手回到喜宫 顾盲已经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想回房间睡觉却被男人拉住了手 露成舟神情严肃说要跟他谈谈 今晚在机场他有跟顾盲说过去K国后会给他被抢 可那也是因为国外持枪合法且环境危险 但这是在国内 顾盲刚才是哪里来的抢 这让露成舟再次对顾盲的身份起了疑心 然而面对他的提问 顾盲直言自己不想坦白 僵持之下露成舟也只能放弃继续追问 可今天的情况实在太过危险 他还是忍不住要再次叮嘱顾盲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千万不能单枪匹马跑到现场 但这个要求也被顾盲一口拒绝 身为隐萌组织的大姐大 顾盲认为这种事只是小菜一碟 要是以后再有这种事发生 我还是会冲过去的 露成舟沉默了一会儿 看着顾盲的脸忍不住说出了心底的后怕 我很害怕你会受伤 以后不要再冒险了好吗 今天那些人都是专业杀手 并不是平时遇到的街头混合 顾盲今天出现 其实只是想让霍职知道自己的态度 不要乱动自己这边的人 可露成舟不了解情况呀 而且现在越解释越奇怪的感觉 反正自己也说不过露成舟 于是再次用睡觉做借口趁机逃过 但露成舟不依不饶要求他做出保证 顾盲实在是解释得有点烦了 看来我不上必杀计他是出不了口了 于是 女孩美救英雄将霸总解救于危难 强势进宫夺走总裁出吻 事后还扬言自己不会负责 你聊起我的心还想回家睡觉 没门 陆家家主陆成舟第一次对一个女人硬气起来 抓起顾盲的手将人翻身放挡在沙发上 月黑风高的你把我撩完就跑 陆成舟没等女孩回答 直接拖起她的下巴就吻了上去 顾盲看她的反应 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玩笑开大 这陆成舟平时看她一副高冷量 私底下竟然这么闷骚 两人缠绵了不知道多久 顾盲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后 陆成舟在外面早早准备好了他喜欢吃的巧克力 这男人真是有钱过了头 贵得要命的巧克力不要命的给我买 陆成舟见顾盲愣愣在原地 他先开口破冰称自己要给他擦头发 顾盲乖乖地坐在床边 陆成舟询问他是否还会过去K国 想着自己还会去送他 两人又亲密互动了一会儿 陆成舟才舍得去浴室洗澡 今晚的发展非常出乎陆成舟的意料 他没想过顾盲心里真的有他 尽管在卫生间洗了两个小时的冷水澡 内心的躁动依然没有冷却下来 等他出来的时候顾盲早已进入梦乡 为了不让自己晚上克制的这么痛苦 他还是决定自己到客厅睡觉 然而陆成舟刚出房门 顾盲就立马睁开眼睛 今晚的事他必须得到一个结果 于是起身打开电脑 给某人打了一碰视频电话 对面的人竟然是刚才对陆成舟吓死什么货质 顾盲的狠令货质一直都是知道的 他这么晚了还找他 其实是想警告霍职以后别再碰他的人 要不是自己不想暴露马甲 他说什么今天也会把他的那些手下每个都解决掉 霍职清楚顾盲的性子 可也正因如此他的心就更不爽了 因为顾盲对自己的手下留情并不是因为他 而是因为陆成舟的在场 你今天突然现身难道陆成舟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吗 霍职以为他抛出了一个致命性的难题 可顾盲打心底里觉得陆成舟会相信自己 因为一个性子 陆成舟是绝对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怀疑的 陆家家主与马甲少女一吻定情 凭借多次攻略赢得盲姐芳心 然而想要赴平子贵却惨遭拒绝 无奈洗了一晚上的冷水澡贫富不争气的兄弟 不过今晚恋爱的进度条直接拉满 他总算是跟女孩确定了情侣关系 本想着第二天跟女孩能有一次甜蜜的约会 然而媳妇是一个十足时的事业批 昨晚就已经订好了去K国的计票 不忙处理完陆成舟被商议事后 就应K国总统邀约到那边给人治病 现在过去机场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他蹲在地上系鞋带准备离开 陆成舟一眼就看到了他脖子上的蚊子包 回想起昨晚的情形 的确是自己过于失控了 他不自觉地给顾芒围上了围脖 想要遮住那显眼的痕迹 可顾芒却十分疑惑 现在K国可是夏天 你给我围围脖是想热死我吗 看着他一副等待爱人回家的小娇气模样 顾芒期初还以为他只是不舍得自己离开 那好吧 你不想带我就帮你脱下来 这痕迹带着我也放心心 顾芒实在听不懂陆成舟指的是什么 不过他为啥总盯着自己的脖子 他走到镜子前查看一二 昨晚两人缠绵的画面再次涌入脑海 陆成舟反而觉得十分自豪 其实这也没什么的 也算是我对你爱的标记 然而没等他的话说完 顾芒一个犀利的眼神直接甩了他一脸 一个跨步上前搂住他的脖子 顾芒在同一个位置一口咬住陆成舟一小撮肉 男人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感 顾芒看着自己的牙印很是满意 也见兮兮的表示这样做自己才放心 陆成舟是拿顾芒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把将人搂入怀中 我真想现在被你生吞活泼掉 然而在这个爱情里 顾芒始终占据了主导者地位 他直接推开男人的怀抱 下次再说吧 我赶飞机的时间来不及吗 陆成舟感觉自己就像被一个女海王扎过的男人一样 内心暗自做了决定 下一次他一定要发挥男人本色 飞机飞了整整一个月 顾芒和林双终于到了K国 他们一落地就接到了陆成舟的电话 说已经派人准备去机场接人 可顾芒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便谎称林双想要去商场逛街 他们早就离开商场了 陆成舟见自己人没接到媳妇又开始委屈了起来 那好吧 等你们逛完商场第一时间跟我说 我让人到那里去接你 挂断电话后林双这才打去道 想不到堂堂神医竟然背着男朋友干大事 现在撒谎都脸不跳心不红的 这有什么的 反正这玩人等下有时间给你逛个够 我把事情提前说了也不算骗他 国总统府外无数摄像头监控注视着方圆百里的情况 这又是建筑的宏大 但林双这种见过大场面的都目瞪口白 顾芒有管家引路通过层层检查才能到达病人面前 这次要看病的是K国第一夫人希尔 他的女儿和总统丈夫听说神医到晚 也一同过来亲自接见 由于时间比较紧迫 林双提议直接开始进行治疗 总统虽然嘴里吩咐着让人准备治疗的地方 可眼睛一直盯着顾芒 心里却有些怀疑 这个年轻姑娘跟自己想象的神医不太一样 可为了自己夫人的安全 她还是提议诊治的时候让他们的医生也在旁边观看 林双察觉到对方应该是不信任她 然而顾芒觉得中医博大精深远远流长 尽管什么西医界泰山来了看见她的操作 也是花上十辈子都学不会的 顾芒没有拒绝总统的请求 你们怎么安排都可以的 总统夫人身患绝症 女孩却说这好她只需要一根针 把脉技术比X光机还牛逼 仅凭脉相就能知晓病人全部症状 你的心肌呕吐只是因为感冒所致 多点注意情绪请个心理医生就可以了 西医界泰山被少女的诊治结果经的目瞪狗呆 直言她说话牛头不对马子 经过飞机一个月的飞行 顾芒和林双等人终于到达了K国总统府 然而总统看他们年龄较小 质疑顾芒的医术能力 提出了要让自己这边的西医在旁边实时观看 以备不时之需 中医把卖一项都是顾芒的绝技 刚诊卖了不久 她已知晓总统夫人的全部症状 总统千金在一边看着十分着急 不断地询问顾芒自己母亲的情况 请问夫人是否做过胆囊手术 总统夫人回答曾在六年前做过一次 顾芒猜测她术后胸腔必有问题 不仅胸闷心机很不舒服 而且随时发病没有规律 总统夫人看着顾芒感觉十分惊讶 这年纪小小的姑娘竟能说中她全部的症状 本以为自己是真的得了什么了不得的绝症 然而顾芒却说那只是跟囤器 也就是西医所说的急性关脉综合症 这让总统府的首席医生第一个表示不赞同 他们早已用机器检查过病人的心脏功能 坚信绝对不可能是这个病因 因为这说白了就是一种情绪病 红一男嘲讽顾芒配不上神医称号 如果真只是情绪病 那请一个心理医生过来更加合适吧 顾芒不明白他们是凭什么这么骄傲 自己看不懂症状还在旁边叽叽歪歪 红一男是西医界太懂 早已习惯了别人对他的称赞 面对顾芒的反击他气得暴跳如雷 少女并不想理会他们的针对 继续询问总统夫人是否在胆囊手术后得过感冒 得到病人的印证后 顾芒更加确信是因为治疗感冒的方法错误所导致 真可笑 你刚才还说奔吞气 现在又说感冒致错了 说话都说不利索 还说自己是神医 顾芒被红一男多次挑衅 他的心情已经十分不满 既然他们每一个人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那就你心理上 反正他们对病人的症状了如指掌 那也用不着自己出手了 顾芒只管内心默念了三秒 因为他已经算准了时间 三秒后总统夫人便会因气胸再次引发痛症 果不其然 总统夫人捂着腹部嗷嗷叫疼 仿佛里面有一股气体胡乱在身体乱窜 众人连忙把人扶起挪到了治疗室 而她的御用医生也赶忙上前 利用各种仪器给她做检查 此时顾芒收到了陆成舟发来的短信 不欢不忙的先跟在家等候自己的小交付聊会天 林双件事情闹大了 建议顾芒还是过去看看情况 呵呵 闹大事情的是他们并不是我 我可一点都不着急 响彻国际的西医界泰山 医术却不如一个18岁的女高中生 治疗普通感冒都要花费6年 还扬言这个病得将病人开复检查才能治得好 呵呵 你这样的医术在我们国家连给病人端屎都拍不上 还轮得到你给总统夫人做御用医生 顾芒内心一万遍吐槽却没有一丁点生气 反正病的又不是自己 病人要相信谁是他自己的事情 然而没到三秒钟病症发作 一大堆医术界牛神汇聚在手术室 给总统夫人上了一轮的机器检查 报告却依然显示所有数据十分正常 医术大佬看着手上的报告 也只能支支吾吾向总统女儿报备情况 可是一气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呀 我认为夫人应该是内脏性幻觉而已 这样的结果显然令对方十分不满 我妈妈疼到昏死 你们各种给她开服都没看出来原因 我养你们倒还不如养头猪呢 御用医生彻底心慌了 因为她始终不觉得自己如顾芒所说 是给总统夫人治错了感冒才导致病症加重 可是总统女儿却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给了你六年时间你都治不好 我还不如相信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少女 手术室那边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救治 而大厅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游戏吃鸡 手机传来突突突的游戏音 总统千金连忙赶到顾芒面前 希望请她给自己母亲治病 十分钟 等我玩完这局我再过去 顾芒的霸气话语让总统千金也不敢多加催促 十分钟后 游戏终于结束了 顾芒背起书包朝手术室走去 我治疗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 总归是求人办事 总统千金很爽快就答应了下 顾芒常用的办法都是特殊的针灸手法 再配合中药进行身体调整 她来到病人床前 利索地拿出针灸盒就开始进行治疗 她娴熟的手法看得总统怒瞪口呆 真没想到治病竟然不用一气也能进行 经过半小时的医治 总统千金这才上前询问母亲的病情 需要再针灸两次 五天后就能有好转了 顾芒的治疗方式过于简单 这让总统千金有些不可置信 治疗这个有什么难的 我们中医可不会没治疗出病因 就让病人连续吃六年西药 这句话无疑是讽刺那群拿满诺贝尔医学奖的西医泰山们 现在病能不能治好还两说呢 顾芒从来都是实力说话 这病能不能治好等几天就是了 诊治过后 顾芒和凌双坐车回到酒店休息 而碰巧遇上了刚回家的总统二女儿安安 安安一下车就赶忙跑过去报警姐姐 说自己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好朋友 还把人带回了家 而此人正是顾芒的妹妹顾芸 自从上次她被医学组织录取后 便提前坐飞机来到K国准备学业的事情 却让她误打误撞在飞机上认识到了总统千金 此时管家提着一袋东西走了进来 称这是顾神医吩咐买回来的药 然而刚拿上来就被人抢了过去 这样类似树根的东西就能治好妈妈的药吗 我从来都不相信中医比西医还厉害 可姐姐劝她放宽心 既然中医存在肯定是有她的独特的地方 最好是能治 不然的话 我会让这个传闻中的神医不能活着走出总统府 神医抛下男友特意为总统夫人治疗疾病 却被总统女儿当作骗人的中医神棍 上来就让特务队将人团团围囱 则骂中医从来都是一介败类 拿出手枪就要暴击女主 我倒要看看传闻中的神医到底长什么样 别以为戴着口罩我就曝光不了你的身份 她狂妄的态度惹目忙紧 身为隐蒙组织头头的她 这辈子还从没受过这等气 既然你这么不自量力 那就让你的头接受我的暴击吧 今天上午 经过顾芒的针灸治疗 总统夫人的病症好了不少 这几天都能睡一个安稳的觉了 算着时间 今天顾芒会再次上门给自己做治疗 总统夫人打算亲自到门口迎接 然而刚站起身来就咳嗽不止 随即便直接晕倒过去 这吓坏了总统和女儿 二女儿安安本就不相信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为了给母亲报仇 她一早就让人站在大厅等候顾芒的到来 凌双一进门就发现了气氛的不对劲 然而还没说话 安安就直接转身让人把他们抓起来 顾芒见的大场面多了内心丝毫没有过来 二小姐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你把我妈治的都吐血昏迷了 你还不承认你就是神棍吗 你这个中医败类 中医一向是顾芒骄傲的东西 如今却被人指着鼻子谩骂式败类 她嘲讽地笑道 你搞清楚点 我可是你们总统府亲自请过来的 然而对方根本没心情听她的解释 直接让人动手把顾芒二人绑起来抓进地牢 这次我倒要看看神秘的国一圣手到底长什么样 来人啊 把相机拿来 今天之后我就要曝光这个神棍的长相 另一边 总统夫人终于苏醒了过来 总统这才松了一口气 扬言自己是不会放过那个害妻子病情加重的冤意了 然而总统夫人却为此变故 我什么时候说我病情加重了 我现在的状态好得不得了 这让两人大吃一惊 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却接到了尹蒙组织打过来的电话 云林早知道了安安找人对付顾芒的事 警告总统要是没有诚意 那么尹蒙也会单方面终止这次合作 此时总统还不知道自己二女儿干的好事 你们这样的态度 最好下跪祈祷一下K国的防御系统 能不能经得起白胡的抱负 K国显然是经受不住的 总统挂断电话后赶忙从大厅赶过去 然而安安已经把顾芒得罪了个遍 口出狂言骂他没实力 我看你应该是觉得自己活够了 那我也不介意成全你 总统夫人身患绝症 没毕业的女高中生却说只好她只需要一根针 然而治疗过后反备倒打一耙 称一介神医只是让病人吃树根的神棍 你这样藏头藏尾见不得人的中医骗子 看我今天不将你的屁股打得遍地看花 芒姐作为隐蒙组织的大紧大 从没见过这么想死的硬查 为了满足做死女的要求 她一个闪身躲避了对方的攻击 再一记佛山无影角直踹女人腹部 只用了三成力度就将人直接踹飞了巴掌女 老祖宗可告诉过我们 无论是中医还是武功 可都得做到快准狠 随即面对做死女再次拳头攻击 顾芒单手就牵制住她的手腕 在重拳出击打飞做死女的鼻子 两人的武力值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芒姐霸气将人踩在脚底下 你这样的水平连我头发丝都碰不到 我倒是好奇 你是想怎么曝光我的脸呢 激烈的打斗声引来了总统和大女 两人对此场面十分惊讶 总统请求顾芒能对自己女儿手下留情 可做死女人就嘴比毛坑还丑 都成了人家手下败将了 还当着顾芒的面让总统拿枪解决掉她 顾芒从来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忍无可忍的她直接咔嚓地掰碎了做死女的骨结 大女儿践行是不对赶紧出面安抚 神医 今天这一切都只是安安对您的误会 我妈妈刚才的昏迷不是病情加重 是啊是啊 她的手都被你弄骨折了 现在能让我们先给安安做治疗吗 要是放在以前 顾芒是绝对不会放过这群不讲武德的垃圾的 可是凌霜被他们劫持了 她也没必要为了这些人让凌霜受到伤害 大女儿让自己手下的人赶紧放开顾芒的朋友 着急解释着今天妹妹所做的一切都是误会 可顾芒这会儿已经没有耐心听她说话了 大女儿赶紧跑过去查看妹妹的伤势 然而刚逃过一劫的坐死女 竟然不死心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她根本没想过要放过顾芒 然而她的子弹还没发出 就又被顾芒一脚踢晕了头 呵呵都说了要快准狠 这举动直接惹怒了顾芒 总统虽然心里不爽 可奈何还需要她给自己夫人治病 于是只是让人赶紧带女儿下去治疗 其他的也没再追究 然而顾芒霸气拒绝 直言自己不会再给她夫人治病了 我没心情 之前的治疗就当施舍给你们的吧 总统赶紧上前来人 这件事的确是总统府先犯的错 可您是医生 不该把病人生死放在第一位吗 一个合格的医生确实如此 很可惜 我不是 顾芒丢下一句话直接转身离开 林双对K国总统也是真无语 从第一天进门开始就没信任过他们 一来就让他的医疗团队对顾芒冷嘲热讽 现在还直接用枪指着他们 现在要求人了到来蒋亦德 可真好笑 林双的反讽让高傲的总统下不来面子 走就走啊 搞得我们像非他们不可视的 总统女儿却有些担心 因为神医走了就没人治疗妈妈的病 没关系 传闻陆家的老太太瘫痪了好多年 也是由一个真酒极好的医生治疗好的 我就不相信世界上就只有神医一个好的中医师 由于总统夫人的病情实在不能再耽误了 总统女儿决定亲自去找陆成舟 求她引荐治疗陆家老太太的真酒师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想要那位真酒极好的另一位中医师 正是刚才已经得罪了个干净的国医圣手 响彻国际的国医圣手 却意外爱上了坑前一把手的狐狸伴子 夫妻两人加起来超过八百的新颜子 女孩前脚收了衣给总统夫人真酒开药 男人后脚又开口七十一天假才肯屈尊看着 两人抓着一个冤大头使进坑前 小茫茫只剩下弟弟一个亲人了 作为未来丈夫的我 不得提早给他做打算帮他攒攒嫁妆了 自从上次顾忙跟总统府彻底闹掰后 他就火急火燎赶紧回家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是喜宫内却一个人影都瞧不见 晚上陆成舟打来了视频电话才知道 他趁自己不在就回陆家老宅看看奶奶情况 故忙看着男人脖子上的印记 这可都一个月了怎么还没笑 你就带这个回家 陆老太太都觉得你丢人了吧 陆成舟其实还挺喜欢这个牙印的 每天早上不照着看镜子一摆便事不罢休 可看样子估计明天就全部笑下去 这倒是让他有些遗憾 哈哈你倒不必伤心 我以前学过纹身哦 给你个友情价 一百万就能帮你纹一个 他偶尔跟陆成舟开开玩笑感觉也挺不错 然而没想到手机传来叮咚一声 支付宝到账一百万元 这豪气的程度让顾忙汗颜 真是个败家子 其实陆成舟今晚找他是有急事商量的 由于K国总统府的大女儿找人联系到自己 想通过他来联系顾忙给总统夫人看病 陆成舟当然是先要征询媳妇的意见 然而顾忙二话不说 竟然直接答应了下来 呵呵这回不去的话 估计他们又没完没了 烦都不停了 陆成舟没想到媳妇这回这么好说话 内心暗自决定 他肯定会给小茫茫谈一个好价格 次日清晨 诺亚小姐亲自到访陆家拜访两人 表明了自己母亲情况紧急 称希望陆成舟能赶紧帮忙约到神医小姐到K国出诊 然而陆成舟还没开口 陆老太太就先给了一个下满威 顾忙并不是我们陆家人 所以出诊的事情最终还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其实陆老太太早知道顾忙已经答应出诊的事 可以想到之前他们向K国买机器 K国那时盛气凌人的态度他就十分不爽 诺亚小姐十分着急 能不能给一个准信啊 我母亲的情况实在是懂不了了 当然谢礼肯定是少不了你们的 陆成舟听到谢礼二字时 手中的杯盏都捏紧了几分 既然你开口提到枕金 那你们打算出多少吗 我们打算给出三亿的价格如何 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来个二十倍吧 我们勉强可以考虑一下 听到二十倍的时候 诺亚小姐都以为自己欢听 男人刚说完他就反驳太贵 可陆成舟就是摆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反正着急的人又不是他 想当初陆家开口向K国买机器 他们也是开出天价坑他们钱来着 呵呵 趁火打劫不是K国最爱干的事情吗 这回我们也只不过是学习你们的优良品质吧 诺亚小姐一想到卧病在床的母亲 她也只能明知是冤大头也得接受 只要我打钱了 陆绍就可以请故小姐出诊了 只要钱到位 一切都好说 豪门陆家家主竟然为爱骗钱展现狐狸本色 亲自开口坑骗敌国总统七十亿 只为了给亿万身家的媳妇攒财 然而钱进口袋还没五热 又立马火急火燎把账全部上交给媳妇 男人这副色迷心窍的样子 让一旁看着的奶奶都摇头直呼 哎呦喂 这个败家孙子要不得了 早上诺亚小姐刚离开 中午陆成舟就已经收到她打过来的七十亿出诊费了 而这些钱她一毛没动全部转到了不忙的账户 奶奶 这些钱可都是我给她筹备的价格 她没有父母帮忙 让我看看呀 然而陆成舟赶着回去见媳妇 拿起电脑就直接跑问 一周后 顾忙由陆成舟带着再次来到了佩服 然而她的穿衣风格却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顾忙只说是凌霜给她挑的风格 于是她看衣服还可以也就穿了 因为早前已经在总统府路过面 为了与之前的神衣形象有所区分 她特意打扮的跟往常的风格有所不同 听说你问总统府拿了七十亿的枕金 你倒是挺狠呀 顾忙这句话听在陆成舟耳朵里 是媳妇对她的称赞 这头大肥猪是自己撞上来的 牛不喝水我也不能硬按牛头 这钱都是给你买好吃的 十五分钟后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总统府门口上 顾应早听说诺亚小姐在京城 请来了名医给总统夫人看着 她还挺好奇这号人物到底是谁 可看到陆成舟下车的时候 她内心就顿感不妙 而后看见后面的人是顾忙后 她的极度之心已经达到了高峰 她凭什么得到总统府的最高领名 顾忙再次来到总统府 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陌生人 对她如此热情 她倒有些不自在了 之前嚣张跋扈的那个样子 她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诺亚小姐从顾忙下车到进总统府 她一直观察着对方的气场与神态 早前调查到顾忙的照片时 看眉眼倒是有些与神医相似 可如今看来或许是自己多想了 诊疗室内 顾忙照常给总统夫人诊脉查看情况 陆成舟静静坐在一旁喝茶等待 听顾忙问诊的意思 似乎早前赤巨资请神医到访 看病这事是真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治疗只进行了一半 顾忙从包包里拿出纸张准备开药 她这回特意换了一种字迹书写药方 还吩咐如果这张单与之前神医的药方相似 那就吃她的药方就可以了 诺亚小姐得到药方后 赶忙拿起与神医之前开的作对比 看字迹是不一样的 可药方剂量都差不多 顾忙早知道他们会怀疑 于是当面称赞起神医的医术高超 你们之前针灸治疗效果挺不错的 瘀血全都吐出来了 也轮不到我来给总统夫人针灸了 这样简单的治疗方法再次震惊诺亚小姐 只吃药什么都不干嘛 然而话还没说完 安安再次把药方抢了过来 你就给我妈吃这种简单的树皮子 就敢要我家七十亿整金 你要是只说废话 那就赶紧还钱吧 顾忙这次是跟着陆成舟来的 她根本不需要担心挑衅过后 需要自己动手打人 看来这位小姐是对我诊断有意见呀 那你行你上 自己给你妈吃不就得了 大总与马甲少女联手骗钱 仅凭一张五毛钱的中医药方 就骗了敌国总统七十亿的看病诊金 可他精湛的医术和吓死人的背后资产 让恶毒妹妹心生妒忌跑来嘲讽 爸妈可真偏心 竟然在背后偷偷地教你针灸医术 像你这样的不良少女 就应该活在猪圈里卑微存在 不忙一直都秉承着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优良品质 竟然你自己跑过来找死 也怪不得他不念手足之情了 今天早上 陆成周带着顾芒再次来到 K国总统府给夫人看病 然而开出的药方却再次遭到安安的吐槽 认为就这么几位药材的中医药方 根本不足以治疗母亲的疾病 你这个骗子 快把坑我家的七十亿还回来 然而他的恶意相向却被总统及时拦了下来 上次顾芒以神医的身份过来总统府 安安就已经因此闯了一个大火 害得神医没治疗完就直接离开 这次好不容易通过陆成周请到顾芒 他们是万万不敢得罪陆家背后的势力的 顾芒内心暗爽不停 也就稍微调整了一下 药方就白嫖了七十亿 这回真是赚大发了 看诊后本想离开的顾芒 却因陆成周要与总统有事相伤 于是在走廊吃着棒棒糖安静等着 可顾芸却因为极度忍不住上前挑衅 从小顾芒的成绩和品质都不如自己 可自从父母去世后 他转校进了明城中学 属于他的一切光芒都到了顾芒的身上 甚至他到今天才知道顾芒竟然懂得真酒医术 顾芸心里对父母的怨恨达到了极限 他不明白为什么爸妈要偷偷把真酒交给他而不是自己 他知道金阳是顾芒的弱点 我是你亲妹妹你都不对我好 反而喜欢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孟金阳干什么 现在他五岁被人侵犯的事都人尽皆知了 每天带着尿袋过生活 大家都嫌弃他脏了 顾芒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初顾芸是怎么把这件事爆料给媒体的 上次要不是金阳拦着 他是一定会给顾芸一次毕生难忘的教训 这次他作死跑来挑衅 那就怪不得他接下来的举动 只见顾芸还在手舞足蹈嘲笑金阳 下一秒顾芒就从包里掏出了手枪 看来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好了伤疤就忘了疼 顾芸看到手枪的那一颗立马耸了 吓得赶紧搬出父母遗嘱 爸妈让我们不许互相伤害 我不信你敢开枪 只见顾芒嘴角微钩 我从小就不太听爸妈的话 难道你都忘了吗 下一秒 哼的一声响彻整个总统府 顾芸吓得整个人贪软在底 擦枪走火算是这次给你的警告 下回那可就是眉眼正中心了 女孩上一秒美就英雄解决了 想枪击男主的一流狙击手 下一秒又硬和怒对出烟不逊的总统千金 可刚没一会又公然在总统府开枪震慑绿茶 这胆子比刚还大的媳妇 陆成舟除了宠的也真的毫无办法 谁让她的小猫猫每次嚎晃都这么有道理呢 不过总统府开枪事态严重 倒是吓得对方连夜就更新了保安设备 晚上两人回到K国的家中 陆成舟借着给顾芒擦头发的间隙 趁机把手放在媳妇腰间 这要命的触感和暧昧的氛围 让陆成舟这个高冷直男都忍不住撒娇了起来 说好的纹身什么时候给我纹 我可都提前已经转了账了的 顾芒这才想起之前回国跟陆成舟视频时 自己开玩笑跟他要了一百万的纹身费 可纹身的工具都放在了家里 现在可没待在身边 于是称等回明城之后再给他纹身 但陆成舟从来言下之意就不是这个 他只是心心念念顾芒亲口给他落下的那种纹身 顾芒这次来K国除了给总统夫人看病之外 另外还有事情需要他再留下来一个月 感情刚开始升温的陆成舟又开始黏着媳妇各种不舍了 顾芒看他的情况不太对 这才明白过来他为什么无语无辜提到纹身了 小样 没想到人钱这么高冷的人居然是个闷骚型的 下一秒 顾芒霸气将人直接推到 猛扑到陆成舟的肩膀上 再次狠狠地咬了一口 看着几乎要见血的程度 顾芒才松口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个纹身可是能坚持一个月的勇 盯久了媳妇美艳的脸庞 陆成舟的眼神逐渐迷离了起来 竟开启了满嘴骚话模式 可顾芒一心想着明天要做的事 现在可不能因为美色把自己赔进去 他再次用困作为借口打算离开 没想到男人今日却突然硬气了起来 一把拉过他的手将人反按在下 顾芒觉得这次似乎又玩得有点大 于是下面的内容有些不好看 我给大家全部跳过了 可恶的陆成舟竟敢对他做出这种事 他发誓以后绝对要千倍百倍地缓回来 看着把人逼急的陆成舟却一脸不在乎的模样 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奉陪到的 不过还需要顾芒小姐考虑清楚 顾芒甚至这狗男人肯定还有后招等着自己 这次只能先放过他 等他办完该办的事再好好收拾他一顿 而顾芒这次也是真的生气了 陆成舟哄了他一晚上气都还没消 你滚开了 今天不是要赶飞机离开吗 此时几位下属来家里找陆成舟 看到领导在女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 可真稀罕 K国的那批货你们找人送到明宇州去了 新一批的学员等吴生过去后就开始训练 到时候我们跟吴生的合约快到期之前 我会亲自约他见上一面的 顾芒在一旁乖乖打着游戏 男人说的话却一字不落全被他听到耳顿 然而此时恰好来了一条信息 大佬约好的训练什么时候过来 神秘且打斗素来凶狠的第一杀手 竟只是一个刚成年的18岁女高中生 多年来他伪装成男装身份出现在人前 而他强硬的格斗实力被一个传闻中的部队老大看中 利用计谋将人捆绑后 强行与其绑定了五年的部队培训计划 然而顾芒在被坑填了三年后的今天 才知晓当年算计自己的人 竟是每天跑来献殷勤的男主 女还是会斩断情思报复男主 还是忍下恶气继续与陆成州甜蜜恩爱呢 这天 顾芒与陆成州分别后如约来到了明宇州赤岩训练基地 当年他以无声的身份刚完成一个重量级任务 就被告知有人想花重金聘请他 要求30天内训练出一批高手 当时尹蒙组织刚成立不就实力不够硬 已经委婉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顾芒却没想到赤岩对他设套进行抓捕 硬是要他与部队签订五年合约 只要答应了他们 就不摘他的口罩暴露身份 本以为组织的人会通过办法救出自己 然而对方的情报网十分厉害 出动了隐萌的黑客也突破不了 因此他才无奈答应了下来 可没想到那天听陆成州与手下的谈话才知道 每天缠着自己现殷勤的男人 竟是当年吭骗他的幕后黑手 顾芒刚下飞机就满脸不高兴 面对热情接待他的教官也还是绷着个臭脸 他先安排学员休息 等下午天快黑了之后再进行训练学习 此时还沉溺在昨晚温柔的陆成州 却撞上了顾芒的枪口 贴心关怀着顾芒吃饭了没 他这次没有告诉自己的行踪 这让陆成州不免有些担心 可得到的回复竟是一个欧字 才分开一天就这么冷待 又开始让陆成州有些怀疑是否有情敌出现了 下午 顾芒收拾妥当自己后出现在众学员面前 面对赤岩的学员 闷在心中那块气又直冲脑了 于是他借由训练为由对学员们实习集体欧打 既然我现在治不了陆成州的罪 那就让你们几个小崽子先替他消灾吧 还没训练过的赤岩学员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杀手无声面前这么不堪一击 区区三十秒竟被全员配偶了 他的狠力教官是知道的 但没想到这次大佬比以往下手都要凶狠 让他不由担心这批人是否能活命到培训之后 出了一口气的不忙内心终于舒坦了些许 给你们一分钟休息的时间 我们今晚的任务是横川森林 媳妇上一秒还小鸟依然腻歪在自己怀里 下一秒竟化身江湖第一杀手出现在部队训练营 不仅手段狠拉一人但非所有学员 更是趁机报复把人全扔进原始森林进行训练 而作为训练营老大的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出 早在冥冥之中 自己已经把心爱的媳妇得罪了个遍 成为爱人最最痛恨的死敌之一 今日固忙化身杀手无声进入赤岩训练营的前一刻 他就已经知晓陆成洲就是三年前设计套路自己的幕后黑手 既然现在不能找本人出一口恶气 他就直接把怒火接驾在了陆成洲的学员上 固忙决定晚上要带着众人去丛林极限逃生 并且还要求他们拿着射成600米的枪直落机舱 固忙按锦耳麦朝着学员下达指令 让他们利用手中的枪一人打下一架无人机 打不中的学员 当晚会得到一张火车票回乡下卖番数 此时教官在耳麦里给固忙也传递了一个消息 称等下会有一个队员临时加入 固忙立马知道这个空降队员应该跟陆成洲关系匪浅 不然也不会让他突然加入的 正当他想到什么时 眼前看到的人正验证了心中所想 原来是自己的弟弟顾四 但顾四年纪小个子也没发育完全 这让旁边的教官大吃一惊 这不是开玩笑 训练的强度可是分分钟以命相搏呀 紫毛身为陆成洲的好友兼合作伙伴 自然是知晓顾四的实力 他跟教官交代了几句话后就跟顾四道了个别 小四四我先走了呀 下意识反驳了一句 等他能娶到我姐姐才有资格被教解 看着顾四没心没肺的靠近吴生 小兔崽子养了你这么久 连一个告别吻都不给我 随意瞥了一眼旁边的吴生 却觉得此人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此时教官也觉得是时候去看看其他队员的闯关情况 于是把顾四交给了吴生 自己则去监控室查看镜 顾芒带着弟弟回到森林后 首先就把周边的信号全部屏蔽掉 随后才摘下口罩慢悠悠地询问弟弟为什么会来这 弟弟自是知道姐姐所有马甲的人 解释自己已经在红蟹毕业了 恰好陆成周说带他见识更厉害的训练营 这才过来的 弟弟清楚当年顾芒怎么被赤炎坑的过程 内心一万个不愿意 但没想到赤炎训练营的老大竟然是陆成周 姐姐 这个陆成周这么坏 你干嘛还帮他训练啊 我可不想让这种人当我的姐 顾芒也有些无可奈何 这个是他早前从未预想过的 打断他十四根泪 或者将隐蒙审犯人的那套全部用在他的身上 看着弟弟一份填膺为自己出谋划策的样子 顾芒只是吃着巧克力无语地看着 然后默默回复了一句 你的计划虽然好 但没想过你姐打得过他吗 顾四第一次听姐姐在自己面前这么认负 这怕不是打不过 而是舍不得打的 陆成周那小子心里最在意顾芒啊 他还以为姐姐是柔弱小白花呢 顾四看着姐姐的脸 脑海突然萌生一击 只见他拿出手机给陆成周拨通电话 整个人装作神色慌张的样子 陆成周不好吧 我姐失联了 霸道且财力雄厚的陆家家主 竟被小舅子下单悬赏的杀手差点暗杀了 而悬赏杀人的钱还是自己出的 三年前他因看中了江湖有实力的杀手无声 为了让他做自己队伍的训练教官 曾不要脸的设计抓捕逼迫对方就范 可他万万没料到当年的无声 竟成了自己心家上的爱人 弟弟顾四气不过当年陆成周欺负姐姐的这口恶情 于是想到了一条忌重剂 让陆成周亲自跳进坑中尝尝姐姐当年的苦楚 他装作神色慌张的样子向陆成周求救 说自己已经超过二十个小时没联系到顾芒了 怀疑姐姐已经出事 求助陆成周帮忙派人寻找 男人立马也查看了自己与顾芒的聊天记录 的确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小时都没联系了 他心急的立马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寻找 顾四称自己有渠道能帮忙找人 但需要十亿现金下单悬赏 财大气粗的陆成周根本不在乎这笔钱他想怎么用 想都没想直接给顾四转账了十亿毛爷爷 结束通话后 陆成周赶忙让手下派出所有没有任务的人去查找媳妇的下楼 另一边 顾四拿到钱后得意的快要飞起来 于是立马下了十个暗杀的单子 我就不信十个一亿的悬赏任务 十次暗杀都对付不了一个陆成周 顾芒对弟弟第一次刮目相看 这鬼点子也就自家弟弟能想得到 用陆成周的前下任务去追杀他自己 顾四的任务已经发布 顾芒立马就收到了林霜的来电 并且告知陆成周现在派人正在满世界地找他 林霜作为顾芒的闺蜜 自然是知晓他无声和白狐的双重身份 而顾芒现如今又出现在赤炎训练 让他瞬间与三年前差点害死顾芒的变态联系上 陆成周早前已经知道林霜是顾芒闺蜜的身份 估计没多久他就应该会找上门来 林霜Gate导致姐弟俩懸赏贴的意图 作为好闺蜜又怎么能不帮把手呢 于是他在网上直接泄露了陆成周其中一个基地的地址 而作为目标被耍的陆成周还在着急寻找顾芒的下落 可是自从上次从别墅离开之后 周围的所有监控都没有拍到他的行踪 陆成周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自己的对家将顾芒掳走了吗 就在他思考之际 身后的别墅基地竟然引发了爆炸 强烈的爆破席卷而来 车上的玻璃全部被震碎 而玻璃的碎片也随着震感弄伤了陆成周的脸 快离开 我们开车到北边的基地 这个别墅基地是极其隐秘的一个地方 陆成周想不出为何会突然被人发现 而且这次来配国的行动是临时的 男人快速在脑海中闪过周围的人和时 难道那鬼是顾芒身边的灵霜吗 心爱的媳妇竟连同小舅子一同暗杀自己 不仅故意泄露基地位置引得杀手失心爆破 更是对他同时下了十个暗杀的悬赏贴 只为了报复三年前男人意外的抓捕行为 可陆成周根本就没把最近暗杀的事跟顾芒联系到一起 刚才的爆炸暗杀逃过一劫后 男人立马让手下查询网上悬赏贴的幕后黑手 但顾四和顾芒都是顶尖的黑客高手 早就在陆成周的人查询之前抹平了所有的记录 这是陆成周第一次感受到对方的实力压迫 而基地的位置他只带过两人去过 除了已经失踪了的顾芒 他不得不把怀疑的人选落到闺蜜林霜身上 陆成周不禁想起了上次参加顾芒家长会事 孟金阳案件泄露事件顾芒的处理方法 当时他在导播间看到女孩能非常熟练地操作电脑 不一会就追踪到了对方的行踪 如果林霜是黑客的话 那他心爱的顾芒又是否也应该列入怀疑对象呢 而陆成周的这些想法早就被顾芒猜猜到了 在男人怀疑到他身上之前必须砍断所有猜测 于是建立隐萌八年后的今天 他才迫不得已跟队员们开视频见面 顾芒的年纪和样貌惊呆了同伴 他们的老大竟然只是个女高中生 顾芒知道陆成周已经开始调查林霜了 而查出他属于隐萌组织的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吧 同伴得知是林霜把陆成周在黑国的老巢炸了的事后 指护林霜为林大勇同学 林霜把顾芒是白狐和吴生的身份如数告之后 同伴才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这是一个狗血的我和三年前死对头恋爱的故事 其实隐萌这几年的发展 已经可以和陆成周抗衡一二了 但这毕竟是自己与那狗男人的恩怨 顾芒不想把外人都牵扯进来 于是决定将隐萌在外执行任务的人全部召集回来 避免他们被陆成周的人秘密抓走 而他的操作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就在顾芒已经将全部资料删除干净后 陆成周的人才查到爆炸案的线索 可还是比顾芒慢了一步 于是陆成周将希望放在了抓不到的那些人身上 他决定亲自审问这些杀手 可那些人都只是在网上看到高额的悬赏贴 才在四处搜过来的杀手罢了 他们除了在网上与发布者有联系外 根本就没有与对方有过接触 陆成周的手段是十分狠辣的 只不过他在怎么逼供 也只知道网上那十条一个亿的悬赏任务 这个数字引起了陆成周的怀疑 早前顾四问他要了十一下单去找部门 可手下去说搜寻贴没找到 却找到了十条暗杀帖 这金额明显就是对得上的 陆成周很快就猜到了雇佣杀手的人就是顾四 而且还是用了自己的钱 一个人泄露基地 一个人派人暗杀 他们到底和顾盲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缘呢 高冷不可一世的陆家家主竟成了认怂巅 不仅下跪道歉求得媳妇原谅 还举枪送命仕途赎罪 小茫茫 来 杀我 而陆成周如今落魄的处境皆因当年腹黑之火 三年前他不择手段又补一杀手无声为他卖命 不仅挖坑折磨了他五天五夜 更是心狠手辣打断了对方七根类部 小舅子顾四得知情况后重金下单十一 也要请多名杀手报复陆成周 然而男人也并非无脑之人 经过这几个小时多方面分析 陆成周自然猜得出被地里找人暗杀他的是顾四 要是顾盲当真失踪了 顾四的反应可不是个会安静待在赤眼等候消息的人 他再次给小舅子打去电话 顾四接到来电后依然伴猪吃牢 我姐姐她是不是有消息了 可陆成周不想陪她继续演戏 直接戳穿他已经知晓顾四请杀手通缉自己的事 既然陆成周已经看破了他的计划 顾四也不打算装下去 对于暗杀事件公认不愤 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爽的能不能先摆在一面 我只想知道你姐姐的下落 陆成周不打算计较顾四对自己做的事 他的心思全放在了顾盲的身上 可顾四看着他干着急的样就内心得意 陆成周见顾四是个软硬不吃的硬骨头 无奈之下只能威胁到 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 你所在的赤眼可是我的地盘 让你姐姐现身我有的是办法 顾四根本不稀罕他的威胁 既然姐姐想自己跟陆成周算清这笔账 那吴生的身份被揭开是迟早的事 顾四也想知道陆成周到底能为了这段爱情 会退让到什么地步 还记得当初你曾经不择手段重罚过的人吗 我姐姐就是你狠心折磨了五天的吴生 陆成周听到这个消息时内心骤然停了一排 这对他而言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等缓过来后他立马安排直升飞机前往誓言 教官将他领到了吴生居住的地方 他独自走了进去 房间内空无一人 陆成周看到了桌上已经吃得差不多的巧克力 让他回想起之前与顾芒的点点滴滴 可当他将顾芒和吴生两人联系到一起的时候 恨不得将自己撕碎给他赔罪 当年他的确看中了吴生这个人的身手 也曾重金聘请对方为自己服务 可吴生多次拒绝才让他不得已起了诱补计划 而且当年对吴生一切用的刑法 都是他自己亲自下的指令 想着要是这个人不能为自己所用 就算把人废掉也在所不惜 指令是陆成周自己安排的 他自然知道顾芒当年受到了怎样的非人对待 此时顾芒训练结束后回到房间 对于陆成周的出现他并不意外 直接当着他的面将假发脱了下来 面对陆成周的示意问好 顾芒也只是沉默没有回应 他扔掉假发坐在了床边 这才打算两人的正式摊牌 这回总算能跟您见面了 赤言的陆老大 女孩单枪匹马飞车到男友干架现场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将人从黑社会中解救出来 本以为他们患难与共后能携手一段甜蜜爱情 却没曾想男人竟是三年前 打断自己七根肋骨的幕后黑手 顾芒在得知此事真相后 便潜意识疏离与陆成周的关系 就算弟弟被地里聘请杀手暗杀男人 顾芒内心虽不舍也并没有出手阻止 现如今陆成周已经得知自己是无声的身份 且出现在赤言训练基地的居所时 顾芒没有意外反而十分平静 陆成周猜测顾芒应该是在小别墅的时候 听到自己与下属的对话才得知他是赤言的老爸 可男人不太明白为什么当时不当面找自己对质 呵呵 陆大少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态度放得这么低 何况就算是我说了 还能对你怎么样不成 顾芒冷漠的态度让陆成周内心一颤 以往女孩的冷淡都是可以捧好的 可这次的冷淡却十分严肃 男人来的路上就已知自己不会这么容易得到他的原谅 见他起身准备离开 并且刻意与他保持距离的样子 他就知道顾芒肯定要跟他算成了 我看你桌子上巧克力快吃完了 我给你买盒新的怎么样 可顾芒在大师面前绝不含糊 他可不是那种为了物质而忘记仇恨的恋爱呢 陆成周见此招不成另生一计 想都没想就扑通跪在了顾芒面前 我知道自己是将你得罪狠了 可我当时实在不知道你的身份 他早已下定决心 无论顾芒要怎么惩罚自己他都认 顾芒回想起之前他曾经受到的非人虐待 再怎么着也找不到什么借口能原谅陆成周 陆家执法堂的狠辣世人皆知 陆成周庆幸三年前他没有亲自到场 要不然与顾芒一见面 他可能后续连女孩的小手指都摸不着 你要打药杀我都随你的便 只要你能消下这口恶气怎样都行 顾芒看着陆成周的脸 说完全与他断绝关系也是不太舍的 那我想要你的命名也不反抗吗 陆成周听到这句话没有半分犹豫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递到女孩面前 反正自己走了钱也不能带到地坞 他直接交代了自己所有银行卡的密码和地址 以后的日子顾芒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只希望他不要再冒着生命威胁去接任务 他交代完后事后把枪抵在自己眉心里 然而这视死如归的样子让顾芒看着运心不忍 正当他在犹豫怎么找借口逃走之时 门外的教官朝着屋里喊道 吴生你要是收拾好了就赶紧出来吧 顾芒那位小爷在外面大吵大闹了 顾芒内心像是松了一口气 他放下手枪打算起身离去 陆成周见他没有处理自己 以为他这次算逃归一劫 然而顾芒一边恨他一边又痛恨自己 于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抓起陆成周的手顺势将人直接撂倒 陆少爷麻烦您以后别对我动手动脚的 毕竟我俩也不是很熟悉 顾芒这句话似乎在提醒陆成周 他已经不承认两人的情侣关系了 男人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女孩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想一生一世的人 他不能因为当年的错毁掉自己的幸福一生 陆成周知道顾芒内心也不好受 如果你不舍得对我下手的话 那么你的仇就让我帮你来报吧 男人用数十根麻绳把自己绑了起来 不仅让手下打断他气根内部 还命令让下属给他注射超过人体安全用量的逼供药 明明身体上的鞭痕已经将白衬衫全部染红 他嘴上还念叨着不能停 而男人做的这一切都只是赎罪 陆成周作为极境周最有声望的陆家家主 竟然为爱惩罚自己 这是他的小伙伴们万万没想到的 当下属过来通知两人时 秦少和贺少才知晓陆成周竟然这么不要命 不仅亲自去了执法堂让几个元老对他用心 并且还下了死命令吩咐下属对自己不准留情 秦少和贺少见事太严重 于是一个去执法堂看陆成周的情况 另一个则去找吴生 另一边 自从顾芒与陆成周见面后 他便再也不掩饰自己想要报复的心 这些天让顾四不断黑掉他赤炎基地的那些戏 短短几分钟就让基地损失几十亿 把教官都给整崩溃了 没了这些无人机他们赤炎还怎么训练队员呀 顾芒可不管他这么多 扬言要是没有无人机就不能保证训练质量 反正陆成周有的是钱 就算他们姐弟俩明目张胆给他基地烧钱又总低 这还不够让自己消气呢 然而顾芒并不知道 他咬牙切齿说着恨却下不去狠手对着的男人 此时正接受着执法堂的严刑拷打 男人紧闭双眸 唇也因身体的疼痛止不住的颤痛 根据军医给他诊之后得知他呼吸都正常 只是受了点皮肉伤 男人立马睁眼让人给自己加量刑塔 是没有资格求得对方原谅的 陆成周并不是不知道 顾4已经把他的基地给炸了的事 可这还是不够 花钱所得到的原谅根本不是真心的赎罪 陆成周命令下属继续鞭打自己 当年他不知道吴生就是固忙 明知对方年纪小却还是下了死手 陆成周很想挽回固忙的心 既然女孩不忍心对他动手 那他就自己来 同伴们无奈 只能眼睁睁看着陆成周受刑 直到半小时的惩罚后 陆成周以虚弱的身体 让人给自己注射神经性药物 当年执法糖可是没少给吴生注射这种低供药 真插入自己手臂的那一刻 陆成周疼痛的差点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身体剧烈的撕裂感让他昏了过去 下属健壮赶紧用水泼向他 秦少觉得现在陆成周做得太过偏激了 当年吴生那8cc的量都是分三天注射了 现在一次性给陆成周全注射完 但他下一句还没说完就被男人立马喝住 陆成周心红着眼睛 当年他的痛苦可是不比我少 不用理会我的感受 秦少觉得陆成周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 要是按照他的方法惩罚 以他这个程度肯定会把自己折磨死 怕是还没得到不忙的原谅 人就已经升天了 然而陆成周口吐鲜血了还在命令继续 下一秒 他的心电图就传来刺耳滴滴声 男人还是承受不住刑法彻底晕了过去 来人了 快把强心剂给我准备急救 男人硬着头皮打断自己七根肋骨 强制性注射超过人体安全用量的低供药 尽管他的心脏快要衰竭 内心依然想着这个惩罚量是否足够 陆成周从踏进执法堂的那一刻起 就没想着自己能够全须全已的出来 赎罪嘛 当然是要把爱人吃过的苦头全吃一遍那才要成心 直到快要晕厥过去的那一秒 他心里还是希望自己做的那一切能得到不忙的原谅 然而女孩并不知晓他的这个心思 距离上一次来找自己 已经过去七天了 不忙当初以为陆成周把枪递给他 信誓旦旦的说要赎罪的事是说说而已 这些天都一直没来找他 那自己和他的关系也就到这里为止吧 这段日子自己早想明白了 曾经甜美的爱情只不过是净花水月吧 赤岩的训练已经结束 顾芒也即将完成任务准备回家 然而此时门外突然出来急促的敲门声 顾芒你快开门吧 跟我们去见见诚哥 他快要死了 女孩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心烦 不见不见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秦少不得已将陆成周在执法堂做过的事全部告知 那个不要命的疯子为了得到你的原谅 硬是给自己注射了10cc的逼宫药 现在心脏骤停快要死了 顾芒闻言一惊 10cc的量 陆成周是什么赎罪巅宫吗 他立马开门准备跟秦少一同前往执法堂 这期间陆成周打了好几支的强心剂 尽管上了除差影 男人也丝毫没有动静 顾芒赶到的时候得知陆成周心率失常了 而且是死亡率极高的电风暴 他看着陆成周的样子 不慌不忙把着他的脉搏 男人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 给他再打一针强心剂吧 然而旁边的医生却说已经打了很多次了 害怕过量反而会弃反效果 顾芒觉得这时候还在执着什么安全用量的人 真是读死书的佣医 陆成周这样的情况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还管这些干什么 不打那就直接把人拉到火葬场火化吧 秦少见两人起了冲突马上出来阻止 医生这才把强心剂拿了上来 顾芒急忙给陆成周注射上 陆成周 你敢死 我就敢转头嫁人 或许是强心剂起了作用 亦或者是男人听到了他的威胁 此时心电图滴滴滴的起了反应 顾芒看到情况有所好转 这才松了一口气 陆成周 你可真狠 你是赌定了这样做会得到我的原谅吗 男人发白的嘴唇颤动着 那你出 出气了吗 顾芒听到他的声音后 大骂陆成周是个不要命的疯子 男人哽咽着 我只是觉得 如果没有感同身受 我根本不知道你当时到底有多疼 认错颠弓为求媳妇原谅 硬是自我惩罚打断体内七根泪 化身委屈羞狗求爱盲解 哭唧唧所稳却惨遭拒绝 本以为惩罚自己能赢回媳妇 没想到做死过头把自己完胜衰竭了 这婚还没结武器就不行了 陆成周这回真是悲伤逆流成河了 自从硬着头皮给自己打了14C逼宫的后 陆成周的生命体征就十分危险 要不是顾芒及时赶到给他注射了强心剂 估计他这回已经去见阎王的路上了 男人醒来不顾身体疼痛 就先整一番深情告白 顾芒对此无语至极 这男人脑子里全是草莫 都快死了 还在这里恋爱吗 要我原谅可以啊 那你做到这边以上 让我好好惩罚你一次 我们的仇就算过了 陆成周好不容易才等到媳妇回心转意 这拖着的残区也得上去受刑 然而刚起来就被芒姐迅速按下 你别做死了 我可没经历再救你一次 男人害怕媳妇反悔 可怜希希求着女孩折磨自己 顾芒看出陆成周的小伎俩 这不就是想让自己心疼他 然后再若无其事接受他吗 陆成周死死握住顾芒的手 他卡自兰大眼睛眼泪汪汪的样子 让顾芒不得不承认他这招是真的高 他都受了这么重的惩罚 还差点死了 那自己也就勉为其难原谅他好了 得到女孩的回心转意 陆成周都伤成这样的脑子还是黄的 他一把拉过女孩的手就想锁了 还好芒姐眼疾手快捂住了他 你都伤成这样了 嘴巴还想着轻轻 可怕得很啊 顾芒的戳穿搞得陆成周只能尴尬微笑 那你等我好了 可不能再拒绝我了 顾芒觉得他恋爱脑真是没救了 没有回应他的话 反而让医生将人送进医疗室做治疗 晚上顾芒回到训练基地收拾行李 他一边跟灵霜通电话 一边在垃圾桶捡回陆成周买给他的巧克力 真没想到堂堂爸总为了你们做到这个份上 他也太狠了点吧 其实顾芒也在犹豫要不要就此翻篇 毕竟他都把自己当年受过的苦全都吃了一点 那口气应该也算是出了吧 次日顾芒恢复女生出现在众人面前 没想到一出门就碰到陆成周的助理过来找他 昨天陆成周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但由于当时注射的强心针过量 导致现在有肾衰竭的现象 顾芒不确定这是不是陆成周又耍他的把戏 然而看到男人罗列的受伤表格更是怀疑了警察 你这是在变相跟我卖惨吗 没有没有 这不是我交给你的作业吗 这些可都是我受了惩罚的记录呢 顾芒内心憋着一口闷气 不过还是替陆成周把脉亲自了解情谋 你这作业我很满意 毕竟打了这么多强心针 你肾衰竭的症状的确是真的 陆成周不太明白女孩的意思 呵呵 陆少 这非常浅显易懂呀 就是说你的肾不行吗 爸总做死求爱落得个肾衰竭的毛病 还没结婚就把武器彻底梦坏 被媳妇嫌弃不行却只肝委屈 陆成周默默躲在被子里生闷气的样子 都快把顾芒笑岔起了 男人本以为肾衰竭 只是朋友胡乱添在病例丹麦惨的一条病症 直到媳妇亲自给他把麦确认 他这会儿才知道害怕 急忙询问顾芒是否能够调养回来 女孩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就好笑 于是决定逗逗他 也不知道是谁之前逞能惩罚自己来着 肾衰竭可是不可逆斗 神医来了也没办法 陆成周彻底慌了 那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之前不是答应要把我全身咬一遍吗 顾芒饶有兴趣的打扰着他 在装作深思熟虑的回答 你这个状态还是能顺利的体验一次的 但要是每天恐怕就是不行的 陆成周早就认定顾芒以后是自己媳妇 这病可关乎了人生大事 你就一点不着急吗 呵呵陆少 人家才刚满18岁 没必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吧 陆成周听出来他要另外找男人的意思 他着急的把人扣在自己身旁 顾芒见他动怒马上阻碍 患者现在不宜有过激运动 你现在着急 那武器也没法子用 他的话彻底击碎了陆成周最后的希望 打击到躲在背负里哭唧唧 这委屈到不行不行的模样真的要笑死 他只能连忙过去安慰自己的小交付 你这病在别人那是不能治 但在我这里可以啊 看着陆成周愚蠢又清澈的眼神 顾芒直接凑到他的耳旁 毕竟这是你我的人生大事 我也是体验者之一呢 陆成周这才明白过来 顾芒刚才说什么不行的话就是吓唬他的 男人迅速起身扣住女孩的手 这时候还想耍我 就不怕我报复吗 然而顾芒还没说话 陆成周直接用嘴堵住了他的唇 口腔内迅速被掠夺的空气 让顾芒瞬间喘不过来气 这狗男人身体还没好就会稳定 真是可怕得很难 下午顾芒照常回到基地帮忙训练吃炎的度 教官好心过来询问女孩嘴角的伤口 却被顾芒狠狠撇了一眼 八卦的狗男人 支开教官后顾芒才得空看手机信息 却意外让他收到了K国星木集团总裁的求助 他们技术部的黑客也不少人才 到底是什么加密对话这么厉害 需要找白胡的人来解决 八总上一秒才做死求得媳妇原谅 下一秒又堂而皇之的师太女孩身份 回想起顾芒高超的黑客追踪技术 陆成周不得不怀疑这次扰乱股市的加密对话是他做的 然而顾芒并非只懂爱情的死恋爱脑 男人询问的语气分明就是对他的身份起义心了 誓言基地内 顾芒作为隐萌最顶尖的黑客 意外收到了金融巨额的求助消息 最近K国股市动荡不安 各家企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而对方发来的网络对话 连公司的技术部高手都破解不了 向高难度挑战一直都是顾芒的人生治理名言 于是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果然 平时三两下就解决的网络密码 这次竟然破解失败了 这一看就是多个顶级黑客一起做的加密 呵呵 这件事倒挺有意思的 顾芒打算一股作气再次攻克 然而门外陆成周的人找了过来 让他现在抽空过去一趟 顾芒本以为男人是在病情上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谁知路成周只是想让他过来吃个甜品 哎 算了算了 顾芒没有跟路成周计较 自顾自坐在沙发品尝起十万一个的马卡龙 路成周见顾芒能在他身边又打游戏又吃东西的 这回他是真的原谅自己了 然而之前顾四与灵霜做的事他还没忘记 一个坑了他的钱 一个榨了他的基地 路成周也不是没有想过顾芒跟他俩是一伙的 毕竟之前惊扬被整的那件事 他亲眼看着顾芒是如何快速在重病毒的电脑上追踪黑客位置的 灵霜是黑客吗 他在前面回应他的问题 只称灵霜的电脑技术还可以 可路成周仍没有放弃 继续向顾芒打听灵霜的职业 早前他也曾让下属调查过这人的资料 可灵霜的背景资料实在太过完美 像是有人刻意给他做出来似的 顾芒起身要放大招 他猛的凑近男人 用美人技补或路成周 那你也跟我睡一张床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此话一出立马让路成周闭嘴 此时秦少近来与路成周谈事 前几天他们的系统突然被黑客攻击 且那网络对话一直解不下来 目前金融市场还挺动荡的 顾芒坐在一旁一边吃着甜点一边偷听 在两人的对话中得知 原来路成周他们也被网络对话攻击了 而且现在也还没破解出来 路成周让秦少多加注意股市动向 至于网络对话 也只能让技术组继续破解了 秦少告知他们已向引文下单 邀请白狐出面为其破解 路成周对此也十分赞同 这次无论花多少钱 都必须请到白狐出山 然而男人并不知道他心心念念要找的人 就是整日在他身边的顾芒 女孩借口出去不打扰他谈试 却被路成周再次抓住手腕 之前林双找了这么多人炸我的鸡铃 在道上认识的人脉应该不少 路成周想请林双能不能亲自联系上白狐本 然而话刚说完 顾芒的手机就滴滴作响 哎 这任务怎么下达得这么快 他是叱咤商界搅动金融市场的陆家家主 却自己作私把手指都差点搞残废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黑客进攻不知如何是好 还得依靠年仅18岁的漂亮媳妇帮忙出击 刚接到影文组织的电话 顾芒就怕马甲背巴赶紧挂了 他接了星木集团总裁的任务 还想着出去把那祸害的网络对话给解决了 可刚打算离开 秦少急忙进来说北交所出事了 资金的密钥被黑客攻克 短短几秒他们已经损失上亿资金 要是还找不到那些黑客 K国的股市即将崩盘 北交所的事要报告给路成周 看来他的本事不小了 顾芒真没想到这个男人手段这么厉害 地盘都扩张到了现金股票交易所 秦少把电脑递到了路成周面前 给他查看情况 现如今他们是真的没辙了 路成周看着不断跳动的数字 这系统他在清楚不过 要是没内鬼 根本没办法攻克他设定的东西 但现在要查也来不及了 先及时止损吧 而他们刚给白狐发的信息也还没回复 想着尽管左手骨折了 目前右手还是能行的 顾芒看路成周这准备开工的状态 意识到他就是赤眼里那个顶级飞客 秦少还向劝路成周别逞强 现在身体这样连动一下都困难 然而下一秒 路成周的电脑就被人抢走了 面对小媳妇的阻拦 他也不敢上前去要电脑 路成周只能委婉让顾芒先回训练场 而古诗的事他自己能解决 罢了罢了 这恋爱脑也是因为自己才出事的 要不是见他手指缠绷的跟个残勇士 他才懒得免费帮他 顾芒打开电脑立马熟练的操作起来 写了几个程序后 电脑数据就快速运行了起来 秦少和贺少都有些担忧 毕竟他们技术部门的人才都解决不了 一个高中小姑娘再怎么厉害 又怎么能止损呢 秦少担心在这样被顾芒乱搞下去 他们北交所就损失就更多了 但路成周看到顾芒的操作后 心却反而安定了不少 而路成周也印证了顾芒是黑客的身份 K国某地下室内 两名黑客正在沾沾自喜 他们刚才联手攻克了北交所的系统 黑过来的钱 这回就算打断腿都不用愁的程度 然而刚开心不到三秒 绿发男就发现他们的银行账户不对劲了 等一下 这账户里的钱怎么只剩下250了 他们是搅动股市风云的黑客双子 写了一串加密网络对话 就轻松偷走交易所十几个亿 然而钱在口袋还没放热 却只剩250 这什么黑客这么厉害 不仅被反入侵把钱都抢回去了 还回谈了他们一个大大的S 顾芒只是在电脑上随便设置了一个程序 就立刻把黑客锁在定位给找出来了 秦少汗言道说不出话 这小嫂子似乎比诚哥的技术要厉害多了 顾芒把电脑递到陆成州面前 让他派人根据这个地点去抓人审问 而此时秦少也收到资金被收回的通知 这让两个大男人都十分疑惑 秦少不懂为什么资金都已经转到对方账户 还能把钱给打回他们的账户 顾芒解释自己曾经替银行做过网盾和房地系统 而恰好现在K国大部分的银行都用他开发的这一套 这毕竟人家飞客也努力了这么久 不给人留点饭钱不够意思 而他也顺便把加密的网络对话给解开了 其实刚才在赤岩基地的时候也攻克了好几遍 刚想好另外的对策就被陆成州的人给叫走了 而陆成州的北交所跟星木集团收到的对话一样 就顺手一起解了完成任务 陆成州还以为是什么很厉害的密码语言 殊不知只是一些吹牛的口水话 这什么狗屁飞客这么嚣张 看我抓到他们不给他们好看的 此时顾芒收到了赤岩基地那边的分知 到点要回去看队员们训练了 他瞧着这里也没他的事了 于是酷酷地跟陆成州打了一声招 就自己去忙了 看着媳妇离去的背影 陆成州却若有所思 秦少本来以为不忙只是一个聪明点的女高中生 如今看来却十分不简单 怀疑他跟林双都是隐藏身份的黑客大马 另一边 赤岩基地正在做本期考核的准备 校官抱怨着吴生这段时间越学员越叹 几乎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 就连他这个体格去做吴生的任务 都觉得有点勉强 陆成州的助理却劝他最好谨言慎行 吴生和顾芒可是同一个人 那女还是老大心肩肩上的人呢 逆论老板娘以后可是要遭大罪的 况且老大都还要看她的脸色 为了求吴生大佬的原谅 顾也进了执法棠给自己弄了一套 现在还贪在医疗室休养的了 不过吴生大佬的确厉害 听说技术组都解决不了的电脑密码 还是顾芒小杰给破译了 天呀 试炎从零训练场内 顾芒B的一声吹响口哨 考核开始 全体人员调整状态